这是英年早逝的作家陆瑶生前最喜欢的俄罗斯民歌《草原》。 他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人民为他建造了一座永久的纪念馆。 陆瑶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百万字的巨作《平凡的世界》,这次在百姓点播《世纪回眸精品欣赏》节目里,他位于排行榜的首位,陆瑶的生命还活着,活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再生和一世。 听众朋友,为了永远的思念,从今天起我们就为大家安排荣获矛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陆瑶,由李衍墨演播。 那是1975年二三月间的,一个平平长长的日子。 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灵灵地向大地飘洒着。 石令已经快到惊折了,雪当然再也留不住,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了,但是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在这种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的嘈杂。 只有在半山腰县县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 午饭的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 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着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屋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底下,蜂涌而去。 弱大个院子,煞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成了一片烂泥潭。 不大一会儿功夫,在校园内的南墙根底下,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着给众人分饭菜。 菜分甲乙顶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和粉条为主,可里边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 乙菜的其他内容都跟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 饼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的飘了几滴辣子油花。 不过这菜价钱倒也很便宜,每份才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了一点儿,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 顶菜也用小脸盆盛了一点儿,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 只有乙菜,各班都是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寒酸也不奢侈的菜。 主食也分了三等,白面膜,玉米面膜,高粱面膜,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 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的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 除过各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吐气之外,这些已经被自己的父辈们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 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历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了吧,可也无论如何盖不起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酒餐。 可是今天不行了,所有打了饭菜的人都用草帽或是胳膊肘护着碗,咧咧切切的穿过烂泥塘一样的院坝,跑回自己的宿舍去了。 不大一会儿工夫,饭场上就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人了,大部分班级的职日生也都先后的走了。 现在只有高一一般的职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际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残疾,因此走起路来有点瘸,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磨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磨。 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站在房檐下,显然是在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因为她不仅吃着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一份的饼菜也买不起。 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欲加变得模模糊糊的,城市寂静无声。 隐隐约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提名,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雨。 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人。 他的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 小伙子的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更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 脸上看起来才刚刚退掉少年人的稚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的光彩。 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扑塔扑塔地踏着泥水走着。 他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膜的主人,看他那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 瞧吧,他那身衣服尽管是样剪裁的,勉强还能算上是一身学生妆。 可分明那是自家织出来的那种老土粗布,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 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凑合着系着两根白线绳,一只鞋帮上甚至还补着一块蓝布补丁。 裤子更显然是前两年缝的,人长不缩,现在已经短窄地掉在了半腿瓣上。 幸亏袜药膏,否则就要漏肉了。 这个小伙子静止朝饭场走过来了,现在可以断定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高粱面磨的,因为那个伯女子在他还没有到磨框之前,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他自己的饭碗,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小伙子独个来到磨框跟前,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弯下腰去,拾了两个黑高粱面磨。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那儿瞥了一眼,他瞧见以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 房上的盐水滴得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 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 他很快地蹲下来,慌得如同盗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咬。 铁勺刮刮盆底的撕拉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 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盐水落在了盆底,见了他一脸的菜汤。 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 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那儿,给菜汤里掺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膜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他突然停止了咀嚼。 他看到,他来了。 一位女生来到膜宽跟前,把剩下的那另外两个黑面膜拿走了。 小伙子望着他离去的,穿着破衣裳的背影,愣了好一会儿。 是的,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们两个最后来, 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那两个黑高粱面膜。 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现在,小伙子蹲在房檐下面,一边往嘴里扒了饭,一边在心里头猜测。 这个姑娘,也常常是最后一个来拿饭,大概和我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吧。 除此之外,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 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好红梅。 好红梅,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 孙少平上这个学,实在是太艰难了。 家里头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公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已经实在是不容易了。 孙平知道,家里头的光景现在已经接近崩溃了。 老奶奶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 父母亲也是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下几个公分。 妹妹生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 姐姐又行下个不务证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经常接近一点救命的粮食。 他父母亲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孩子们接到家里头来喂养。 现在家里头,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大哥也才二十三岁啊。 当年大哥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初中连考都没考,就回家务了农,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没有大哥,他们这家人不知道还会破络到什么样的境地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话说回来,就是家里头有点好吃的,好穿的,那也要先紧着年迈的老奶奶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那两个只知道要吃的小孩子呢? 所以,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自己比别人都低了一头。 而贫困又使他过分的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学生,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 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仰明,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 每当他看见班长站在讲台上,穿戴着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着明,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那副神态的时候,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他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 每次点名的时候,点到谁,谁就打个道,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应声。 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 如果是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突。 大概是因为大家刚刚升入高中,互相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侮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 点完名散场之后,少平和他们说的金波一块走出教室,金波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地伸出一个大拇指说, 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这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金波和少平同龄,可个子却比少平矮了一个头。 金波皮肤白皙,眉清目秀,长得就像个女孩子。 可这人心可很硬,做什么事儿手脚都非常的麻利,平时静得像个姑娘,动作起来像只老虎。 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 生活方面,在班里头也算是较高层次的,可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的要好。 他们俩从小一块耍大,玩性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 在村里头,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们家里头少不了有些力气活,尝试少平的父亲或是哥哥去帮忙。 另外呢,金波的妹妹也和少平的妹妹一块上学,那两个孩子好得也是形影不离。 至于金波对少平的帮助,那就更不必说了。 他们俩在公社上初中的时候,离村十来里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头吃饭。 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饭。 每天上学来回二十里路,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两个人都有自行车,只有少平是两条腿走路。 金波就和少平共验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 现在到了县城,离家六七十里路,每星期六回家,少平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 另外,到这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少平塞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药,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 再说,几个白面膜除过顶不了什么事之外,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 唉,尽管上这学是如此的艰难,但是孙少平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滋味。 他现在已经从山乡格闹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 每天,只要学校没有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道。 他在这期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 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 这个习惯还是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开始的。 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润生家的香盖上有一本润生他妈家鞋样的后书,名字叫个《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起先他没有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 可他随便的翻了翻,又觉得不太对劲。 明明写的是一本炼钢的书,可是里面却没有说炼钢炼铁的事,说的全是一个叫保尔科查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 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本书倒就是怎么回事。 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里教书很少回家来,这本书是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夹鞋样的。 征得了润生他妈的同意之后,邵萍就拿着这本书匆匆的回到家里,立刻看了起来。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给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应该出山去给家里砍上一捆柴, 可是这一天他哪儿也没有去,一个人躲在村子里打卖场的卖街堕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这本书。 保尔科查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里。 天黑沿了之后,他还没有回家,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河长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 那思绪散乱而漂浮,却又忧生而莫测。 就在这一天,他忘记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一直等到回到家里,听着父亲的抱怨声和看着哥哥责备的目光,在锅台上端起一碗冰凉的高粱米稀饭的时候,他才回到了他生活的严酷现实中。 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 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 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 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加上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 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地把书藏在书桌下面看。 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 告密的人,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博女子侯玉英。 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 生理上的缺陷,似乎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缺陷。 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有极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 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 侯玉英讨论的时候常常是头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告密的人,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博女子侯玉英。 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 生理上的缺陷,似乎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缺陷。 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有极力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 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 侯玉英讨论的时候常常是头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劳动的时候尽管腿不太好,但总是扑着干。 当然了,他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可同时又像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籍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那天,班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班主任主持,班长顾仰明念报纸。 孙少平时一句也没有听,逼着头悄悄地在桌子下面看小说,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博女子给班主任老师示意他的不轨行为。 只等到老师走到他的面前,把书从他手里一把夺去之后,他才猛地惊呆了。 全班顿时是哄堂大笑,顾仰明也不念报了,但他看来似乎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 可少平觉得,班长分明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老师怎样处置他呀。 班主任把没收的书放在了讲桌上,先没说什么,让顾仰明接着往下念。 这天学习完了之后,老师把少平叫到宿舍,出他意外地又把书还给了少平,并且对他说, 红颜是本好书,可是以后你不要在课堂上看了,好吗? 去吧。 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谴责,反而感到那里面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 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使少平对书更加真爱了,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否则他就无法熬过眼前的艰难而痛苦的每一个日子。 在孙少平眼下的生活里,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的,可给他内心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 那就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好红梅。 慢慢的,孙少平发现,好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好红梅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的菜色,才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起先,他们之间只是用无声的目光进行交流。 这使少平感到在他如此潦倒的生活中,有一个姑娘能这样用亲切而善意的目光关注着他,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暖。 好红梅那可怜而轻受的面脚,他那细长的脖子,他那刚刚能遮住羞丑的破烂衣衫,都在少平的内心荡漾起一种春水般的波澜。 就这样,他们用眼睛交谈了一些日子之后,终于有一天,好红梅取完了那两个黑膜,迟疑地走到孙少平的跟前,小声地问他。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少平拿黑面膜的手,微微地抖着。 好红梅离他这么近,他都不敢看好红梅了。 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头的那两个黑家伙。 好红梅本来不紧张,但看少平这样的不自然,声音里头也有点不自然了。 那里面有个疆解。 少平赶紧说,啊,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嗯,还有一个双清老太婆? 你也看过这书?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讲过里边的故事。 你爸?你爸看过? 嗯,那,那你爸在? 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是地主,不是,是我爷是地主,所以,那你爸上过学? 我爸没上过学,我爷上过,我爸的字都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 我没看过红颜小说,可是我会唱红颜歌剧里边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边给起的,那个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好红梅这样轻声慢语地说着,孙少平呆呆地听着,好红梅突然红着脸说,那,你的书还了没有? 还没。 嗯,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能!于是第二天,少平就把书交到了好红梅的手里。 从这以后,只要是孙少平看过的书,就借给好红梅看。 无论是少平给好红梅借书,还是好红梅给少平还书,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是悄悄地进行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这样过分亲密的交往,如果让班里的同学们发现了,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 那,他们也就别想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了。 经浙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是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 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是夜晚的时间倒是明显地缩短了。 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亮面膜,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 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好红梅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的时候自然的多了,并且对对方的情况也都有所了解。 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 他和乡里来的一些比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地建立了某种友谊关系。 由于少平读书多,很多人爱听他讲书里的故事,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 加上现在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的心情也开朗了许多。 而且他的单薄衣裳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的。 除过肚子照样是甜不饱之外,其他的方面应该说是相当的令人满意了。 这天下午劳动,全班的学生在学校后边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 还没到一个钟头,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昏眼花。 他有气无力地抡着绝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他跟前说, 少平啊,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给带上,下午到二爸家去一趟。 他说有个要紧的事要跟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的罩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 润生说完这话,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可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约情弄得不知所措。 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呢?而且还要叫他到润生他二爸家去。 这使他感到惶惑不安。 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以算上是一个大人物。 有的时候,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鸡谱车呢。 记得当时,他连走进前去看一看公路边的小车都不敢, 更何况,现在要他去他二爸家吃饭呢。 不过,他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儿,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尽管润叶儿他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他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地高得多。 但是润叶儿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的好。 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儿姐小时候和他大哥一块耍大,又一块念书念到了小学。 虽然后来润叶儿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 可是润叶儿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 后来润叶儿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可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 而且他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着手,总要给他奶奶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 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他每次回村来,还要提上点心,去看望他户足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 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 父子俩经常在窑里拉屎撒尿,臭气熏天。 村子里一般谁也不去他家踏个脚踪。 可润叶儿姐却常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就不得不叫全村人都夸赞润叶儿姐的德行了。 相比之下,润叶儿他爸倒没有润叶儿在村里微信高。 由于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的,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但是润叶儿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 少平在内心里,一直对润叶儿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按说呢,润叶姐要求他做的事,他都该按润叶姐说的去做。 可是现在,要他到润叶姐二爸家去吃饭,他的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 他想自己穿这么一身破烂的衣服,要跑到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的心跳而热。 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 他想他如果不去,那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 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自己说,他要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 可是去,他又感到真的有点惧怕。 他长得这么大,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他二爸家吃饭,等自己在学校吃完饭之后,过上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姐。 这样既见到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他二爸家。 至于城关小学,他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他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 他这样决定了之后,又想到润叶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他不能待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出去躲一躲。 直到他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之后,才来到了饭场上。 他走到磨框跟前,看见里边只留了两个黑面膜,这说明好红梅已经把他那两个拿走了。 绍平取了这两个黑膜,朝宿舍走去。 他心里想,等他吃完了这两个膜,再喝上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啊。 也许那个时候润叶姐还没从他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他可以在润叶姐门外挡一挡。 孙绍平就这么想着,拿着两个黑膜,走到了自己宿舍的门口,可他在门口一下子就愣住了。 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笑,显然在等他回来。 孙绍平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上前来,仍然笑着说。 润叶,我让润叶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咋不来呢? 嗯,我…… 润叶姐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两个黑膜,又问他,哪个是你的碗呢? 说着润叶把膜放在孙绍平的碗里,然后对孙绍平说,走,跟我吃饭去。 我…… 还没等孙绍平说出什么来,润叶已经过来,扯着他的袖口,拉他走了。 没办法,孙绍平只好一路相跟着,跟润叶姐进了县阁委会的大门。 进了大门之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 县阁委会一层层的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横横地排上去。 最上边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感觉。 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那简直就像一座宏伟的大厦。 少平跟着润叶姐进了他二爸家的院子。 润参走过来对他说, 我的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儿去了? 我…… 啊,我去给学校还厥头去了。 少平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 院子里一共是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 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个院子是一模一样。 院子东边还有个小房,旁边垒着一堆碳块,显然那是厨房。 院子西边有一个小花坛,一个穿着灰毛线衣的人正拿着把铁仙在那儿翻土。 起先,少平以为这就是润叶他二爸。 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他以前没见过。 他心慌意乱地跟着润叶进了边上的一空窑洞。 润叶说他要去看电影,和少平打了个照面就走了。 润叶姐让他坐在一个方桌跟前,接着就出去给他张了饭去了。 现在他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割处,只好规规矩矩地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 还好,这屋子里头没有别的人了。 他环顾四周,发现这个窑里没有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的杂物。 窑洞不小,流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 在这张方桌的周围,摆着一圈椅子和凳子,显然这是专门吃饭的地方。 正在这个时候,少平听见外头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还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 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他在县医院里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 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要找徐大夫。 他又听见徐大夫很大的声音喊着, 爸,你怎么不穿棉衣啊,小心着凉,我不冷。 少平估计,这就是刚才他在院子花坛旁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就是田主任的老丈人了。 不一会儿,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少平赶紧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绘粉条放在他的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 润叶姐亲切地用手碰了碰少平的胳膊, 快坐下吃吧,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下碗块,你别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里头吃不好,啊? 说吧,润叶姐拿着木盘又出去了。 孙少平的喉颜鼓,剧烈地耸动了起来,肉菜和白膜的香味都使他感到有些晕眩。 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后什么也不想了,闷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此刻他心里头很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否则这顿好饭吃着会有多别扭啊。 很快他就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静光,而且还吞下了五个馒头,本来他还可以再吃两个,但是他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像话了。 吃把饭他放下碗块,感到肚子里头隐隐得有点不舒服,他吃得太多,也吃得太快了,他那消化灌了高粱面膜的胃口,禁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 于是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在脚地上来回走了两步,这个时候润叶姐进来了,在他后面还跟进了一个姑娘,而且对少平笑了笑。 润叶姐对他说,少平,这是小霞,是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 他也是财上高中的,田小霞大方地问少平,你和任生是一个班的吧? 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样的发烫,他首先意识到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 他站在这个又阳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叫花子,到人家门上讨吃来了。 润叶收拾着他的碗块,小霞热情地给他泡了一杯茶,小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对少平说, 你看,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藏到我们家来玩吧。 我长了十七岁,还没回过咱们村呢,什么时候,我和你跟任生一块回一次咱们双水村? 我是高一二班的,听任生说过,咱们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一班了,我也没去认识你们。 你看,你看,我这个老乡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哈。 小霞热情地给他泡了一杯茶,小霞把茶杯放在他面前,对少平说, 你看,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藏到我们家来玩吧。 我长了十七岁,还没回过咱们村呢,什么时候,我和你跟任生一块回一次咱们双水村? 我是高一二班的,听任生说过,咱们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一班了,我也没去认识你们。 你看,我这个老乡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哈。 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待说,他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少平同时还发现,田小霞外面的山子,竟然像一个男生一样的披着,这使他感到很惊讶。 他立在脚地上,仍然是紧张得火烧火燎,等润叶把他的碗块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紧对润叶说, 姐,没什么事,我就走呀。 润叶大概也看出了她的窘迫,笑着说,那我还没跟你说话呢。 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她来吃饭的,润叶姐还有事要给她说来。 看来润叶很理解她的难处,马上又对她说,那好吧,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好吗? 小霞把水杯往他面前挪了挪,喝点水再走吧。 嗯,我不渴,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 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玩笑话,这种玩笑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使她却感觉到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小霞看她这样难为情,就赶忙笑着给她点了点头,就出去了。 于是,她和润叶姐相跟上,回学校去。 当他们走到县阁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营面碰上了回家来的田主任。 少平认识润叶她二爸,因为她二爸有的时候路过回村子来。 润叶姐问她二爸。 二爸,你还没吃饭了? 哦,刚开完会。 这位县领导五官长得很像她哥田夫堂,只是头发背梳着,脸面也比她哥和善多了。 她指着少平问润叶,这是谁家的娃娃呀? 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 哦,孙玉后的二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 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 田主任扭过头来问润叶。 哦,和小霞不是一个班,和润叶是一个班。 哦,孩子啊,咱们村儿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 少平很拘束地抠着手指头说,嗯,还有金波。 金波? 他的娃娃…… 润叶姐呵呵地笑了。 不,金波是金进海的小子。 哦,呵呵呵呵呵,金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 啊? 啊,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吗? 润叶姐说,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他。 哦,那好,以后常来玩儿啊。 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 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 少平在衣服金子上把右手冒出来的汗水擦了擦,就跟润叶走上了通往中学的石坡路。 走了一段路之后,润叶姐突然问他,少平,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啊? 回? 那,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儿来一下。 润叶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看少平,只是低着头,用脚把一颗碎石子踢得老远。 少平一时也想不开润叶姐叫他哥来做什么,可是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 只是对润叶姐说,家里头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 嗯,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你叫他来一趟,一定把这话给他烧到。 叫他到城里以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 这下,少平知道,他哥看来是非来不行了,也就对润叶姐说,好,我一定把你的话给他烧到。 这就好。 润叶很亲切地看了他一眼。 这个时候,天已经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的,风温和地扶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清新味道。 多么好的春夜啊。 润叶姐一直把少平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他站定了对少平说,你快回去吧。 说完这话之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来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了少平的衣袋。 旋即就转过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才又回过头说,那点粮票,你拿去换点细粮吃吧。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 少平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 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摸护。 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她的五十斤粮票,按照粗细粮的比例,买了二十斤白面和三十斤玉米。 这个年头,五十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在荣叶姐塞给她的那个小纸包里头,还有三十块钱。 买完了这些粮食,还剩下十块钱。 少平准备拿这些钱给奶奶买点纸腾片和饮药水, 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 她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了学校,换了三十斤亚洲票和五斤欧洲票。 另外的那十五斤白面,她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奶奶和两个小外甥吃。 三十斤玉米面,她已经够满足的了。 在以后的这段日子里,她可以隔三差五的在自己的黑非洲里,夹带上一个金黄色的亚洲。 至于那五斤欧洲票,她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 因为哥哥来到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人家运夜间那吃。 要是哥哥来学校吃饭,他总不能让哥哥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待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中午,少平先到街上给奶奶买好了药, 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 两个人相帮着,把他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上回家了。 每到这个时候,学校里就乱成了一团。 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别的干粮袋, 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 纷纷涌出了学校的门口, 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 在家里头,光景好些的人家, 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上两顿好吃的, 然后再打闹上一口袋像样的干粮, 以便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造饭之外有个补贴。 在这期间, 偌大的学校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样宁静。 直到了星期天的下午, 乡里的学生们又都纷纷地返回来, 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他那闹哄哄的气氛。 邵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 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 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头赶去。 两个人一块骑过好几年车了, 他们一路上换着灯, 倒也轻松愉快。 从县城到他们村有七十华里路。 公社在公路的对面, 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 把公路和镇子连接起来。 一条妖魔五十米长的破烂街道, 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 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 但这个镇子, 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连里, 那就是一个大地方了。 到这儿来赶一回集, 那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 隆重地梳洗打扮上一番。 另外, 这个街上的南头, 还有一个小食堂。 食堂里头, 几个吃得胖乎乎的炊事员, 那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的有名气。 因为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 对于天天都能吃上肉的人, 是多么的羡慕啊。 今天十个节不分级, 因此街上没有什么人, 邵平和金波也没有打算过桥去逛一逛。 前两年在这上初中的时候, 他们到长崖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在他们的眼里也算是大地方。 可是现在, 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 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 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他们俩只是走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的时候, 才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中学也是在河对面, 四五间教室两排石窑洞, 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 安着一副破烂的篮球架。 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现在, 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 但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的亲切。 他们知道,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下午, 除过几个公派的老师之外, 学生和正公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 他们的妹妹蓝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沟道里暗了下来, 风也有些凉森森的。 他们俩站了一会儿, 谁也没有说什么, 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 邵平登车, 金波坐在车后, 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邵平的腰, 一口好嗓音唱起了信天游。 提起个家来, 家有名, 家住在随得三十里普村, 像银子一般轻亮的东拉河, 到这儿水量已经大了一些, 此刻正在夕阳的灰影下, 波光闪闪地流淌着, 和公路并行着在沟道里蜿蜒。 到了冠子村的时候, 邵平猛地一下停住了车, 他突然看见他的妹妹蓝香朝他跑过来, 邵平吃惊地看见妹妹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 就盲问, 出什么事了? 姐夫? 蓝香刚一开口, 就哭得说不下去了。 邵平扭个头对金波说, 你骑车先回去, 那点面先搁你家里, 罢了我再来娶。 金波是个聪明小子, 他明白邵平姐夫家里大概是出了什么事, 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 就骑上车子走了。 上了车子之后, 他又扭过头来说, 要我呢, 你言传一声。 金波走了以后, 邵平用手在蓝香的头上轻轻地摸了摸。 别哭了, 你快给我说出什么事了。 蓝香抹了一把眼泪说, 姐夫叫公社, 拉到工地上, 老叫去了。 我还以为他死了, 在什么地方啊? 就在咱村里。 为什么老叫啊? 他出去饭了点老鼠药, 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姐姐呢? 姐姐抱着猫蛋和狗蛋到咱家去了, 让我留在这儿罩门。 我急得不行, 就在路边等你回来。 那爸爸和哥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我不知道, 我还没回家去, 姐姐就在这儿把我拦住了。 孙少平一下子觉得心里是又急又煎熬。 他知道, 这件事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养愁。 这个年头, 老百姓尽管是少吃缺穿, 但是非常看重政治名誉。 因为要是谁家有一个人给招见上这么一回, 家里别的人根基上会, 都会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 更不要说, 以后要是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 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 那就只能靠边站了。 再说他姐夫平时就溜溜答答不好劳动, 家里光景是一烂包, 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 要是要是劳教丢人不算还不给公分, 这一年下来又不知道要出多少钱量, 现在他们家多年亏欠的钱量都堆在一起, 总也还不上账。 王八蛋! 邵平气冲冲地骂了一句。 这下就苦了个姐姐。 走, 咱现在回村子去。 不行, 姐让我在这儿罩门了, 你怎敢一个人晚上住在这儿啊? 再说, 这家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罩呢? 那几个破盆子烂碗, 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走, 咱上去把门一锁, 回家去啊。 行, 兰乡也早就在这儿待不住了, 想回村子去看看, 事情到底翻腾成了个甚样子。 邵平这兄妹俩, 把冠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 就乡根上一路小跑往回走。 到了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远的地方, 他们俩就紧张地站在公路上, 不敢再往前走了。 公社农田基建会站的工地就在他们村头, 在这儿就已经能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 远处, 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 插着许多的红旗, 人群像蚂一样乱纷纷的。 两个孩子马上想到, 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儿劳教, 说不定爸爸也在那儿, 因为他是基建队的。 当然, 二爸也肯定在那儿, 因为他是大队支部委员, 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 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 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 不过, 二爸是个穷先进, 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清。 再说, 这是全公社的会站, 就是二爸愿意帮忙, 恐怕也顶不上多少事。 两个孩子被眼前这种宏伟的场面吓住了, 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 要是他们一直沿着公路走回去, 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 那多丢人呢? 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外村的民工指点他们俩, 说, 瞧, 这就是王满营的小舅子和小姨子。 兰湘想出个聪明办法, 对他二哥说, 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 邵营想了一下, 同意了妹妹的建议, 于是两个人就蹚过东拉河, 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 转着往回走。 可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的时候, 忍不住都猫下腰, 从土楞边探出头, 往下边的工地上看。 对这两个孩子来说, 这下面不是在劳动, 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 下面的人群乱纷纷的, 红旗招展, 喇叭吼叫, 黄尘飞扬, 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二哥, 你看, 那不是姐夫, 这是推车的那个。 你看, 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上装土了。 邵萍也看见了, 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 便悄悄地拉了妹妹一把。 咱回啊。 那是1975年,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闲儿, 崩得紧紧的。 县、 社、 队、 三级, 一切工作都要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 有的县, 竟然集中四五百个脱产干部, 到一个生产队, 去批判某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公社一级呢, 还出现了一种武装的民兵小分队。 这个组织的工作就是专门搞阶级斗争。 这些各村集中起来的二杆子后生, 在公社武装专干的带领下, 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 粮食和一切当时进卖的东西。 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 或者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 还有小偷、赌徒和所谓各村的村盖子、 母老虎都统统集中在公社的农田基建会站工地上, 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 被劳教的人还不给几公分, 还得自己带口粮、 被褥, 而且每天都要干最重的活, 用架子车送土。 一般是四个好人装车, 一个坏人推车。 推土的时候还要跑, 使得这些阶级敌人 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 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 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 还要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 折磨本人不算, 还要折磨他的亲人, 不光折磨你的肉体, 还要折磨你的精神。 王满营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 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 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 从一个河南首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 他回来的时候就在十哥节的集市上, 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 每包才赚了五分钱。 不知怎么的, 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 王满营是今天上午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 从罐子村带到这工地的。 前几天他逛了一回县城, 从一个河南首艺人那里买了些老鼠药, 他回来的时候就在十哥节的集市上, 倒卖了其中的十几包, 每包才赚了五分钱, 总共还得利不到一块钱。 不知怎么的, 这事儿就让公社的民兵小分队给知道了, 所以现在把他拉到这儿来受这份羊醉。 要说呢, 满营的老祖上曾经当过拔贡, 仙人手里在这一带有过些名望, 可是到了他祖父手里, 抽大烟就把一点家业抽光了, 他父亲后来成了前后村里有名的二溜子。 1947年, 国民党胡宗南进宫这一带, 他母亲在躲避战乱的时候, 把他生在山崖窑里, 第二年,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抚养到十九岁, 在1966年也病故了。 从此, 王满营在这世上就成了孤单艺人,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他似乎很高兴世界能乱成这个样子。 第二年, 满营踊跃地参加了线上的一派武斗队, 第一仗打下来, 他就被另一派俘虏了, 他干脆就又参加了俘虏他的这一派战斗队, 去打他原来参加的那一派。 反正对他来说, 这一派和那一派都是一个样, 只要有好吃的, 每天再给发上一盒烟就行了。 打完第二仗以后, 王满营害怕了, 把枪一丢, 跑回了罐子村。 回家以后呢, 他又不想种地, 灵机一动, 逛到外面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他的买卖都在各地的武斗队那做,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行踪, 因此那几年王满营也总算是混了个嘴油渡园。 不知从哪一天起, 王满营睡在自己冰凉的光土炕上, 忽然想到他该娶个老婆了。 他在脑子里把前村后庄没有出嫁的女子一个个的想过去, 最后他选定了双水村孙玉后的大女子兰花, 那女子长得还俊啊, 再说身体又壮实, 将来砍柴, 担水, 种自留地儿都行, 因为这些下苦活他不愿意干, 也干不了。 他在外面逛得胆大了, 也不找没人, 就自个儿闹腾着给自个儿找媳妇了。 罐子村离双水村才几里路, 他又没有什么事, 于是就三一回五一回地跑个不停, 起先呢, 他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 在双水村头的小路边, 挡住出山回来的兰花, 梅画行画地乱骚情一通, 可怜的兰花由于家里穷, 常常穿一身补丁落补丁的衣服, 他看着这个穿戴一新, 脸儿洗得白白亮亮的小伙子, 这样热心地和他说些叫人耳热的话, 心里倒不由得直跳的。 满银看着兰花对他有了好感, 胆子就大起来了, 有一天傍晚, 在双水村的后河湾里抱着兰花, 把他狠狠地亲了一通, 然后呢, 就把挂包里预备好的, 一身从外地买来的石心衣裳, 塞到了兰花的手里。 兰花坐在土地上, 哭了一鼻子, 他既害怕, 又感激眼前这个男人。 他平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整天山里家里的糙磨, 晚上一倒下就睡着了, 从来也顾不上想这种事。 可现在呢, 罐子村这个胆大的家伙, 把他心中沉睡着的少女的感情, 一下子唤醒了, 就好像是一堆干柴被火引着了, 熊熊地燃烧了起来。 他对王满营说, 这衣裳我现在不敢拿回家, 你先拿回去, 让我给家里大人把这事说了在…… 当兰花给他父亲说, 他要嫁给罐子村的王满营的时候, 孙玉后立刻气得暴跳如雷, 他把他女儿大骂了一通, 坚决反对他和这个逛鬼结婚。 可是没想到, 平时一直对父亲像杨高一样温顺的兰花, 这一次却强硬地一边哭, 一边和父亲顶嘴, 说是他要死, 也要死在王满营的门上。 孙玉后急得脱下一只鞋要打他, 被当时十七岁的儿子绍安给拦住了。 那个时候绍安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庄家人了, 开始在家里煮事。 他上过几年学, 虽然现在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 但理解事情无疑要比他父亲开阔一些。 他已经懂得要尊重一个人的感情, 因此竭力劝说他父亲不要干涉姐姐的选择。 孙玉后拗不过子女, 抱住头蹲在地下, 一声长叹, 也就算是承认了这个他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 结婚以后, 尽管王满营在所有的人眼里都不是一个好女婿, 可是兰花却死心塌地地跟他过日子, 还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胖娃娃。 这男人一年逛逛广幽幽, 他也不抱怨, 拉扯着两个孩子家里地里一个人操摩。 他不怕这个家穷, 因为他从小就穷惯了, 他不管别人对他丈夫怎么看, 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 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个男人曾在他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 头一次给过他爱情的欢乐。 至于这个王满营,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自己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好他坏和别人有屁相干嘛, 他有时候真生气别人多管他的闲事, 哎,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要我怎么样呢? 就说现在吧, 他在工地上接受劳教, 除过累得撑不住之外, 其他的事他倒满不在乎。 推车子的时候, 他把旧制服棉袄的金子敞开, 露出一件汗淋淋的退了色的红线衣, 还像城里人一样, 把线衣的下摆塞在裤腰里。 他那张没有经过什么风吹日晒的脸, 流满了汗倒倒, 他只好不时地把头上一顶肮脏的破泥帽接下来, 开一把脸, 开完了再戴到头上。 有的时候, 避过扛枪的民兵小分队, 他还扭过头对装土的老丈人咧嘴一笑, 嘿, 怕什么? 他经见的世面多了, 他王满淫什么事没做过, 他扛过枪, 耍过赌, 走周过线做过买卖, 还钻过两回别人媳妇的被窝, 并且还欠了众人一屁股的账, 年年过年都不敢在家里住, 得跑到外面去躲债。 他王满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而今还在乎这。 他们村就叫个罐子村, 他王满淫就是罐子村的破罐子, 去他妈的, 破罐子破摔, 反正是个破了。 不过话随时这么说, 王满淫对着无产阶级专政, 心里还是有点怵的, 他那没有吃过什么苦的身子, 一天还没下来, 浑身就已经疼得, 像皮鞭抽过一样了。 他不知道这份羊醉, 还要受多少日子才能算个完。 他在心里头臭骂那个河南手艺人, 几包老鼠药, 害得他王满淫现在吃了这么大的苦头。 他想, 他妈的, 这还不如让做搬房呢, 搬房里虽说不让乱跑, 他总闲呆着不用干活吧。 当然, 听说就是一天不给多吃饭, 反正我饭量也不大, 只要闲呆着, 少吃点趴上来。 王满淫可实在是跑不动了, 他瞅空瞧了瞧, 其他的十几个犯人, 看样子, 他们也都累得撑不住架了。 其中有个妇女, 大概有四十来岁吧, 腿已经开始一瘸一拐的了。 听说, 这女人是牛家沟的母老虎, 她在自留地畔上种了棵花椒树, 被队里没收了, 她就跳起双脚, 把大队书记臭骂了一通, 于是队里就把她推荐到这个地方来了。 王满淫寻思着, 我得行点办法, 让装土的人装得慢一点, 那我就能多歇一会儿。 可是在这儿, 除过王满淫的丈人, 其他三个小伙子, 不知是哪个村的, 他都不认识。 至于老丈人呢, 虽然看起来对他已经恨之入骨, 倒也不专意整他, 只是不紧不骂的装着土, 脸可是像霜打了一样黑森森的, 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是嘞, 他给他孙玉后丢了人, 老丈人现在恨他, 他孙玉后实际上不是这阵才恨他, 多少年来就一直恨着他。 王满淫突然想起来, 那天在十哥节卖完老鼠药以后, 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包大钱门烟, 抽的还剩下几根, 就在棉袄兜里揣着。 他想, 敢不敢把这纸烟偷偷地, 给这几个装土的生人塞上一根呢? 只要他们接了烟, 说不定就能宽一些了。 试试看吧, 说不定能盯点事儿, 俗话说嘛, 人活七十, 谁不为一口吃死来。 当他送完一趟土, 又返回来的时候, 看着民兵小分队的人不在跟前, 就慌忙从口袋里摸出那几根纸烟, 一边眼睛瞄着远处, 一边笑呵呵地把烟送到这几个厚生的面前。 这几个人先是愣住了, 可一看是这么高级的烟, 互相间看了一眼, 不知如何是好。 诶, 咬门了。 王满盈一看他们动摇了, 随时就把烟硬往一个表现最动摇的小伙子手里塞。 这个人犹豫了一下, 把烟接过来, 很快地装进了他自己的衣袋里, 因为他现在不敢抽, 可是等到歇功的时候, 谁又能知道这烟是他自己的, 还是王满盈的。 另外两个人一看, 这个已经当了叛徒, 那他们也就照样做了。 当然, 王满盈可没敢给老丈人, 他看见老丈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王满盈也不在乎, 心想, 你瞪啥眼来, 你老人家没看见, 你这个女婿精能真来。 这个时候, 孙玉后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 一直到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 而且还要让他来给王满盈装土的时候, 孙玉后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 让他钻进去呢? 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 从一生下到现在, 52年来, 他没有过过几天好日子, 他之所以还活着, 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 还能想上什么福, 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孩子。 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 他受罪一辈子, 也就算心甘情愿了。 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 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些, 他只是拼着老命的挣扎, 让后人们像一般的庄稼人那样, 不缺吃, 不缺穿, 也就算心满意足了。 但是, 这个年头, 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撒干了, 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 到处都是窟窿眼儿。 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 破衣烂衫, 少吃没喝的, 在学堂里遭人家白眼受委屈。 大儿子本来是块念书的好材料, 可结果连初中都没上, 十三岁就回来受了苦, 帮扶他支撑这个家。 算一算, 大儿子已经二十三岁了, 还没个媳妇, 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 大部分都已经去过家了, 可他孙育后拿什么给孩子娶呢? 现在娶个媳妇, 尽管公家反对出彩礼, 可哪家又能少了千八百呢? 话说回来, 人家养大一个女儿也不容易, 千八百又算个啥? 谁家的女儿能像她的兰花一样, 白白地扔给这二溜子? 当然, 话又说回来, 这样一笔取亲钱对她来说, 大的简直是太可怕了。 另外, 就算是能娶回来个媳妇, 又往哪儿住呢? 全家统共就能一眼土窑, 他们老两口和快八十岁的老母亲住着, 大儿子绍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小的土窝窝安身, 两个念书的娃娃, 每个星期六回来, 都只好到河对面金峻海的家里借宿, 没力气再打击空土窑啊, 本来他家占有一块多好的癌食, 米家镇的米阴阳当年在罗盘上给看过这块地方, 说是土麦, 风水, 都是双水村最好的。 可是绍安当上个生产队长, 没什么空子, 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东宫, 一年下来又要多出钱俩, 再说, 就算是钻下两个土洞子, 做门窗的钱又从哪儿来呢? 这穷山穷水长不起来树, 木料跪着能吓死人。 但是所有这些愁长事加起来, 也没有他对大女儿兰花的事煎熬了。 这死女子当时不听她的话, 硬是跟了罐子村这个二溜子, 家里头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她想起女儿拉扯着两个孩子, 一个人在家里家外操摩, 嘴唇一年四季挂着白炮, 手像男人的手一样铺满了老茧的时候, 常常忍不住在山里抱住头哭上半天。 她更心疼自己的两个小外孙, 这是孙家的第三代人了。 为了不让娃娃们受苦, 她几乎满年四季都让两个小东西在家里住, 可这又给她增大了负担。 可没有办法呀, 如果这两个孩子能有个好父亲, 还用得着她操这么大的心吗? 眼下孙玉后, 机械地拿着铁仙往架子车上装着土, 驮了背的高大身材尽量地弯下来, 她不愿意让众人看, 她也无脸看众人, 她真想抡起铁仙, 把眼前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婿砍倒在地上, 不要脸的东西, 你成了这个熊样子了, 还能什么呢? 你不想想, 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在家里西黄城河盛呢? 孙玉后想, 等收工以后, 她先回家吃点饭, 就到罐子村去走一趟, 把猫袋和狗袋接回来, 可她并不知道, 她的女儿抱着两个娃娃, 已经到了她家了, 孙玉后的家里, 现在是乱成了一团, 兰花正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 给她妈叙说, 扛枪的人怎样把她男人从家里给拉走了, 兰花这个善良的, 不认字的女人, 根本就不能判断这种事情的深浅, 起先, 她还以为人家是要把她男人拉出去枪毙呀, 直到后来, 村里的人才告诉她, 王满淫是被拉到她娘家村里劳教去了, 于是她在公路边把放学回家的兰箱挡定, 让妹妹看住她的家门, 自己拉扯着两个孩子赶到了娘家的门上, 打问看公家如何处置她男人, 她现在其他的什么事也不考虑, 只是关心她男人的命运, 听双水村的人说, 现在是四个人装土, 让她男人一个人推着车子跑, 而且还有扛枪的人跟在屁股后面罩着, 她的心都要碎了, 娃娃的老子没受过苦, 这不几天就把她的命要了吗? 她还听说, 人家强迫她父亲给王满淫装土, 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 说不定会扫得行了短见。 兰花现在最着急的是, 她的大弟弟绍安没有在家里,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如果绍安在众人心里头还能有个依托, 可是绍安到米家镇办事去了。 顺便说说, 这米家镇虽然属外县, 可在旧社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镇子了, 双水村周围的人要买点什么重要的东西, 如果石鸽节没有, 也不到他们的元西县城去, 都到外县的米家镇去支办, 米家镇不仅离这儿近, 货源也比他们的县城齐全, 不光有本省的, 还有北京、天津进来的货物。 可是孙绍安不是到米家镇去买东西, 而是给队里的牲口看病去了, 生病的是队里最好的一头牛。 石鸽节没有受一战, 今天早上队长就亲自邀着牛去了米家镇。 兰花知道, 米家镇离双水村有三十多里路了, 牛的畜生走得又慢, 绍安说不定今天晚上都回不到双水村。 眼下, 这个惶恐不安的女人, 只是扯着他母亲的袖口哭个不停, 他妈呢, 也只好陪着他哭。 两个大人哭得顾不了娃娃, 猫蛋和狗蛋又不知道两个大人到底是怎么了, 也只好揪着母亲和外婆的腿, 放开了嗓子嚎。 不知道内情的人, 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哭嚎声, 准会以为这家真的死下人了。 一家四口正在哭的时候, 少平和兰湘进了家门, 看见他们两个回来, 兰花母女俩都先后停了哭声。 少平掏出来在城里买的几块水果糖, 塞在了两个外甥的手里, 猫蛋和狗蛋高兴地连忙就往嘴巴里塞。 少平看了看, 脸上忽着泪痕的母亲和姐姐, 说, 哭什么了? 事情出了, 就按出了的来。 兰湘什么话也没有说, 悄悄地提了个猪食筒, 出去喂猪去了。 孩子知道, 家里这么大的事, 他帮不上什么忙, 最好做点实际的事, 好给烦乱的大人, 省下些麻烦。 兰湘什么话也没有说, 悄悄地提了个猪食筒, 出去喂猪去了。 孩子知道, 家里这么大的事, 他帮不上什么忙, 最好做点实际的事, 好给烦乱的大人, 省下些麻烦。 他看见母亲和姐姐坐在炕上哭, 就知道猪还没有喂。 这口猪可是他们家的命根子啊。 大哥每年开春都要借上钱, 买一只猪娃, 一家老小相当着喂到年底, 肥得连走都走不动。 可过年的时候, 家里从来没有杀过猪, 为了换个整钱, 都是活卖了。 这猪钱就是第二年全家人的银行, 包括给他和他二哥交学费, 买书和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具。 兰湘走了以后, 少平才发现, 奶奶还坐在炕上哭, 而且看见他一个劲地用手势招呼他到他跟前去。 少平赶紧上了趟, 蹲在坐着的奶奶面前, 准备把他从那一堆破烂被褥里边扶起来。 少平以为奶奶是要上厕所, 示意他姐姐赶紧把门外的便盆给拿进来。 这一下, 兰花和他妈妈的注意力才转移到老人这一边来了, 赶忙寻便盆, 生怕老人把史妙拉在炕上。 看着兰花和他母亲两个人坐在炕上对着哭号, 老人起先并不明白家里出了什么事。 想来想去, 寻思着, 这必定是家里死下什么人了。 可又不知道怎么的, 他又觉得死的这个人, 似乎就是他的大孙子少安, 于是也就放开嗓子哭嚎起来。 现在, 老太太一边哭, 一边生气地用手势制止他们给他找便盆, 并且对兰花母女先前不给她说明灾祸, 而现在又误解她的意思, 在脸上表现出强烈的愤慨。 她声音沙哑地哭喊着, 我的安安啊, 然后用一只手揪着邵萍的领口, 让邵萍尽量挨尽她。 老太太哭着问邵萍, 他们把安安枪打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 安安的尸首拉回来了没有啊? 哎呀, 我哥好好的嘛, 谁跟你说? 他们说, 枪打了, 那把谁打死了? 谁也没死, 都活着呢。 那你妈, 你姐, 哭谁呢? 是我姐夫, 她, 你姐夫? 她怎么了? 老太太一下子就不哭了, 使她宽慰的是, 最亲的人没有出事。 对她来说, 兰花的女婿虽然也算是重要, 但终究没有家里其他的人重要。 可是邵萍仍然不知道, 应该怎么给奶奶说清楚, 她姐夫的这件事, 就只好随便地说, 她犯了点错误, 人家让她牢叫。 猫叫。 老太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邵萍倒忍不住地笑了。 这时候, 邵萍她妈已经下了炕, 对儿子说, 你就给奶奶说什么事也没。 你和我姐哭, 她都看见了, 能哄得了吗? 这时候, 老太太更急了, 她指着脚地上池塘的猫蛋说, 是猫蛋? 她不是好好的吗? 不是吗? 是我姐夫。 老人看来非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不可了。 他用他的瘦手紧紧地揪着邵萍的领口, 追问着, 你姐夫? 出什么事了? 猫叫是怎么了? 不是猫叫, 是牢叫。 就像学生娃调皮, 叫先生训了一通。 邵萍集中生智, 即兴想了个奶奶可以理解的解释。 哦, 老人这才出了一口长气, 瘦手把他的领口放开, 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他这下总算是听明白了。 哎, 这算个屁事啊, 还值得老老小小的哭上一场啊。 旧社会的时候, 先生常拿戒指, 把面书娃娃的手都给打肿了, 肿得像发面嬷嬷一样, 这一顿算个什么? 一场想象出来的恐怖, 在老人的脑子里消失了。 像往常一样, 他立刻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少平现在才想起来, 他还用润液结给他的钱, 给奶奶买了两瓶眼药水和一瓶止疼片。 奶奶浑身都是病, 尤其是眼病, 已经害了许多年了。 家里头买不起药, 奶奶也不让买, 终于脱成了慢性病。 还记得在小的时候, 每个夏天的早晨, 他都要和妹妹兰香到野地里去拔一些带露水珠的青草叶, 小心翼翼地捧回家里, 淋在奶奶的眼睛上。 奶奶说这比点眼药水还舒服。 有那么一回, 早上的露水不多, 他和妹妹好不容易摘了一些青草叶, 兰香那个时候还小,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 把草叶上的露水珠全给撒光了, 急得兰香哭了一个早上。 自从奶奶瘫在炕上不能动的, 全家的人都很伤心, 家里每顿饭的第一碗, 总是先端给奶奶的。 他们几个孙子更是对奶奶有一种无限依恋的感情。 他们每一个人, 谁不是奶奶在被窝里搂大的。 邵萍给奶奶把被子围好, 就从炕上跳下来, 对已经乱得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的母亲和姐姐说, 姐, 你先给咱做饭, 妈, 你把咱的高粱和黑豆装上一点, 再腾出一床扑给, 我过一会儿给姐夫送到民工大造那儿去, 晚上你就和姐姐在这摇里住。 要是哥哥不回来, 我就叫我爸住他的小窑里, 我和兰湘呢都到金波家里去住。 要是我哥回来了, 那就叫他到队上的饲养室凑合上一晚上。 邵萍冷静地给没了主意的母亲和姐姐安排了眼前一些最当紧的事。 他刚回到村里的时候, 就已经听说哥哥去米家镇给队里的牛治病去了。 父亲眼下又没有回来, 而且眼下父亲的心情肯定已经坏到了极点。 眼看着天就要黑了, 家里还处在混乱之中, 现实要求他立刻成为这个家的临时主事人。 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应该对家承担一些责任。 想想看, 哥哥在这个年龄,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门外, 都已经是大事小事一身丹了。 母亲和姐姐都立刻按他布置地去坐了。 此刻, 邵萍的心情甚至处于一种昂扬的状态中。 以前, 每当生活的暴风雨熄来的时候, 他那颗年幼的心总要为之站立, 然后便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经受垂打。 一次又一次, 使他的心脏渐渐地有力起来, 并且在一次次的磨难中, 他也尝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 他觉得自己正一步步地迈向了成年人的行列。 他慢慢地懂得了, 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 他已经看过很多的书, 知道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了不起的人, 都要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 邵萍从香盖上他那个破烂的黄书包里, 取出了给奶奶买来的药。 他拿着药瓶又上了炕, 把昏昏然的老奶奶摇醒, 将药瓶举到奶奶眼前说, 奶奶, 你看我给你买的药, 这是治眼睛的, 这个是止疼片, 你浑身什么地方觉得疼的时候, 就吃上一片。 老人发红的眼睛顿时一亮, 塌陷了的嘴巴, 蠕动着, 吃力地抬起一只瘦手, 在邵萍的头上浮摸了半天, 只是更业地说, 我平平 长大了, 你把头抬起来, 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 当邵萍给奶奶点完眼药之后, 他看见奶奶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 他默然地溜下炕来, 一股温热而酸楚的情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使他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在心里说, 奶奶, 要是我长大了, 有办法了, 你还活着, 我一定叫你好好想几天福。 这时候, 父亲突然从门外进来了, 全家人顿时都停止了干活, 瞅着他的脸色, 想知道外面的事情到底是怎样了。 孙玉后脸上黑森森的, 一句话也没有说, 把铁仙搁在门背后, 家里的人看他这个样子, 谁也没敢言传。 蓝香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出去捡了一筐柴火, 这时候悄悄地从门那进来, 又悄悄地去灶火格拉里倒柴去了。 孙玉后站在脚地上, 烟锅在烟口袋里不停地挖着, 也不看什么人, 说, 把家里的粮食预备一点, 再腾出一床铺给来。 这些我都让妈准备好了, 过一会儿我就给姐夫送去。 孙玉后扭头看了看儿子, 脸色缓和了下来, 他并不是心疼那个趴雄女婿, 只不过这类事总得要他管罢了。 他是在内心里感谢儿子能看见他的死活, 把这些他多不想管的事都替他管了。 这时候, 他死后才发现他的二小子已经长大了。 是啊, 瞧他的身板, 像他哥一样高高大大的了。 只不过学校吃喝不好, 鸡瘦了些。 说实在的, 育后老汉在心里头时常为自己的子女而骄傲, 孩子们一个个都懂事名理, 长得浊浊壮壮的。 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这就是他活着的全部价值。 现在, 天已经有些麻麻糊糊的了。 少平他妈突然在郭灶边慌张地叫道, 哎呀, 我的天哪, 我这死人咋忘了喂猪了呢? 孙玉后一听就火了, 正要开口数了老婆, 就听见女儿兰香在灶火格拉里说, 妈, 猪儿已经喂过了, 摇里所有人的目光, 一起投向这个他们谁也没有留意的十三岁的孩子。 他正从筐子里望出稻柴火,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捡回来好几筐柴火, 足够家里一两天烧的。 小小的兰香, 默默地做着他能做的一切活路。 孙玉后老两口大受感动地看着他们这个最小的孩子,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按说呢, 他是家里最小的娃娃应该浇灌一些, 可孩子长了这么大, 还没给他扯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现在兰香已经到十哥节上了初中, 可身上还七长八短地穿着前两年的旧衣服。 孙玉后慢慢地从窑里走出来,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 不停地挖着汗烟袋。 他勾搂着高大的身躯, 狮神地望着东拉河对面黑乎乎的妙平山。 山依然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 没高一尺, 也没有低一尺。 可是他已经老了, 也更无能了。 一家人匆匆地吃喝了一点饭之后, 邵平他妈就装起一罐高粱黑豆浅浅稀饭, 他心疼女婿就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 放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膜和几筷子酸菜。 邵平提起饭罐, 扛着一小盔铺盖卷出了家门, 去村里的小学, 把这些东西送给他那个落难的姐夫。 为了拿着顺手, 他把一点粮食卷在了铺盖卷里。 邵平出了院子, 下了一个小坡, 来到了公路上。 这时候月亮已经从神仙山和妙平山那边升了起来, 隐隐约约地照出模糊的村庄和大地。 邵平他们家在最南列的村头, 独家独院和村里其他人家不仅相连。 走出一小段路后, 就是田家个闹, 一个小山窝里, 土摇石摇, 挨家挨户, 高低错落, 层层叠叠。 双水村田姓的人家大多住在这儿, 因此就管这儿叫田家个闹。 邵平他二爸孙玉婷也住在这儿, 和大队书记田夫堂家离得不远。 本来邵平他们家当年也住在这儿, 在他两岁的时候才搬走了。 那是1960年的时候, 正是困难时期, 在山西太原钢厂里当工人的二爸孙玉婷突然不干了, 跑回家让他哥给他娶媳妇。 二爸娶过二妈之后, 住首先就成了问题。 老人手里头就留下一孔窑洞, 爸爸只好把这窑让给二爸他们住了, 他们全家借了和对面金波家的一孔窑住了好几年。 后来,爸爸才在现在住的地方打了这盐土窑, 算是重新安下了家。 这田家哥老的田姓人家, 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 后来从外村流落来的少数杂姓人家也都住在这一带。 现在,除过田夫堂家的院落要稍稍出众一些之外, 大多都还是一些破墙烂院。 虽说新社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可是一般的村民要孤窑盖房, 那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田家哥老的对面, 从庙平山和神仙山之间的沟里头, 流出了一条细的像麻绳一样的小河, 和大沟道里的东拉河会留在一起, 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洲。 在小洲的洲角上, 还有那么一座不知道什么年间修建的龙王庙。 从田家哥老的公路上下去, 蹚过东拉河, 穿过三角洲的枣林中的一条小路, 就是和东拉河在庙前交汇的枯叶河。 正是因为有东拉河和枯叶河, 这座村子才起名叫双水村。 过了枯叶河, 就是金家湾, 除过少数几家的杂姓, 大多住着金姓人家。 一道向阳的湾里, 家户住得密密麻麻, 相当拥挤, 只是在隔过金家祖坟的后山嘴那儿, 丹链还有两大户人家, 也都姓金。 一大户是二队长金骏武兄弟三家, 另一大户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兄弟三家。 古时候, 旧社会, 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 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属于金家。 据传在宋明两个朝代里, 这金家曾经出过几个明镇州府的大地主, 想必他们当时占有的土地, 已经远远超出了双水村的范围。 但据说明末的时候, 蒙古俄尔多斯那一带的湖人, 曾经大规模地入侵到这里, 把这家大地主连杀带抢, 家业也就基本上踢他光了, 后来再也没有发达起来。 到了土改的时候, 金家除了一家定了地主, 两家定了富农之外, 剩下的一部分定了中农, 大部分还都是贫下中农的成分。 在金家湾村舍和长柏树的坟地之间, 过了枯叶河桥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土坪, 双水村小学就在这块土坪上。 自从石鸽节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站以来, 学校的教室就成了外村民工晚上住宿的地方。 这地方当然只能住一小部分人, 大部分民工都分散着住在村里各家的咸窑里。 住在学校教室的民工到第二天早上得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来, 集中到边上的一孔放体育器材的窑洞里, 好让学生们白天上课。 晚上,民工们把课桌一拼, 就当着床。 这些天来, 学校里还专门腾出来一孔窑洞, 让各村拉来的劳教的人住。 今天这孔窑洞里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那就是王满营。 眼下, 这些人已经收工回来, 被集中在这孔窑洞里, 一个扛枪的民兵在门口照看着, 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 他才能把这些劳教的人引到民工大造那儿去。 此时, 这个民兵正在为王满营的食宿发愁呢。 孙少平扛着铺盖, 提着那罐饭从田家格闹的公路上下来, 小心地踩着石头过了东拉河, 穿过庙平, 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走过来, 静止往小学校的院子里走去。 这地方他太熟悉了, 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整整地上过五年学。 孙少平刚进学校院子, 正在关牢教的人的那口窑门口照看着的, 那个扛枪的民兵就迎面过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还冲他笑嘻嘻的。 少平在月光底下仔细地看了一下, 才发现这个人是他初中的时候一位同学的哥哥。 那个同学是夏山村的, 后来没上高中, 在初中的时候, 有一年他们学农到夏山村, 就住在这个同学的家里, 和这一家人很熟悉。 同学他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我正发愁你姐夫今儿晚上没铺盖呢。 少平没心思在这地方多逗留, 能不能叫我姐夫出来一下, 让我把这些东西交代给他? 这怎么不能呢? 又没犯死罪? 王满盈, 出来一下! 王满盈粘头搭脑地走出门槛之后, 惊讶地看见是他的小舅子, 便把罗的的腰稍微直了一下, 脸上倒显出了几分羞愧的颜色。 少平把铺盖卷和饭罐放在地上, 对姐夫说, 这铺盖里有些粮食, 罢了, 你浇到大灶上。 王满盈先顾不上什么, 急忙在饭罐上面的碗里, 抓了一个黑膜, 狠狠地咬了一口, 几乎没嚼, 就往下吞咽, 噎得他脖子一斩。 等咽下这口饭后, 他才问少平, 不知你姐和猫蛋狗蛋, 他们都在我家里, 少平厌恶地看着他。 那就好, 回去跟你姐说, 我什么都好着了, 叫他不要着急。 他扭头看了看, 已经离得远了一点的扛腔的后生, 又悄悄地对少平说, 给你姐说, 还有剩下的几十包老鼠药, 就在家里的香盖上放着, 叫你姐可藏好了, 不敢叫娃娃不知道给吃了, 还叫他, 没等他说完, 少平就已经气哄哄地转身走了, 他真想给这个不争气的姐夫打上一记耳光。 他下了学校的小土坡, 沿着枯叶河, 向金教湾的村舍那走去, 他不打算回家了, 想直接到金波家里去住宿, 家里没有地方住, 每星期六回来, 他都在金波家里过夜, 那儿又暖和又干净, 金波的妈和妹妹都把他当自家人一样看待, 只有在那儿, 才能在他沉重的生活中, 度过一个舒适的瞬间。 当少平走到枯叶河小桥附近的时候, 看见从对面庙平早林中间的小路上, 走过了一个妇女, 他没看清楚这个人是谁, 就听见喊他的名字, 听着声音, 他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二妈贺凤英。 说实在的, 少平在心里头并不尊敬这个长辈, 当初这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女人来到他家门上之后, 就把他们一家从祖传的老窑里给赶出来了。 在以后的年月里, 这个女人仗着念过几天书, 根本不把少平一家人放在眼里, 动不动就拿很脏的话骂他母亲, 并且把少平早已顽固的爷爷的名字也拉出来臭骂。 直到少安哥长大之后, 有一次这个女人又骂他母亲, 哥哥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 从那以后, 他才停止了对他们家这种放肆的辱骂。 到后来, 少平兄弟俩都长大了, 哥哥又当了生产队长, 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 这女人和他二爸就更有点怯火了。 二爸和二妈两个人是穷积极, 在队里呢都付上点责。 一个是大队织尾, 一个是妇女主任。 黑天半夜的开会, 三个娃娃撂在家里, 没有人管。 他们家的光景是一烂包, 二爸经常穿着破衣烂伤, 饿着肚子, 还常给别人讲革命大道理。 村里的人明着不说, 背后谁不耻笑他们。 现在呢, 这位妇女主任已经从枯叶河的小桥上过来。 少平看见他头发梳得油光, 通常他都是用木树, 沾着自己的兔沫梳成这个样子的。 而且他今天又穿起了结婚时候的那件 已经很旧的红丑袄。 因为外面的罩衣太短, 那棉袄的红边在罩衣下面露出了一圈, 非常的眨眼。 一看见二妈这身打扮, 就说明他今天晚上又要在公众面前露脸了。 果然, 他站定了对少平说, 呃, 今儿晚上, 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会, 你参不参加呀? 哎呀, 人家叫我领导着布置会场, 这不我刚把碗搁下就…… 哎, 你姐夫他…… 哎…… 他叹着气, 表示了一种同情和痛惜, 让少平知道他终究也算是自家人。 哦, 你忙你的, 我要到金波家去了。 少平说完, 就转过身走了。 再说孙玉后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隔壁绍庵的小土窑里, 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弟孙玉婷喊叫他的声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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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玉后觉得很奇怪, 玉婷怎么不上家里来? 往常孙玉婷有事没事, 吃完饭总要到他们家里来坐上一阵, 穿着他那双麻绳子捆绑的烂鞋, 往他家前抗的铺盖卷上一靠, 没完没了地在他的烟口袋里挖着抽上半天烟。 玉婷热心公家的事, 装进行里又不行, 因此迎误不起来汗烟, 满年四季都是他搁弓着。 每回玉婷来的时候, 玉后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剩下的饭, 给玉婷热上端了一碗。 玉婷嘴里推让着, 两手可一把就接过来。 绍安他妈知道玉婷在家里吃不饱, 总要牵挂着给他添上两碗。 父亲去世早, 玉婷从五岁上, 实际上就是他哥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 尽管玉婷成家以后, 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绍安妈欺负上了一回又是一回, 怕老婆的玉婷连一声也不敢吭, 可绍安他妈不计较这个。 因为绍安妈从小把玉婷抚养大, 心里对他有一种疼爱的感情。 人常说老嫂为母, 这话可一点也不讲。 这时候玉婷仍然一声接着一声的在公路下面吼叫, 我哥,我哥。 玉后听见他兄弟这么喊叫, 又不上他家里来, 不知出了什么事, 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 一边给下面的玉婷答应了一声。 在院子外面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 玉后心里才恍然大悟, 他兄弟今天晚上不上他家里来, 是因为他的女婿今天被劳叫了。 眼下玉婷在公社里正被看得起, 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眼下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 玉婷怕人家说他画不清界限, 因而连累了他, 所以才不上他哥家里来了。 玉后来到公路上, 半天才看清楚他兄弟站在路边的一棵树影下边, 他走过去问, 什么事儿? 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想和你拉两句话。 你先放宽些。 玉婷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 这同情是真诚的, 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 玉后没有搭什么话, 默默地从自己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 点上抽了起来。 玉婷也从自己身上掏出烟锅, 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 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 对他哥说,"哥, 满淫一脑子的资本主义, 劳教两天是小事儿, 要是再不学习和改正, 那可说不定就要进班房儿啊。 亲戚们也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 玉后还是一声也不吭, 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了, 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小外孙难受。 今天晚上, 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 邵安没回来, 你家里其他人也参加不成, 你好歹要去一下, 不要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啊。 我不去, 不劳动不行, 不开会还不行啊。 哥, 你可不敢这样, 咱是贫下中农, 毛泽西号召的事儿咱咋能不积极呢? 反正我不参加, 我的气已经受够了, 哪怕明天让我也唠叫了。 玉后说完了, 气恼的转过身就忘回走, 他心里烦乱, 哪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 续到这好事儿了。 玉婷看他哥这样将, 也无可奈何了, 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么反动, 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 恐怕今天晚上也得上批判台。 唉, 玉婷的心里是烦透了, 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 在他的亲属中间, 突然出了这么一件叫他为难的事儿。 玉婷失望地看见他哥快上了土坡, 就又轻轻地喊叫了一声, 哥, 你先等等。 玉后以为他还要劝自己去参加批判会, 站住吼叫说, 你走你的, 不要管我。 不是, 哥, 你再给我抓把烟。 玉婷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口的里, 掏了一把汗烟, 装进自己的烟口的里, 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 玉后低着头站了一会儿, 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 叹了一口气, 慢慢地走上了自家的小土坡。 那是1939年, 那时候孙玉后十六岁, 玉婷才刚刚五岁, 他父亲得劳病死了, 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 旧社会, 女人不心出门, 母亲又是小脚, 只能在家里操摩。 山里和门外的事儿, 都搁在他孙玉后一个人身上。 他们家又没有地, 他只好在周围村庄里, 给光景好的人家里帮工, 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 二十二岁的时候, 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 他媳妇虽然面黄激瘦, 但对他妈和玉婷都特别的好。 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 日子过得还很一体。 他为了挣点良言买油的钱, 冬天农闲的时候, 就给石根捷一家商行去邀生理。 翻山越岭走上几十天, 从军渡过黄河, 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 山西柳林祠闻名吉省, 他给石根捷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 他自己也有了一点工钱。 手里头有了几块钢羊之后, 他突然发痕想供他弟弟上学。 在当时来说, 玉后算是庄稼人里头很有魄力的。 他十六岁就出去闯荡世界, 眼界当然要比一般的庄稼人宽阔得多。 孙玉后当时想, 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 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啊。 从古到今, 这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 他想他自己这辈子是不丁事儿了, 但说不定能把孙玉婷造就成孙家的人物。 如果是这样, 他孙玉后辛劳一辈子, 那也就值得了。 再说, 他看玉婷这娃娃脑子还灵, 他已经在村里教东书的金先生那儿, 识下不少字儿了。 1947年, 那时候玉婷十三岁, 当时这一代正处于战争状态, 孙玉后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 同时还得种地, 东跑西奔, 忙忙乱乱, 可他仍然惦记着玉婷上学的事儿。 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 连学校都停办了, 眼看玉婷岁数已经不小, 再不念书就晚了。 孙玉后突然想到, 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达辞的时候, 有一次一家姓陶的姚主家出了事, 他冒死救了陶姚主的性命, 老陶感激他, 和他结了拜把子兄弟, 陶兄一再说, 以后他要有什么事, 就来找他, 他一定全力相帮。 孙玉后当时想, 我为什么不把玉婷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 他立即登门, 请村里十字的金先生, 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师写了封信, 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兄弟去那读书。 老陶很快地回了音, 说只管把玉婷送来, 叫玉后什么也不要管, 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 就这么着, 玉后把玉婷送到了山西柳林镇。 在这期间, 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 临行前, 他老婆总要把玉婷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 还要做上许多茶饭, 让他给玉婷带去。 对于他们来说, 玉婷不仅仅是亲人, 也是这一家人未来的指望。 到了1954年, 玉婷初中毕业, 到太原钢厂里当了工人, 与后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虽说玉婷是个工人, 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做事情的人。 可是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 孙玉婷突然跑回家来, 说他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口的土豆, 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 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 参加农业生产。 这可把玉后急坏了, 好说歹说, 就是说不转玉婷。 玉后也没有办法, 也只好打问着给他找媳妇。 那个年头, 他家穷得钱没钱是凉没凉, 他身边又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孩子年纪又都小, 没什么帮手, 尽是连累。 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腐肿了, 可是弟弟已经26岁, 也确实该娶媳妇了。 而玉婷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 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 他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 他母亲也陪着玉婷哭哭哭哭。 玉后看玉婷这样没出息, 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 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的指望, 算是落空了。 但他心平气静, 并不为此而过分的懊悔。 是啊, 这是命运。 就像是辛辛苦苦迎悟了一年的庄稼, 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 难道你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利己吗? 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 他四处疯跑着, 给玉婷打问对象, 但是所有人家的彩礼都要得太高了, 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都卖了, 也出不起这个价。 在万般交集中, 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代事, 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 本来呢, 孙玉后是有病乱求医, 并没抱着多大的希望。 可没多久, 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 说离柳林镇二里路有一个女子, 愿意跟玉婷。 老陶说玉婷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 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婷同过学, 官名叫个贺凤英。 玉婷的确认识凤英, 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 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 玉后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 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事, 接着又搬家藤瑶, 另起了炉灶。 前后这么一折腾, 除借瑶住不算, 还欠下了一河滩的账债, 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 到了后来, 玉婷因为不会劳动, 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 日子过得是没棱没眼, 连他的光景也不如了。 但他除过能供得起他汗烟和一碗剩饭之外, 也就再也没有能力照管他了。 可话又说回来了, 孙玉婷自己觉得, 他现在穷虽然是穷, 倒也自有他活人的一番畅快。 玉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 农田基建队队长,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 一身三职, 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全村开个大会, 尽管他衣裳不太体面, 但也常常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 他又有点子文化, 上面要来个什么文件或者材料, 书记田富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 回回都是他孙玉婷给众人宣读。 那时候, 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 把鸡肠饿度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回到家里, 三个孩子饿得乌蛙乱叫, 他老婆又出去为骂账的村妇调解是非, 上顿饭的碗块都还没洗地撂在锅台上, 到那个时候, 他才感到对生活稍微有点灰心。 他一个人坐在灶火格拉里拉风向, 饭还没有熟, 三个孩子像土匪一样的趴在锅上, 三下五出二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到这个时候, 他也不由得想起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 炖炖白蒸馍大肉菜, 那喷鼻香啊, 那时候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 那真是不可思议, 要是现在的话。 孙宇婷在家里胡乱地吃喝了一点, 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孙宇婷在家里胡乱地吃喝了一点, 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 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 他才能把恶肚子放在一边, 在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乐。 自从石隔节公社集中十几个队的民工, 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 孙宇婷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了。 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志工, 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 后来公社又研究, 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抽出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 因为会战就在双水村, 这差事当然也就落在了孙宇婷的身上。 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 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 他哥当年没有能把他造就成个人物, 而革命已经炎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 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婷, 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子。 而最使他满意的是, 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 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 由于他是副总指挥, 做饭的人都巴结他, 碗里的肥肉明显的比别人多。 过上那么个两三天, 他还可以和志工和高虎 钻在造房后面的小土窑里, 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 喝两口烧酒来。 今儿晚上, 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 不用说, 这个会还得要他孙玉婷主持。 志工是总指挥, 他要在开头和结尾的时候讲讲话。 高虎虽说也是个副总指挥, 但年轻, 只管民兵小分队的事。 开这种会, 一般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 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玉婷本来吃完饭, 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 但是他想起得给他哥打个政治招呼, 因为满盈被劳叫了。 今天晚上的批判会, 他哥一定要去, 好让公社领导看见他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玉婷一想起王满盈的事, 心里头就不痛快, 无论如何, 这小子也算和他沾上点亲, 这使他这个副总指挥多少觉得有点不光彩。 如果他哥能正确地对待这件事, 或许他在台上还能站得踏实些, 可是他专门去提醒他哥要识实务, 他哥却死牛顶强, 不给他带这个面子。 唉, 他孙玉婷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吧。 眼下孙玉婷抽着刚从他哥烟口袋里挖出来的汗烟, 已经走过了东拉河, 走到庙平早树林的小土路上了。 他现在还不能直接到小学去, 他要去找一回他们大队的副书记金俊山, 商量一点事。 本来这种事要是书记田夫堂在, 他就不会去找金俊山。 可田书记去公社开会没在村里, 他现在只能去找金俊山商量。 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大, 可他觉得最好不要让他孙玉婷一个人担待。 他想, 他得先在心里有个数, 万一老狐狸金俊山耍滑头, 这件事归根结底, 还得他来办。 因为他是副总指挥, 金俊山又不参加公社的基建会站。 他苦恼了老半天, 还是怎么也想不出来。 在过枯叶河的小桥的时候, 他在心里自嘲地说, 今儿晚上, 也许除过他哥, 村里很难再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了。 他又忍不住为自己的这个荒唐的想法, 逗得笑出声来了。 不, 他哥终究是他哥嘛。 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 就是再反动一点, 他孙玉婷也不会出卖他哥的。 革命是革命, 亲人是亲人。 为找不到敌人而苦恼的玉婷同志, 就这么想着, 走过了枯叶河。 在走上了金骏山家的土坡的时候, 孙玉婷突然想起了一个可以供批判的人。 他心里说, 对啊, 大概只有田二可以充当这个角色。 虽说这老汉神神经经的, 可又没经法医鉴定他就是神经病啊。 再说了, 除过本村人, 公社领导和大部分外村人, 谁对田二的情况也不踏摸底, 只知道老汉有个憨儿子, 本人脑子有些毛病罢了。 可是, 很快他又想, 那批判田二的什么呢? 对, 干脆就批判他长嘟诺的那句话, 世事要变了。 毛主席的世事, 无产阶级的世事, 要变成了什么世事? 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世事, 不是无产阶级的世事, 就是资产阶级的世事。 田二要变的世事, 那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世事, 变成资产阶级世事。 孙玉婷已经在心里试着批判了一通田二, 觉得批起来还蛮通顺的。 就这么想着想着, 他已经走上了金俊山家的怨判。 金俊山和玉婷他哥是童年生人, 今年也是52岁了, 他家里的成分是中农, 在眼前这年月里, 农村的中农充其量是个团结的对象。 可金俊山怎么能当上党支部的副书记呢? 这是因为金俊山有他自己的光荣历史。 在1948年的时候, 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大反攻, 金俊山参加了民工单架队, 最后一直跟着部队打到了兰州。 在一次战斗中, 他的腿上挂了花, 所以就回到村里, 而且政府还给他拼了三等残废。 51年的时候, 他入了党, 从那以后, 他就和田福堂两个人 一直担任着村里的领导人。 不过, 俊山总是当副职, 正职都是田福堂。 在姓金的这一族人中, 有许多人家成分都比较高。 旧社会, 河东的金家在村里主事, 而新社会, 河西成分好的田家, 明显地在村里占了上风, 这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呀。 新社会几十年, 尽管农村的人际关系, 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 但是户族之间的矛盾, 平时总还是默默乎乎的存在着。 有的时候, 这种矛盾还相当的尖锐。 在这样的时候, 田福堂和金俊山, 就会表现出某种亲族观念。 而且一般说来, 这两个人身边最亲近的知己, 也往往是本族人。 当然了, 金家的许多人成分不太好, 平时尽量克制, 也不过分地扎唬, 但是这族人中, 也不乏几条好汉子, 不服气田福堂, 常常趋里拐弯地, 向田福堂挑战。 可是在许多情况下, 金家是闹不过田家的, 因为村里的权力在田福堂手里。 田福堂本人的能耐是一回事, 可他还有个在门外当官的弟弟呢。 村里的人一般回避和他正面冲突, 但是金家许多人对紧跟田福堂的孙玉婷, 却是反感透了。 可是孙玉婷他哥一家人, 又在金家户足里很有些威望。 育后老两口和他们的四个子女, 和许多金姓人家的大人娃娃, 保持着十分交错的友好关系。 尤其是他们家当着一队队长的孙少安, 又是村里少数几个让田福堂头疼的人之一。 因此孙玉后一家人, 又受到许多金姓人家的普遍尊重。 由于这许多原因, 大家对孙玉婷的所作所为, 一般也就容忍了。 他好歹还算是孙玉后的弟弟。 至于金俊山, 做事倒很注意分寸。 无论对谁, 他都不专门寻人家的不是。 他觉得自己一大把子年纪, 何必与人争言斗气? 出国实在是看不过眼了。 他一般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许多过头的做法, 也是睁上一只眼, 闭上一只眼。 再说呢, 眼下的试试, 不就郑兴这种过头的做法吗? 他金俊山有能带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吗? 因此他平时的心思, 大部分都放在了操持家事上。 他现在的光景, 在村子里也算是比较宽裕的。 儿子金城高中毕业, 在村里头教小学, 早已经娶过家, 已经给他生涯下一男一女, 两个孙子。 女儿金方出嫁到了米家镇, 女婿是个手艺人, 光景很英式。 他前两年, 又在旧窑边上, 鼓起两孔心窑洞, 现在给儿子住着。 一个大院子一线五孔大石窑, 一年四季, 一家人有吃有穿有钱花, 人活一世已经够足的了。 这时候孙玉婷进了金俊山家的大门, 铁链子上拴着的那条大黑狗一扑起来, 拼命地叫了几声, 再一看是个熟人, 叫了几下也就不吭声了。 金俊山闻声立刻出了中窑, 他一看是孙玉婷, 马上把他请进窑里来。 金俊山的老婆, 也赶紧给这个大队负责人, 泡了一缸子茶水。 平时, 孙玉婷鸡肠碌碌的, 一般不敢在人家家喝茶。 据说茶水碱性大, 喝了以后饿得更厉害。 可是今天, 他在民工大灶上吃了一老碗的肥肉片子, 他正需要些茶水, 消化消化。 他端起茶缸子喝起来, 同时扫了一眼 金俊山家的窑洞, 他感觉到的是一种富裕和风足。 这个时候, 他内心突然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 他想自己跑断腿的闹革命, 竟然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 当然了, 这种情绪, 绝对不会动摇他的革命信念, 而只能引起他对金俊山的鄙视。 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 只顾发家致富, 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 不过, 这金俊山终究是在腿上挨了国民党的一颗枪子儿, 政治根子很红。 再说呢, 人家又是副书记, 比他孙玉婷的职位要高, 他能把人家怎样呢? 福堂不在, 队里头有个大事小情, 他还不是得跑来请示人家金俊山吗? 这时候, 金俊山已经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 同时问, 玉婷啊, 你来, 有什么事儿来? 孙玉婷在金俊山的打火机上点上烟, 接着就把公社徐主任的意思给他说了一遍, 然后问, 金俊哥, 你看这事儿咋办呢? 金俊山有点嘲讽地看着孙玉婷, 孙玉婷, 哼, 那你看, 在村里谁是阶级敌人呢? 这倒把孙玉婷给问住了, 他本来想叫金俊山说出一个人来, 想不到这老家伙倒反问起他了, 玉婷想了一下, 觉得还应该逼一逼的, 就说, 这个事儿, 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所以才来问你的, 你看, 福堂哥不在, 村里的事儿就看你拿主意来, 金俊山马上接着说, 玉婷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不是村里的批判会, 这是公社会战指挥部的批判会, 你是指挥部的领导人, 这事儿当然要你拿主意了, 咱们村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熟悉, 你现在不仅代表咱们村, 还代表公社来, 公社出面搞的事儿, 和金俊山也要听你的来。 听了这番话, 孙玉婷觉得实在是没能耐 制住这老家伙了, 但眼看着批判会的时间又快到了, 他只好吞吞吐吐的说, 那你看田二怎么样了, 金俊山一下子仰起头笑了, 批判田二的婶, 那人谁不知道是个半脑客, 他不是常说事实要变了, 就批这句话, 那话他说了上几十年了, 那全是神经病的憨话, 能提出个啥名堂啊? 不过, 你看着能批, 就批吧, 我对你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 金俊山心里头想, 今个晚上, 双水村要是没个人去赔罪, 看来玉婷也不好给徐主任交差, 既然玉婷让老孩儿田二去充事, 也就只好让他顶圈去了, 孙玉婷喝了一口茶水, 就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那那就这样吧, 我还要去主持批判会, 就先走一步了, 金俊山把他送到大门口, 一听兄弟, 你先走, 晚上天冷, 我回去披上件衣裳, 就来啊, 孙玉婷匆匆忙忙的, 从金俊山家的土坡上下来, 顺着枯叶河畔的小路, 向金家湾后面的小雪赶去, 他远远的已经看见, 那闪烁起了灯火, 并且聚集起了一大片 熙熙攘攘的人群, 再说, 出门在外的孙少安, 这个时候, 对家里和村里这一整天 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 他此刻正跪在 米家镇兽医站的 简易牲口棚里, 手忙脚乱地 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 他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 一只手拿起一个铁皮长卷筒, 在身边的破脸盆里咬一卷筒汤药, 然后搬起握着的牛头, 用铁皮卷筒头撬开紧闭着的牛牙关, 把药强灌下去, 有的时候灌枪了, 牛就给他喷一声, 他也顾不上这些, 只是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 浑身上下的劲儿都使在豹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 两个腿脊盖在牛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深坑, 紧张地出了一身的大汗。 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 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 这头牛口轻力大, 走势雄剑, 干起活来是全村两个队最拔尖的。 二队队长金俊武, 前年曾经提出来, 用他们队的两头牛, 再搭上一条好毛驴, 换他这头牛, 他都没换。 平时耕地, 只要他孙少安在场, 就不愿意让其他社员适宜, 常常是自己亲自指着距离, 他怕别人不爱惜, 让牛劳累过度。 他还经常给饲养盐田万江老汉安顿, 给这头牛夹草夹料, 偏吃偏喝。 想不到今年开春刚冻农, 这头牛就病了, 牛两天没有好好地吃草料, 他也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 这牛一病, 他似乎也病了。 今天早上, 他亲自邀着牛来到米家镇的兽医站, 好在兽医站一检查, 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说是牛肚子里上了点火, 兽医说灌上几副煎药就会好的。 当时开好了药以后, 就给灌了一副, 兽医站的人说, 最好今儿晚上十二点再灌上一次。 本来邵安想, 当天就返回双水村, 但是想着, 这牛有病, 来来回回, 路上折腾上一天, 恐怕生灵受不了, 就决定在米家镇过一夜。 可是, 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一夜呢? 他顺着公路, 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 走着走着, 他猛然想起, 郡山叔的女儿金方, 不就出嫁在这米家镇上吗? 听说他女婿就在这镇上的木匠铺里, 家离街道也不算太远, 能不能去他们家歇息一晚上呢? 想到这儿, 他又在朦胧的月光下摇了摇头, 现在已经是深更半夜, 人家早睡熟了, 真好意思敲门打窗, 去惊动人家了。 慢慢地, 他来到了米家镇的街道上, 这街道虽然也是破破烂烂的, 但比时隔节多了许多的铺子门面, 看起来还像是个城镇的街道。 孙少安惆怅悵地站在一根电线杆下面, 不知如何是好。 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 脸型身材和他弟弟邵平都非常相似, 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 显得比邵平更要壮实一些, 鼻子也是那么直直的, 脸上分明的线条和两片稍稍向下弯曲的嘴唇, 显出青年男子的刚骨气。 从眼神里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已经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了, 尽管他只有23岁, 但是要和这样的青年人打交道, 哪怕你有一大把子年纪并且老于事故, 可是也要认真对付才行。 孙少安站在路灯底下, 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 又从烟口袋里捏了一撮子汗烟, 熟练地卷了一根烟瓣, 可又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着火, 走的时候太匆忙, 把打火机丢在了家里的炕上, 到了米家镇, 忙着给牛看病, 也没顾上去买一盒火柴。 这时候, 他好像隐隐约约, 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 他仔细听了一下, 听出来这是打铁的声音。 好, 打铁的地方就有火, 去那儿点个火抽个烟吧。 他撩开两条长腿, 手指头里夹着那只卷好的烟瓣, 就像传来垂声的那个方向, 走了过去。 他一直走完了这条不长的街道, 并且出了街那头, 才在小土坡下面, 找进了那个铁匠铺。 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 另一下开了条缝, 看得见里边红光闪闪, 还能听见大锤小锤, 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 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 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 另一下开了条缝, 看得见里边红光闪闪, 还能听见大锤小锤, 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 绍安在门前犹豫了一下, 就推开了这扇虚掩着的门, 正在打铁的是一老一哨, 老的显然是师父了, 一只手里的铁钳, 夹着一块烧红的铁, 放在针子上, 另一只手拿把小铁匠, 在红红的铁上敲打。 师父打在什么地方, 那个徒弟大锤就砸到什么地方, 拼拼框框, 火花四溅, 两个人的腰里还都围着一块 到处是窟窿眼的帆布围裙。 绍安进来的时候, 这师徒俩正在趁热打铁, 谁也没顾得上看他。 只等到打的那块铁退了红色, 被老汉重新加进炉子里的时候, 这两个人才有些惊奇地打量起他来。 绍安赶忙说, 老师傅, 借个活儿点下烟。 总, 铁匠师傅用铁钳加了一块红炭火给他递过来, 绍安赶忙凑上钱去, 点着了那根烟棒。 他听口音, 知道铁匠是位河南师傅。 在这黄土高原上, 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 孙绍安点着烟以后, 因为离炉火站得近, 他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发冷, 他于是咯揪在炉旁边, 伸出两只手, 想烤一烤火。 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响, 一边问他, 田这么晚了, 弄得还不睡啊, 那是哪来的? 我是双水村的, 来这儿给队里的牛看病, 田都这么晚了, 还没醒下个住处。 那位年轻的徒弟说, 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 就是的。 我看, 那今天晚上招不招地方了, 弄在这镇上有没有树针啊? 没有。 哦, 老师傅用铁钳拨弄着炭火里的铁块说, 那要是实在没去处, 不嫌安这个地方, 就凑合一下, 不过没扑给, 可这地方还暖和。 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 漂泊流浪, 因此对任何出门的人都有一种同情心, 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 绍安一下子高兴地站起来说, 行, 老师傅, 那这就给你老天麻烦了。 的确, 绍安在心里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 没扑该算什么, 他能在这火边搁救到天明, 也就算不错了, 总比一晚上蹲在野场地里, 哀冷受冻, 要强得多。 绍安问了师傅, 老师傅, 这么晚了, 你们咋还干活啊? 徒弟回答他说, 这件活说好明天早上人家来取的, 不加点班不行。 绍安看炉灶里的铁又烧红了, 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丝猴纸烟, 走过去对那个年轻的徒弟说, 师傅, 你先歇着, 抽根烟, 让我来替你填几条锤。 那徒弟看他很实心, 也就很乐意地接过纸烟, 把手中的铁锤让给了绍安。 绍安又把另一根纸烟, 恭恭敬敬地夹在 持钱操锤的老师傅的耳朵上, 因为老师傅现在不仅没有空抽, 甚至腾不出手来接盐。 等老师傅把烧红的铁块 放在铁针子上之后, 绍安就抡起锤 和老汉一人一下地打起来。 他因为常常出去 给队里修理损坏的农具, 也曾在石鸽节 一家河南人的铁匠铺里 抡过这家伙, 因此并不算很外行。 再说这是力气活, 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要求。 等他抡完一阵锤之后, 这铁匠师徒俩都夸他在行。 绍安笑了笑说, 除一阵力, 身上就暖和了。 绍安又抡了两回锤, 看着这把铁铁头快成型了, 就把铁锤又交给那个年轻徒弟。 等到老铁头全部打成之后, 这师徒两个就把墙角 一个放工具的土台子收拾开, 给土台子上铺了一块破帆布, 对绍安说, 弄就撮合着过上一夜了。 说完, 他们就到里面的一个小窑里 睡觉去了。 绍安在地上 搬了一个废铁针子, 把自己的照衣脱了, 垫在这个针子上, 全当是个枕头。 他拉灭了灯, 在一片黑暗中 疲乏地躺下来,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孙绍安在饭铺里 吃喝了一点, 就到寿衣站 把他自己的牛腰上 起身回双水村了。 这一路上, 他游着牛的兴子走, 并不催他, 因此慢慢腾腾 三十里路 走了将近一个上午。 在接近城里人 吃午饭的时候, 绍安才腰着牛 走到双水村 北边的村头上。 他正准备把牛 腰到田家格闹的 饲养室里, 看见二队长金俊武 担着一袋粪 从东拉河的边上 走过来, 并且招呼他说, 绍安啊, 你等一下啊。 绍安听俊武 让他等一下, 就扯住牛江省 站在公路的边上, 等金俊武 从河道里上来。 金俊武 把粪担子 放在路边, 抹下头上的毛巾 擦了把汗水 问, 绍安啊, 听说你到米家镇 去了, 这牛不要紧吧? 哈哈, 这牛要是 真不中用了的话, 咱们还是换上一换, 哪怕让我 史上两天就死了呢, 我也不后悔。 金俊武笑着 对绍安开玩笑, 就是一头死牛, 我也不换 你那三个活宝。 咋, 有甚事要跟我说啊? 你不知道? 什么事啊? 冠子村, 你姐夫 让公社拉到咱们村, 正在你家 后面的工地上 捞叫着来, 他昨天晚上 还拉在学校院子里 批判了一头。 为什么事? 那听说是 犯了几包老鼠药, 金俊武 不好意思看绍安的脸, 他担起粪袋说, 你快回家去吧, 听说你姐 引着两个娃娃 也上你家来了。 绍安 脸上显著 不在乎的样子说, 啊, 你忙你的去吧, 我把牛 送到饲养室再说, 这算个屁事啊, 多不了白兽几天苦, 还能定成个反革命啊。 金俊武点点头, 担着粪走了, 绍安 匆匆地把牛 摇到饲养室, 给饲养员田万江 把药浇带下, 就转身 向家里赶去。 听说家里出了事, 第二, 孙绍安并不愿意 在金俊武面前 表示任何慌乱, 叫这个强人笑话他, 但他在内心中 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对于像他们这样, 各方面都很脆弱的家庭来说, 一件小事 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混乱, 甚至是一切都陷于瘫痪。 而眼前发生的 又并不是一件小事。 姐夫不仅是一家人 蒙受耻辱, 而且冠子村 姐夫家的生活越烂包, 他孙绍婷的家里 也就要烂包得更快些, 因为他和父亲 绝对不可能丢开姐姐 和那两个孩子不管。 他更知道, 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 一家人都只靠他来解决, 他不仅要解决事情本身, 还同时要安稳一家人的情绪。 他现在一路往家里走, 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判断各种情况。 是的, 这是公社出面搞的事情, 如果是本村, 他就会立即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穿插, 先找俊山叔, 再找金俊武, 然后再找二霸, 之后找田府堂, 当然还有许多的人, 而且他都还不会直接出面, 各种交错制约的力量就可以使事情得到解决。 在双水村这个天地里, 他孙少安还是有些能耐的, 可是姐夫是冠子村的, 而这件事又是公社出面搞的, 和双水村没有一点关系。 他现有的能力, 看来无法解决这件事情。 直到他上了自家院子的土坡的时候, 脑子里还像乱麻一样, 没有个头绪, 只有一点已经清透了。 要解决这件事, 非要通过石阁街公社不可, 但公社里, 除过文术刘根明, 是他小学的同学能说上点话之外, 其他的领导尽管都认识他, 但是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情。 进了院子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这些思绪暂时停下来, 因为他首先要应付家里人的情绪。 他在家门口站了一下, 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尽量轻松一些地推开了门。 他妈, 他姐, 他妹妹, 他奶奶, 老上四个女人一见他回家来, 都又惊又喜, 高兴地咧开嘴笑着, 却又一个个泪流满面, 就好像酒盼的大救星突然从天而降。 绍安站在脚地上, 为着场面感动得忍不住鼻子一酸, 他知道家里的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全家人的靠山。 一刹那一种强悍的男性豪气, 在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的身上, 汹涌地鼓涨起来。 他平静地问母亲, 我爸出山去了。 他妈, 嗡了一声, 接着便撩起围裙, 开干脸上的泪痕, 母亲意识到他不能再哭了, 不能再加重儿子的精神负担。 他又问脚地上的妹妹, 蓝江, 你二哥回来了没? 回来了, 刚出去到金波家行的东西。 这时候, 他姐姐兰花一下子把头扶在他的肩上, 又哭出声来了。 绍安安慰他说, 姐, 你急身来, 事总有我了, 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 可不敢伤了身子, 你还要拉着猫袋和狗袋, 那两个娃娃呢? 绍平 引到外面去了。 这阵儿, 绍安他奶奶坐在后看头上, 张开梅牙的嘴, 只顾笑, 他看见他的安安就是没死嘛, 这不已经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吗? 绍安从一个毛巾缝成的小布袋里, 掏出一包从米家镇买来的蛋糕, 拿出来放在奶奶的被子旁边。 他又从里边捡了一块软一些的, 递到奶奶手里说, 奶奶, 你吃这, 这软, 能咬动呢? 奶奶接过这块蛋糕, 指着剩下的说, 叫猫袋狗袋吃去。 绍安看家里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之后, 就一个人从窑里出来, 转到了院判上。 到现在, 他对姐夫的事, 心里还是没有一点主意, 他只是急躁地在院判上走来走去, 心里头只是想着姐姐兰花和两个小外甥。 绍安十分疼爱这两个小外甥, 因为姐夫的无能, 他对这两个孩子更要担当着责任。 他心里想, 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 也要把姐夫的事和和平平地了结了。 这时候, 他看见他弟弟绍平, 一只手抱着狗袋, 另一只手提着个口袋, 从土坡那儿上来了。 年龄大些的猫袋跟在他后面走着。 绍平也看见了哥哥, 兴奋地加快脚步赶过来了。 绍安问绍平, 你手里提的些什么? 十几斤白面? 白面? 哪来的? 润叶姐给的? 润叶? 嗯? 绍平接着就把润叶叫他去塔尔爸家的前前后后都给哥哥说了。 最后, 绍平对他哥一再强调说, 润叶姐, 叫你这几天一定去一下。 他没说是什么事吧? 没说, 就是叫你一定去一下。 绍平说完, 就引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 孙绍安愣了半天, 他忧伤地走到院子东头那棵杏树跟前, 手轻轻地抠着树皮, 抬头望着满树雪白的杏花, 陷入到往事中去了。 在绍安很小的时候, 他们家还住在田家哥老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 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 那时候田夫堂的家境虽说比他们家强得多, 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福堂叔和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妇人家帮过工, 因此解放出, 两家人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 那时候妈妈常带着他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 润叶比他小一岁, 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 渐渐的两个人就相好的谁也离不开谁了。 绍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 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 田大婶就只好把他送过来。 两个孩子常常是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 要是谁家吃上一顿好饭, 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 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 这两个娃娃不论是谁过生日, 他妈妈或是田大婶, 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颜料染好, 挂在他们的脖子里。 这是所限, 保佑孩子无灾无病, 长命百岁。 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 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意思, 就开始溜出家门到更广阔的天地里玩去了。 春天, 当桃杏花盛开, 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 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 到洋土坡上, 刨刚发芽的满满草根。 这草根嚼在嘴里, 又麻又辣, 可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 能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 到了夏天, 一入三幅, 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拖得一丝不挂, 男娃娃, 女娃娃, 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 互相打闹地给光身子上糊泥巴。 一个夏天过去, 都晒得黑不溜秋的。 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 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常常是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 在这个季节里反而都消瘦下来。 冬天, 刀子一样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 他们只好一整天都闷在家里玩。 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 他才和润夜一起从东拉河的冰上走过去, 在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 金家湾过去有钱的人家多, 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 上面还有着许多美妙的花纹。 冬天茂密的柴草衰败下来, 这些玩意儿很容易搜寻到, 他们把这些宝贝捡回来, 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里, 供奉土神爷的墙坎里。 哎, 在这穷困的农村, 孩子们又能有什么玩具呢? 在那个年纪里, 这些东西就是他和润夜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 一年年过去, 他们家是越来越穷了, 可福塘叔的光景却一年比一年强, 润夜穿起了漂亮的花衣上, 可他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 但是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 在一块亲密的丝混着玩耍。 在少安六岁的那年, 有一天, 父亲给他一把小绝头, 又给他盘了一根小绳说, 少安, 你也大了, 应该出去干点活了, 跟爸砍柴去吧。 不, 我不去, 我要和润夜一块玩。 他抗议说, 润夜是女娃娃, 你是男娃娃, 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去干活, 男娃娃怎么能老待在家里呢? 孩子, 咱这家也穷, 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 没个帮手不行啊。 绍安沉默不语了, 他知道父亲说得对, 他早就朦朦胧胧的感到, 这一天早晚要来的, 现在终于来了。 就这样, 他那虽然贫穷, 但却充满无限欢乐的日约, 过去了。 他从此, 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客, 劳动。 在他八岁的那年, 正是一九六零年最困难的时期, 他们家本来就已经是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可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 麻缠着父亲给他娶媳妇。 父亲借下了一盒滩的账债, 给二爸娶过了二妈, 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二爸家了。 他们自己家, 只好从田家格闹里搬出来, 在金家湾金峻海家里, 借了一孔窑洞住。 就在这个时候, 润叶在村里上了学, 他跑到金家湾来, 让绍安也去上学。 绍安这个时候才明白, 他如果继续去砍柴, 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 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 润叶在旁边哭着给他帮签, 父母亲是怎么都乖哄不下他, 最后只好同意了。 父亲对他说, 我不是不愿意供你上学, 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 都哄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 可是公来公去还不是回来了, 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 再说, 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 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 不过, 既然你上了学, 那就要好好学了。 他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 进了双水村的小学, 他和润叶一个班, 并且做一张可作。 在双水村小学四年的日子里, 他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 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 有时候家里头饭不够吃, 他就得饿着肚子来到学校。 润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的家里, 带干粮来给他吃。 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 看他们两个相好, 就都说润叶是他的媳妇。 润叶气得是直哭鼻子, 从那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 也不敢明着给绍安, 等同学们下课都出了教室, 才偷偷地塞在他的课桌里。 他绍安也总是偷偷地拿着这干粮, 跑到金家祖坟那儿去吃。 记得十一岁那年, 他和润叶已经在村里的小学上到了四年级。 有一次, 同学们在校园里玩找朋友的游戏。 邵安不敢到人圈里去, 因为他屁股后面的补丁又绽开了, 连肉都露在了外面。 他看着别人玩, 自己的鸡背紧贴着教室的墙, 连动都不敢动。 有一个男孩子, 大概早就发现他的裤子破了, 这时候就串通了几个人, 一起扑上来, 把他拉在了人圈里。 所有的男娃娃都指着他的屁股带, 凹的一声喊叫起来, 并且启哄唱起了那首农村的儿歌, 烂姑姑, 没媳妇, 靠子里掉个水姑姑。 女娃娃们这时候都红着脸四散跑了。 邵安又委屈又难受, 下午放学以后也没有回家去, 他一个人转到金家祖坟后面的一个土格闹里, 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 土格闹上面就是高高的神仙山, 他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那个下凡的仙女, 也想起了那个被失去了仙女媳妇而痛哭致死的男人, 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枯叶河。 枯叶河, 枯叶河, 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 他突然听见润叶在轻轻地喊他, 他慌忙坐起来, 扫得满脸通红, 润叶站在他身边说, 我回家拿了针线, 给你把裤子缝一缝。 你不会做针线。 他不愿意让润叶补那块补丁, 因为那是个丢人的地方。 我学会做针线了, 让我试试吧。 润叶说着, 便蹲在他的身边, 硬线转他的身子, 笨拙地给他缝起来了。 那时候润叶才十岁, 说不上会做针线, 只是胡乱地穿上几针, 让原来的补丁能遮住羞愁。 润叶的针不时扎在绍安的屁股袋上, 疼得他只叫唤。 润叶在后面笑个不停, 勉勉强强地缝完之后, 他让绍安站起来走一走。 绍安站起来刚刚走了几步, 就听见后面嘶的一声, 又破了。 润叶捂住嘴, 笑得是前仰后合说, 没顶事儿, 让我再缝缝。 算了, 我回去叫我妈缝。 小学的生活, 随着童年的逝去而结束了。 1964年, 他和润叶双双地考上了十哥节高小, 他在全公社的考生中名列第一, 全村人都说他是个念书的好材料, 他父亲也很高兴, 就让他去了。 十哥节离双水村很近, 每天都可以和同村的学生们相跟着回家吃饭, 花费并不很大。 那两年, 他就像后来的少平和现在的蓝香一样, 每天下午回家, 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就起身, 带上一顿干粮和其他的娃娃一起, 摸呵赶到十哥节。 润叶家里的光景好, 已经上了学校的大灶, 出过星期六, 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住宿, 不用天天的受罪跑路。 他们仍然是一个班, 仍然是同桌。 绍安的学习好, 常常给润叶帮助。 如果考试的时候润叶不会, 他还偷偷地给润叶看自己的答卷。 要是哪个男同学敢欺负润叶, 他也就不顾别人瞎说他和润叶的长长短短, 站出来护着润叶。 有一次, 一个男同学在操场上故意把篮球往润叶身上扔, 他过去就把那家伙打得是鼻子, 鼻子口里直淌血, 让老师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 可是, 他上完了两年高校, 却再也不能去县城里上中学了。 因为那时候石鸽节还没有中学, 要上初中就得到县城里去。 到那儿去上学, 对于一个农民的家庭来说,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再也不能跑回家里来吃饭了, 要越越地交应征粮食, 还要买菜票, 更不要说其他的花费也大多了。 再说那个时候, 弟弟邵平也在村里上了学, 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了。 他已经十三岁, 不用父亲再给他说, 自己也知道不能去城里读书了。 他对父亲说, 爸, 我回来劳动呀, 我已经上到了高校, 这也不容易了, 多少算有了点文化, 就是以后在村里劳动, 也不睁眼瞎受罪了。 我回来, 咱两个人劳动, 一准把少平和兰香的书攻成了。 只要他两个有本事, 能考到哪儿, 咱们就把他攻到哪儿, 哪怕他们出国留洋, 咱也证定攻他们呀。 他们念成了, 和我念成了一样。 可爸, 我还是想进一回初中的考场, 我要给村里村外的人知道, 我不上中学, 不是因为我考不上。 他父亲在他面前抱头痛哭, 他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 在他的面前流泪。 他自己也哭了。 是的, 他将要和学校的大门永远的告别了。 他是多么的不情愿了, 他理解父亲的痛苦, 爸爸也不愿意断送他的前程。 就这样, 他参加了全县生初中的统一考试, 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 他名列第三被录取了。 可是他的学生生涯, 随着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也就完结了。 尽管润液跑到他家里来, 又像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样, 哭着让他到城里去报名。 但是这回用不着父母亲来给润液解释, 他自己就像一个成熟的大人那样, 给润液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再上学了。 当润液坐着金峻海的汽车离开村子的时候, 绍安一个人偷偷地躲在公路上面的土壳壳里, 泪流满面地看着润液出了村。 绍安从此便平心尽气地开始了他自己的农民生涯, 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 后来, 由于绍安的精明强悍, 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 吃苦精神。 在他十八岁那年, 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了队长。 这些年里, 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队里和家里的世上。 在这期间, 润液回村来的时候少了, 但是不论他上中学的那些年, 还是后来当了教师, 只要他回村来, 都要给绍安的奶奶拿着吃的到绍安家里来看望他们。 往日有意的暖流, 仍然在他们的心里, 涓涓地流淌。 每次见面, 他俩总要在一块儿说许多的话, 润液给绍安说城里的各种事, 绍安给润润说箱里的各种事。 不过, 一切的一切, 也都仅此而已了。 今天, 绍安听他帝绍平说润润让他去一趟城里的时候, 一个人愣在这杏树下, 怎么也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什么。 近几年, 他和润润并没有什么交往, 而他们两家的交往就更少了。 润润会有什么事儿需要他绍安到城里去找的呢? 绍安想, 如果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儿, 他可没有什么闲工夫去逛一趟县城。 家里现在危机四伏, 他到现在还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 他怎么能丢下这么重大的事儿, 而为一件小事儿胡跑乱窜呢? 他不能去, 尽管这可能伤了润液的自尊心, 但以后见面的时候, 他会给润液解释清楚的。 润液向来通行达理, 会原谅他的。 可是想着想着, 他突然在脑子里闪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 哎呀, 我为什么不到县城去找润液呢? 润液他爸和公社徐主任是好关系。 要是自己出面给田福堂说姐夫的事儿, 田福堂会只推不管。 可要是润液出面给他爸说, 他爸说不定会把徐志工说转的。 对了, 只要给润液说出来, 润液肯定会帮忙的。 想到这儿, 他感到身上变得宽松起来了。 他转身进了院子, 见少平正给猫蛋和狗蛋摘杏花玩, 就问弟弟, 润液是不是叫我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 少平看他哥颠三倒四的又问他这件事儿, 就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润液姐就是让你这几天到城里去找他, 你是去了是不去, 要是你不去, 我好给润液姐回个话。 少安一边往家走, 一边对弟弟说, 我去。 润润液把中午饭从灶上打回来, 放在炕头那个土台子炉灶上, 先没顾上吃, 他掺起一盆热水, 开始洗脸。 他慢慢地洗完脸, 又细心地梳完头发, 这才搬了个小凳, 坐在炉灶前, 望着一碗土豆菜和一个玉米面膜, 蒸蒸地出神, 还是没有动筷子。 学校里的灶上, 一个月只有二两油和六斤细凉, 其余的都是玉米面和高粱米, 菜也总是白水煮土豆, 里面也没有几滴油。 他一忙起来, 就不回二爸家去, 在学校凑合着吃着伙食。 润液没有冻筷子, 倒不是闲着饭菜不好, 尽管家庭条件比较优越, 可他从来不是个娇气人。 他现在坐在这儿发愣, 是在想他的心事。 自从去年秋天以来, 他二爸家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起先他没有认出, 这个敦敦实实的青年是谁, 但觉得有点面熟。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李叔叔家的儿子李向前。 向前在中学的时候比他高两个年级, 因此他并不熟悉这个人, 当时见了面也只能大约判断着像是一个学校的。 向前的父亲也是县格委会的副主任, 和他二爸一块共事, 在他二爸家里来过好些次, 他倒是认识的。 向前的母亲听说是县医院的书记, 是他二妈的领导, 有的时候也来二妈家串门, 他也是认识的, 只是他们的儿子李向前从来不上他二爸家里来。 可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 李向前每隔几天就来一回, 每次来的时候还总要到他的窑里来东拉西扯的说上半天的话。 李向前是现贸易经理部的汽车司机, 经常跑外, 因此知道许多省城和外省的事, 给他说个没完。 每次临走的时候, 向前都要问他要在外地烧的买什么东西不, 润叶都说不买, 他的心里头对这个人已经有点烦了, 他听够了他那些沟里上挖里下的不上串话, 但他不好意思表示他的反感, 因为他的父母亲和润叶的二爸二妈一块共事, 而且向前他妈还是他二妈的领导。 可是有一天, 向前来的时候, 竟然当着他二妈的面, 拿出来在省城里买来的一件红线衣, 对润叶说, 我碰上这么件衣服, 我觉得你穿上肯定挺合适的, 就给你烧的买来了。 这是上海新出的一种线衣, 哎呀, 你不知道, 买的时候, 众人都抢。 我插了一回对, 还和一个人吵了一回, 好不容易才买到手。 我不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 李向前手里举着那件来之不易的红线衣, 感到十分的尴尬。 他二妈赶紧圆场说, 哎呀, 你这娃娃, 人家向前好心买了来, 你应该谢谢人家。 再说, 你咋不爱穿红颜色? 你那毛衣不就是红颜色的吗? 润叶的脸也成红颜色的了。 为了不让二妈太难堪, 他只好问向前, 那, 多少钱呢? 钱什么呢? 你受了这么大的麻烦, 咋能连钱都不要呢? 五元? 就五元? 不会是个整数吧? 灵头我忘了, 那你就再想想。 五元? 五元四角六。 润叶他二妈正要给向前取钱, 润叶已经从自己的衣袋里把钱掏出来, 给了向前。 从此以后, 每当润叶发现向前来他二妈家, 他就赶紧找个借口躲开, 回学校里去。 但是, 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躲避, 就完结了。 有一天下午, 他二妈从医院里回来, 给了润叶一张电影票, 说是他们医院里头发的, 他晚上要做个手术, 不能去了, 让润叶去看。 润叶进了电影院, 找到自己的座位, 他的脸呼得一阵发烫, 他看见李向前正紧挨着他的座位坐着, 向前早已经热情而紧张地站起来, 招呼着润叶入座。 润叶没有犹豫, 转过身就往外走。 过了几天, 他二妈找润叶谈了一次, 把问题直接了当地说明白了。 他的二妈告诉他, 向前的母亲托他转告, 说向前看上他了, 希望润叶能够成为他们家的媳妇。 他二妈把事情一说明白, 润叶可就真正陷到苦恼中去了。 说心里话, 要让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李向前, 他坚决不能同意, 他对向前很反感, 这个人浮浅, 粗糙, 长得又不帅, 在外面吃喝得肥肥胖胖, 已经不像个年轻人的样子了。 但他又不能一下子伤了二妈的面子, 因为二妈毕竟不是他自己的妈妈, 更何况, 他又在人家门上吃了这么多年的饭, 人家还给他找了工作。 他后来只好对他二妈说, 二妈, 我一直还没考虑这种事, 那你就考虑好了再说, 你不凡和向前多接触一下, 不要老躲他嘛。 真的, 润叶尔尽管已经长到了二十二岁, 但的确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 但现在由于这件事情的出现, 他才明白地意识到, 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年龄, 一个不得不考虑自己终身大事的年龄。 可一旦他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眼前就立刻浮现出了孙绍安的身影, 而且自然地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 是的, 如果一生非得要和一个男人在一块过日子的话,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绍安, 他和绍安在不懂得害羞的年龄就在一块了。 对于他来说, 绍安就像自己的家里人一样的亲切和习惯, 他以前当然没有认真想过, 绍安就是他以后的爱人, 因为迄今为止, 他从根本上还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 可是现在生活已经把这个问题给他提出来了, 他就非常自然地想到他的男人就应该是孙绍安。 在他这样的年龄, 一旦内心真正地产生了爱情的骚动, 平静的内心世界和有规律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他怎样才能给绍安说这件事呢? 难道这死家伙就从来一点也想不到? 是的, 他们后来的见面机会也少多了。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田润业才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绍安现在是农民, 而他田润业已经算是吃上一碗公家饭了。 可这又算什么呢? 古时候, 还有皇帝的女儿看上平民老百姓的呢? 他们宁愿为了爱情, 而不享受皇宫的荣华富贵, 而跟着所爱的人去受上一辈子苦。 他们双水村的神仙山, 据说就是玉皇大帝的女儿, 为了人间的爱情变成的。 天上的神仙都可以用死来殉情, 何况凡人田润业只不过是个小学教师罢了。 他想他要是和绍安结婚了, 干脆就回双水村教书去。 他白天黑夜地想他和绍安的事, 已经到了神经恍惚不思饮食的地步, 想来想去, 他决定马上和绍安谈一次。 他听他弟润声说, 绍安的弟弟绍平也来上高中了的时候, 他就想到应该让绍平给他割烧个话, 于是他就到中学找了一趟绍平。 他看见绍平和他哥长得一模一样, 心里对着孩子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疼。 他看见绍平穿得破破烂烂, 感到非常的难过。 他想起当年绍安上学的时候, 也就是穿着这样的破衣服。 他立刻把自己省下的五十斤粮票, 全都给了绍平, 还把他这个月剩下的全部工资也都给了他。 就这么想着想着, 田润叶坐在炉灶跟前, 还是没有动筷子。 他没有心思吃饭, 他在想着他的绍安, 他正焦急地等待着绍安的到来。 已经两天过去了, 他怎么还没来呢? 绍平从村里回来的时候, 明明给润叶说, 绍安答应, 这两天就来。 可是这两天已经过去了, 绍安为什么还不来呢? 绍业伸出手, 摸了摸他面前的饭碗, 碗在火边烤着, 还有点烫手, 他用摸了摸放在碗块上面的玉米面膜, 都已经冰凉了。 他心想, 不吃饭也不行, 怎么着也得凑合着吃上一点。 他刚刚端起碗, 就听见有人敲他的门, 他一把把碗放在炉灶上, 也不管闪手撒了一炉灶的菜, 跑过去就开门, 还没等他把门打开, 他妹妹小霞就咯咯咯地笑着闯进来了。 还没等他把门打开, 他妹妹小霞就咯咯咯地笑着闯进来了。 润叶心里一凉, 这死女子像个土匪。 小霞在毛衣外面披个山子, 风风火火地走进来, 看了看撒了一炉台的土豆块说, 哎呀姐, 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了? 不回家吃饭, 还在这儿堵气吃这种烂菜? 润叶拿过扫帚, 把倒在炉台上的土豆块扫在铁箔里里。 这几天学校事多, 我不得回去, 家里没剩事吧? 你不记得了? 今天是我外爷的生日, 六十五大寿, 不摆一桌还行? 我妈让我来叫你回去吃饭, 幸亏我赶着就来了, 要不啊, 你早把这碗土豆块给吃光了, 快走吧。 润叶心里想, 徐大爷过生日是个急性事, 他不回去, 对老人不尊重, 他只好把自己的门一锁, 跟着小霞回他二妈家去了。 田夫君和他爱人徐爱云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 因为老丈人过生日, 夫君今天破例亲自下厨房, 直起了炒瓢。 徐国强老汉只有爱云一个女儿, 以前夫君和爱云又一直在外地工作, 这几年回到本县, 他们要弥补以前的不足, 因此对老人格外的体贴。 老汉前几年刚刚退休, 接着老伴也病故了, 女儿女婿就劝老人搬到了他们家。 老丈人每年的生日, 在田夫君家里就是一件大事情。 老人年纪大了, 又很孤单, 一家人借此专门为他热闹一番, 老汉心里也高兴。 平日里, 田夫君常常是忙得顾不上吃饭, 更不要说做饭了。 每日的饭不是他爱人做, 就是他侄女润叶做。 但是老丈人过生日的菜, 他年年都要亲自上手。 他过去曾经学着做过几样菜, 还算拿手。 另外一方面, 他也借此表示他对丈人生日的重视。 按照常例, 一会儿还要来个客人, 这个人就是向前他爸李登云。 登云过去一直是徐国强的老下级, 是老汉一手提拔起来的, 因此李主任对徐老很尊重。 自从老汉退休以后, 每年过生日他都要来祝寿。 今天上午县常委会完了以后, 登云就给田夫君说, 他今天中午一定要到夫君家来看望老首长。 田夫君和李登云过去虽然早就认识了, 但基本上没在一块工作过。 登云一直在这县上工作, 田夫君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位, 只是1970年从牛棚里出来之后, 在另外一个县下放劳动了半年, 才分配回本县当了副主任, 这算起来也快满五年了。 现在田夫君是县上的二把手, 灯云排在他后面。 这四年多来, 他和灯云的关系有点微妙。 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 福君和一把手冯士宽有分歧, 灯云明显地支持士宽, 只是由于和他老岳父的关系, 才不像士宽和他那样在这些问题上面对面的发生冲突。 灯云从来没有和他公开红个脸, 灯云只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士宽, 而反对田夫君。 在他来本县任职之前, 士宽和灯云已经在这个县一块工作好多年, 两个人早就是老搭档了。 据说在任命他的时候, 士宽还找黄源地区革委会管组织的领导, 让组织上把李灯云排在他前面, 只是因为地区不同意才做了罢。 灯云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 因此他对士宽感恩戴德, 倒好像他田夫君的到来挡了他李灯云的路。 田夫君在厨房里一边炒菜, 脑子里不由地想着前几天, 常委会上他和士宽的争吵。 眼下有很多事儿, 使他在内心里充满了痛苦。 他是个共产党员, 而且是一个县的领导, 他却不得不做许多他反感的事情。 什么叫痛苦啊? 这就叫痛苦。 爱云见他心不在焉, 从他手里夺过草苗说, 干脆让我来炒。 田夫君笑了笑, 用毛巾擦了他手, 就出了厨房。 他在想, 灯云大概快来了吧。 田夫君解开毛衣的钮扣, 慢慢地躲进了自己的窑洞。 进窑之后, 他在书架上摸出一本史记, 从折叶的地方打开, 但又不想读, 背抄着手躲到墙上的 那张大开的世界地图的前面。 这个家里的陈设是知识分子型的, 三个大书架, 两个是他的, 大部分是历史、政治经济学书记, 也有一些中外的文学名著。 另一家是爱云的医学书记。 田夫君在1943年13岁的时候, 就上了边区的黄园师范, 以后又在黄园高中部毕业, 才参加了工作, 当时到西北党校秘书科, 当了秘书。 1950年, 转到黄园行署财经委会, 当干事, 不久又提拔为专属统计科科长。 1955年,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 学农业统计专业。 大学上完之后, 本来当时的中央农业部要他, 但是他还是要求回到了黄园地区。 在地区, 他先后任专属办公室主任, 地委农工部长, 地委秘书长兼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 从1966年到1970年之间, 他基本上是挨披豆, 关牛棚。 由于他的经历, 使他养成了看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 就是在下乡的时候, 他也要背上一挂包书, 他常想, 读书多, 想的事多, 苦恼, 自然也就多。 还不如像他岳父那样, 不读书, 不看报, 心里头也不搁多少事, 退休以后, 再养上一只猫, 种上几颗庄稼。 想到这儿, 他忍不住自己笑了, 他真的要是那样, 恐怕连一天也活不下去了。 此刻他站在地图前, 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几个俄语单词, Gidaiškaia Norutnaya Respublikan et Nasa Velikaya Rod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李登云的大嗓门。 哎呀, 艾云, 你不仅能治病, 还有这一手呢? 田夫君赶忙把史记放回了书架上, 就从门里迎出来了。 他看见李登云手里提着一大圆盒包装很精致的蛋糕, 正在把头从厨房门里探进去, 和艾云说话。 他走过去招呼说, 邓云啊, 快进窑里来坐吧。 李登云玄机调转身子, 对田夫君说, 呵呵, 这几年徐老过生日, 不都是你亲自上手炒菜吗? 今年怎么不露上一手了? 手一退步了, 艾云就把拳给夺了呗。 他们两个说笑着, 就进了吃饭的边窑, 夫君给登云逼上一支牡丹烟, 又开始给他气茶。 这个时候, 徐国强大概也听见了李登云的声音, 就过这边窑洞里来了。 那只大黑猫一步一驱地紧念着他身后。 李登云见徐国强进来, 慌忙站起身来, 握着老汉的手热情地问候着, 哎呀, 徐老, 你老最近身体可好啊。 还好, 还好, 不过也不行了, 腰腿有点毛病, 走起路来也不大方便, 嘿嘿, 岁数不饶人哪。 那就好好这暗云给你看一看啊。 医生治不了家里人的病, 你喝茶。 徐国强坐在椅子上, 指着旁边的那盒点心说, 邓云啊, 你来我就高兴了, 还老带什么礼物来。 您看您老说的, 您老栽培了我大半辈子, 我常忙得顾不上来看望您老, 您老过生日, 我表示一点自己的心意嘛。 这蛋糕是我专门安抚向前, 从省城里买的, 名字就叫个生日蛋糕。 听说外国人过生日的时候, 就行吃这个东西, 还在上面点辣嘞。 因为小霞和润液还没有回来, 因此徐爱云先没有上菜, 姚里这三个人就坐下来喝茶拉话。 徐国强没话行话的问李登云, 李登云啊, 最近又忙什么呢? 哎呀, 忙得往医院里跑嘞, 这几天牙关子又肿了, 疼得人心神不安了。 李登云因为和田夫君的关系, 不愿意谈什么工作, 于是就给老汉儿说他的牙疼病。 是啊, 人常说, 牙疼不算病, 可疼起来要人命啊。 是啊, 徐老说得对着嘞。 哎呀, 为了证实徐老说得对, 李登云马上吸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用手掌在腮帮子上按了按。 就在这时候, 可以听见小霞和润叶儿说笑着从外面进来了。 爱云喊他们两个帮忙往窑里端菜, 不一会儿, 桌上的韭菜也就都齐备了。 于是, 田夫君一家和李登云坐下来, 为庆祝徐国强老汉六十五大寿的宴会, 这就算开始了。 李登云先端起酒杯站起来说, 本来我牙疼, 不能喝酒, 可今天是徐老六十五大寿, 我心里高兴, 也为了徐老的健康长寿, 咱们干上一杯。 田夫君一家人都站起来, 男的喝白酒, 女的喝红酒, 逐个都和徐国强碰了杯, 然后大家一饮而尽。 徐国强是满面红光, 笑音音的摸着自己瓜屁的光光亮亮的嘴巴。 加菜啊! 徐岸云说着就给李登云的盘子里加了些鸡肉块, 在这个季节还没有什么青菜, 桌上大部分都是肉食。 李登云推说他牙疼, 嚼不动肉, 在他旁边的润叶就给他咬了些豆腐和丸子。 李登云对润叶说, 你的娃娃怎么不到我家里去串门啊? 嗯, 我常忙着呢。 徐岸云和李登云交换了一下眼色, 两个人便意味深长地笑了。 李登云吃了几口菜就推说他要到医院去看牙, 起身告辞了。 他双手把徐国强的手握了半天, 说了许多让老汉保重身体和其他的一些吉利话, 就离开了。 李登云走后, 这一家四口人又开始逐个的向徐国强敬酒, 最后轮到了润叶, 他很快地站起来给徐大爷争了一杯酒, 说, 爷爷, 我敬您一杯酒, 祝您长命百岁。 徐国强高兴地端起酒杯给大家说, 咱们一块儿喝最后一种吧, 祝大家都平安康泰。 于是一家人又都高高兴兴地站起来, 喝了这最后的一杯酒。 酒宴完了之后, 润叶就对家里人说, 他学校里还有事儿, 要赶快返回去。 他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二妈家, 出了县革委会的大门, 向自己的学校走去。 在回学校的路上, 他还是想着, 绍安为什么没到城里来, 现在又过了中午, 看来他今天也不一定来了。 他一路走, 一路踢着一颗小石子儿, 直到把这颗小石子儿, 一脚又一脚地从县革委会的大门, 踢到了小学校的门口。 他进了学校的大门, 猛地呆住了, 他看见绍安正在他宿舍的门口, 低着头转来转去。 他喊了一声绍安的名字, 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 跑过去了。 孙绍安好不容易把家里和队里的事儿都安排停档, 才抽开身到城里来了。 这是他头一次到城里单位来找润叶, 尽管是老熟人了, 还觉得有些拘束。 润叶把他让进屋, 还给他打好了一盆洗帘水, 水盆里泡了一条雪白的毛巾。 绍安犹豫地笑了笑说, 不用洗了, 快洗吧, 坐了半天车, 洗洗脸清了。 你这么白的毛巾, 我洗一次就给你洗黑了。 你看你, 这算个甚了, 黑了我再洗嘛。 啊, 干脆我再给你提些水, 你把头也洗洗吧。 哦, 不了, 不了。 绍安一边洗脸, 一边在心里想, 他能在这么点个脸盆里, 把头洗干净吗? 绍安洗完脸后, 润叶立刻说, 走, 咱到街上食堂吃饭去。 哦, 我已经吃过了, 你大概早上吃过了吧。 绍安不好意思地笑了, 润叶太熟悉他了, 什么事儿也别想瞒过他。 他们相跟着往街上走, 绍安突然发现, 润叶身上有些变化, 似乎一下子老成多了。 他留意到, 润叶已经不输辫子, 变成了剪发头, 这使他感到有点陌生。 是的, 随着光阴流逝, 每个人都在变化。 这又一次是绍安强烈地感到, 他们的童年早已经过去, 两个人都成大人了。 不知为什么, 绍安忽然间又记起了, 那时候润叶给他补破裤子的情形, 便忍不住, 呵呵地笑出了声。 绍安哥, 你笑声了? 呵呵, 没, 没什么。 绍安和润叶走在一起, 就像他有时引着蓝香在山里劳动一样, 心里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 真的, 他觉得润叶就像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人活着是不能缺少这种感情的。 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 但只要有这种感情在, 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安慰。 假如没有这种感情,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多么的悲哀? 绍安和润叶相跟着进了县城最大的国营食堂。 午饭时间已经过去了, 食堂里现在没有什么人。 绍安赶忙扑到售票处要去买饭, 结果被润叶一把扯住了。 润叶把绍安硬拉在一张饭桌跟前, 让他坐下。 你到我这儿来就是客, 怎么能让你买饭呢? 绍安觉得有点窘, 在这样的场合, 他觉得不买饭有损自己的男子汉的自尊。 他现在身上带着钱, 除过家里的十块钱之外, 他还借了队里的二十块钱公款, 他来的时候并没有准备在润叶这儿吃饭。 他对要去买饭的润叶说, 我听少平说, 外国人男女一块上街吃饭, 可都是男人掏钱买。 润叶笑了, 一边转身去买饭, 一边又扭过头对绍安说, 咱们中国男女平等。 润叶买回来一堆饭菜, 摆了一大桌子。 少安说, 买的太多了, 别说咱们两个人, 就是四五个人, 也怕吃不完啊。 我已经吃过了, 这都是给你买的。 这…… 不要紧, 吃不完就剩下算了, 你快吃吧, 现在已经过了中午, 你肯定饿了。 哦, 我忘了给你买点酒。 哦, 我不会喝酒, 你快坐下, 也吃一点吧。 润叶坐在他身边, 没有动筷子, 只是亲切地看着他吃。 少安低头吃着饭, 但感觉润叶一直在盯着他, 使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抬起头来, 看见润叶忙把头扭过去一点, 脸红红的。 润叶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脸色, 忙给他解释说, 今天我二妈他爸过生日, 我陪着喝了几杯葡萄酒, 有点上脸。 少安相信他的话, 没在意地又低头吃他的饭。 尽管他吃了不少, 但最后桌子上还是剩下了一堆。 如果是他一个人, 他会把所有这些剩下的东西都装进他那个毛巾布袋, 或者带到中学送给少平, 或者带回家里, 让家里的其他人吃, 这些都是好东西啊。 但是今天不能, 这是润叶买的饭, 就算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只要润叶在, 他也会像大方的城里人一样, 丢下不要了。 他总算还是念过几篇书, 不会可笑到那种地步。 吃完饭后, 他和润叶相跟着来到街上, 本来他想很快地给润叶谈他姐夫的事, 但他又想, 还是应该先等润叶给他说了润叶的事之后, 他再说自己的事也不迟。 走到要回小学的那条巷口的时候, 润叶突然说, 嗯, 少安哥, 你刚吃完饭, 咱们一块到城外去走走吧。 少安不好拒绝他, 他又觉得心里有点别扭, 两个男女相跟着溜达, 叫众人看着不美气。 可又一想, 这城周围又没有人认识他, 走一走就走一走, 怕什么? 他和润叶是一个村的老乡, 又是老同学, 走走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于是他们就相跟着, 一块出了那座清朝年间修建的古老破败的东城门, 又下了一个小土坡, 来到了县城外面元溪河的河滩上。 初春解冻的元溪河变得宽阔起来, 浩浩荡荡的水流一片浑黄, 在河对面见不到阳光的悬崖底下, 还残留着一些蒙着灰尘的肮脏的冰溜子。 但在那悬崖上面的小山湾里, 桃花已经开得红艳艳的了。 河岸边, 鹅黄嫩绿的青草芽子, 从一片片去年的枯草中冒了出来, 道路旁绿雾蒙蒙的柳树行间, 不时闪过燕子剪刀似的身姿, 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山野里, 忽然传来一阵女孩子的信天游歌声, 飘飘荡荡, 呼应呼现。 初春解冻的圆溪河变得宽阔起来, 浩浩荡荡的水流一片浑晃, 在河对面见不到阳光的悬崖底下, 还残留着一些蒙着灰尘的肮脏的冰溜子。 但在那悬崖上面的小山湾里, 桃花已经开得红艳艳的了。 河岸边, 鹅黄嫩绿的青草芽子, 从一片片去年的枯草中冒了出来。 道路旁绿雾蒙蒙的柳树行间, 不时闪过燕子剪刀似的身姿, 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山野里, 忽然传来一阵女孩子的信天游歌声, 飘飘荡荡, 呼应呼现。 正月里结冰呀, 离春香, 二月里雨儿呀, 水上飘水上要飘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你等一等啊。 少安和润叶相跟着, 沿着圆溪河畔的一条小路, 往河上游的方向走着, 他们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中, 心情无限的美好, 这倒使他们一时没有说什么话。 走着走着, 润叶终于扬起脸, 对少安笑着说, 少安哥, 你走慢些吗? 我都撵不上你了。 少安只好把自己的长腿放慢一些。 我山里弯里跑惯了, 走得太慢, 急得不行。 润叶指着前面一个青草坡, 大声地喊叫起来, 呀, 你快看。 少安停住脚步, 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奇怪地问, 看什么? 马兰花, 看, 蓝个鹰鹰的。 少安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 原来是几颗马兰花, 这些野花野草, 他天天在山里看得多了, 没什么稀罕的。 可润叶已经跑过去, 坐在那几颗马兰花的旁边, 等着他过去。 他走到润叶身旁, 润叶说, 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他也只好坐下来, 把两条胳膊帮在胸前, 望着草坡下浑黄的圆溪河, 平静地流向远方。 润叶摘了一朵马兰花, 在手里摆弄了半天, 才吞吞吞吐吐吐地说。 少安哥, 我有个急人的事儿, 想跟你说一说, 让你看怎么办呢? 说着说着, 润叶的脸就红得像发高烧似的, 犹豫了半天, 才又接着说, 我二妈家, 给我瞅了个人家。 什么? 人家? 就是, 是献上一个领导的儿子。 润叶说着, 也不扭头去看上安, 只是红着脸, 低头摆弄的那朵马兰花。 哦, 少安这才明白了, 他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概念, 润叶要结婚了。 润叶要结婚了? 是的, 他要结婚了。 少安心里顿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他把自己出汗的手轻轻地放在有补丁的腿膝盖上, 两只手甚至下意识地带着一种怜悯, 扶摸着自己的腿膝盖。 他马上意识到他有些不正常, 他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很懊恼, 他现在应该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帮助润叶拿主意才对。 润叶专门叫他到城里来, 也正是信任他才对他说这样的事。 少安很快地使自己平静和严肃起来, 对润叶说, 这是好事吗? 人家家庭条件好。 哦, 那个人做什么工作了? 可我不愿意。 润叶抬起头来, 带着一种惊讶和失望的表情, 忘了他一眼。 不愿意? 那, 这主意要你自己拿来。 我是问你, 你看怎么办啊? 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掏出一条纸片, 从口袋里捏了一双烟叶, 迅速地卷起一支烟棒, 点着抽了几口。 那你不愿意, 不就算了? 人家纠缠我, 我, 纠缠? 少安不能明白, 既然女的不愿意, 男的还纠缠些什么呢? 在城里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你, 你是个死人, 润叶低着头嘟囔着。 少安感到很内疚, 可, 这又叫他怎么办呢? 要么让他去把那纠缠润叶的小子捶一顿, 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 再说, 他孙少安凭什么去捶人家呢? 如果将来兰乡长大了, 有人敢这样, 他就敢去把那个人捶个半死, 可眼下, 唉, 他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 慌忙之中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安慰他, 就急躁地说, 唉, 要是小时候, 谁敢欺负你, 我早就把拳头伸出去了。 唉, 你不记得, 那年咱们在十哥节上高小, 有个男同学故意给你身上扔篮球, 我把那小子揍得鼻子口里支汤血? 再说, 那时候, 你要是看见哪个土牙上有朵山丹的花, 或者是一坡子红酸枣, 让我上去给你摘, 那我都能行, 可现在, 可这事儿, 润叶听他说着, 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 哭了, 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 把半只没有抽完的烟卷扔掉, 可又赶快卷另一只。 又过了一会儿, 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 不再哭了。 刚才少安的话, 又使他深切地记起, 他和少安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 可他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 眼下却不知怎样才能把他的心里话, 给少安哥说清楚。 看来, 他不能再继续用这种少安听不明白的话, 和他交谈了, 可他又不能一下子就鼓起勇气来和他明说。 润叶只好随便问, 你家里最近都好吧? 这下可把少安解脱了。 好着嘞, 就是, 啊, 就是我姐夫出了点事。 什么事? 他犯了几包老鼠药, 让公社拉在咱们村的会站工地劳教来, 还让我爸跟着赔罪, 一家人现在都大哭小叫的, 瞅得我没办法。 这真是胡闹。 眼下这世道也太不像话了, 那老百姓不当人看。 啊, 干脆我让我二爸给咱们公社的白叔叔和徐叔叔写封信, 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师哥节找他们去。 润叶有点激动了, 少安哥的事就是他的事, 再说有这件事情也好, 这样他还可以和少安哥多待一会儿, 并且有借口和少安哥一块坐汽车回师哥节去呢。 这也正是少安的愿望, 不过他原来并没有想麻烦润叶亲自去师哥节, 他想只要润叶他二爸出个面就行了。 他的润叶说, 你不用回去了, 只要你二爸有句话, 我回去找白主任和徐主任。 反正我明天没课, 只要明晚上赶回来就行了, 一整天到师哥节打个来回儿完全可以, 要不咱现在就找我二爸去。 润叶听少安说完他姐夫的事儿, 就知道他现在心里很烦乱, 不应该再对他说那件事儿了, 反正总有时间说呢。 少安见润叶对自己的事儿这样热心, 心里很感动, 他马上感到身上轻快了许多, 便一闪声从草地上站起来。 他现在才发现那几丛马兰花真的好看极了, 蓝莹莹的像几粗燃烧着的蓝色的火苗。 他走过去, 把这美丽的花朵摘了一把, 塞到润叶手里说, 拿回去塞在瓶里, 还能开上几天。 润叶的眼睛里旋转着泪花, 他接过少安给他的花朵, 就和少安一起相跟着, 找他二爸去了。 少安和润叶没有到他二爸家里去, 而是直接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找他。 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 田夫君热情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 和少安握手。 田夫君认得少安, 他每次回村来见了少安, 还总要跟他问一些生产队的情况, 他也知道少安正在一队当队长。 田主任给少安倒了一杯茶水, 又给他递上一根纸烟, 并且亲自把打火机打着, 伸到他面前。 少安慌得手都有些抖了, 好不容易才在田夫君的打火机上, 点着了那纸烟。 好厚生啊, 玉后生养了几个好娃娃。 诶, 润叶, 上次来咱家的是少安的弟弟吧? 就是的, 他叫少平。 哦, 少平少安, 平平安安, 这玉后还挺会起名字啊。 三个人都笑了, 可他家里现在一点也不平安。 咋了? 少安就把他姐夫的事儿给田主任说了一遍。 田夫君坐在椅子上, 半天没有说话。 他点上一支烟熄了几口,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 这上上下下都胡闹开了。 啊, 少安啊, 十个街公社有多少人被捞叫了? 大概有十几个人,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听说每个村子差不多都有人。 那咱们双水村有没有人呢? 双水村还没有, 啊, 就是把田二叔批判了一通。 批判田二? 嗯, 哎呀, 这, 这简直是。 润叶儿插嘴说, 二爸, 你能不能给白叔叔和徐叔叔写个信, 让他们把少安的姐夫给放了。 田夫君想了一下, 就在桌子上拉过了一张纸, 写了一封信, 站起来交给少安。 少安啊, 你回去把这信交给白明川, 你认识他不? 我认识。 田夫君又询问了一些双水村的情况, 少安都一一地回答了。 田夫君突然问道, 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 少安, 你看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才好呢? 我觉得, 上面其他的事都可以管, 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 不要管老百姓, 让农民自己种, 这问题就好办了。 农民就是一辈子专重庄稼的嘛, 可好像现在他们自己都不会种地了, 上上下下都指不他们, 规定这, 规定那,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农民的手脚都被捆得死死的。 其他的事, 我还不敢想, 但眼下对农民种地, 不要指手画脚, 我想会好些的。 哎呀, 这娃娃的脑子还不简单了。 好, 罢了有时间, 咱好好地拉了话, 你要是到城里来, 就来找我, 好不好? 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 今天没有时间了。 少安和润叶很快就告退了, 田夫君一直把他们送到院子的大门口, 在回学校的路上, 润叶对少安说, 看样子, 我二爸挺看重你的话来, 你真能行。 你二爸是咱一个村儿的, 又是你二爸, 我敢胡说来。 少安哥, 你干脆把我二爸的信给我, 我明天和你一块回十哥节去, 我和白明川, 徐志工叔叔都很熟悉, 到时候让我把信交给他们。 少安看他, 执意要和自己一块回十哥节, 也就把田夫君的信交给了他, 润叶出面, 当然要比他威力大得多。 到了晚上, 润叶把少安安顿到学校他的宿舍里休息, 他自己回他二妈家去睡。 他把被褥细心地给少安铺好, 让少安休息的时候, 少安却有点愁愁地说, 我怕把你的铺给弄脏了。 哎呀, 你看你, 润叶的脸有点红了。 他很高兴, 少安哥能在他的宿舍里睡一晚上, 这使他感到很亲切, 也好给他以后的日子加添新的回忆。 第二天早晨吃完饭, 少安就和润叶坐着公公汽车回十哥节去了, 车票还是润叶买的, 少安抢着要买, 结果被润叶掀在了一边。 一路上, 他们俩紧挨着坐在一起, 各有各的兴奋, 使得这一个多钟头的旅行, 几乎没有绝的, 就过去了。 两个人在十哥节镇子对面的公路上下了车, 少安说, 要是你去公社, 我就不去了, 你爸也正在公社开会了, 我去不好, 我这就回家呀。 呃, 今天晚上, 你还回双水村吗? 我倒挺想回去的, 可我明天还有课, 今天必须得回城里去, 因此, 回不成村里了。 等你姐夫的事情办完了, 我让白明川叔叔帮我打个顺车, 直接就回县城去呀。 少安, 你放心, 你姐夫的事, 我一直给你办好。 润叶说完之后, 匆忙地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掏出了一封信, 一把就塞到了少安的手里。 少安赶忙说, 你二爸的信咋又给我呢? 你不给白主任和徐,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润叶就笑着, 一转身跑了。 少安赶快低头, 看看润叶交到他手里的那封信, 才发现, 这封信不是田夫君 给公社领导写的那封信。 他扭过头来, 看见润叶已经穿过 东拉河对面的石鸽节街道, 消失在了贡销门事部的后面。 街道后面的土山上面, 一行难来的大宴正排成一个大大的人字, 嗷嗷地叫着向北方飞去。 少安慢慢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 看见信纸上只写着两句话, 少安哥, 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 咱们慢慢再说这件事, 润叶。 孙少安站在公路上, 一下子惊呆了。 少安和润叶在公路上分手的时候, 润叶的父亲田夫堂正坐在公社主任白明川的办公室里, 一边喝茶水, 一边听明川和志工说话。 公社召集的大队书记会议, 上午已经结束了, 其他村的书记吃过午饭就都回了各村。 田夫堂不忙着走, 他们村离公社近, 他又有自行车, 又是下坡路, 半个钟头不费什么劲就回去了。 明川和志工现在正在说牛甲钩的那个母老虎的事, 田夫堂不便插话, 就坐在旁边听他们说。 哎呀, 从两位主任的话里听来, 这事情还挺严重呢。 牛甲钩那个母老虎现在大出血, 已经拉回来正在公社医院抢救着了。 眼下为了这事, 徐主任和白主任已经快吵起来了。 田夫堂看着两位主任的话越说越不对劲, 就机灵地站起来, 掏出两个大前门烟, 说, 白主任, 徐主任, 抽烟, 抽烟。 两位主任也只好暂时停止了唇枪舌战, 接过田夫堂地上的纸烟, 夫堂赶紧又用自己的打火机分别给他们两位点着。 白明川实际上比徐志工还小上两岁, 可样子看起来比徐志工的年龄要大得多, 他身体肥肥胖胖, 两只眼睛又大又有光气, 脸上围着一圈黑胡茶子, 头发可到闲顶了, 他穿着一身肮脏油腻的衣服, 披着一领光白老洋皮袄, 看得样子倒像是个催事员或者山区的汽车司机。 白明川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 69年底返乡劳动, 70年的时候, 县武装部招一批武装专干, 他也被招收了, 分在城关公社工作。 当年冬天, 组织全公社的民兵东迅的时候, 有一个民兵把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没有甩到前面去, 反而一仰手滑落在了后面的人堆里。 武装专干白明川眼鸡手快, 把这颗帽烟的手榴弹捡起来, 扔了出去, 避免了一场大灾祸。 为此, 不仅省地军区, 连兰州大军区都发出通报表扬了他。 第二年, 他就被提升为城关公社的副主任, 前年又调到石鸽节公社, 当上了一把手。 明川在中学的时候, 学习就很拔尖, 还能写上点诗。 他人虽然年轻, 但脑瓜子可不年轻。 当然了, 上面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 他都和徐志工一样, 要积极地完成。 但是, 他的做法和徐志工不一样, 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 所以他往往对于过分伤害农民的做法感到反感。 这个时候, 白明川站在脚地上抽了两口烟, 又对坐在椅子上的徐志工说开了, 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 但不能光一个狠字, 还要吻, 还要准吗? 牛家沟这个妇女, 不就是为了一棵花椒树, 被队里没收了, 骂了几句人吗? 拉到工地上, 教育一下也就行了, 但不能损了身体吗? 那么重的活, 别说是一个妇女, 好后生都够瘦了, 现在弄得人家大出血, 万一要是死了怎么办? 人家够不够死罪? 给人家家里人怎么交代? 徐志工看来现在不想理白明川, 但并不是服气白明川的话, 他坐在椅子上, 头拐在一边, 吊着个脸, 就是个抽烟。 白明川接着说, 再比如, 高甲湾的高亭亮, 只是在耕自留地的时候, 多占了地里的两滑, 把它纠正过来, 在生产队里做个检查不就行了, 也把人家拉来劳教。 两滑地? 两滑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 啊? 毛泽西说过, 严重的问题, 是教育农民吗? 徐志工扭回头来, 搏了白明川一句。 毛主席是说过这话, 但毛主席没说, 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吧? 这可不是我的发明, 这是线上冯氏宽主任的政策。 你要是觉得冯主任不对, 你到上面讨个指示来, 我徐志工照办。 那…… 白明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过了一会儿才有些痛苦的说, 智工啊, 还是稳当的好。 啊? 你记得不, 咱俩在高架湾下乡的时候, 饭就派着停两家, 他们家当时都快断队了, 就为了招待咱两个, 跑出去问邻居, 戒了半生白面。 你真好意思就因为这么点事, 把人家拉到工地上来唠叫的。 徐志工为白明川的没有水平的话, 都想笑了。 难道共产党员因为吃了一顿饭, 就连革命原则也不要了吗? 抽烟? 甜福堂又掏出两根纸烟, 对着两位又快吵起来的上级说, 接上抽, 接上抽。 就在这个时候, 听见外面有人敲门, 站在门后边的白明川, 顺手把门拉开, 接着就叫道, 哟, 是润印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看, 你爸也正在这儿呢。 甜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 赶紧走过来。 忍烟啊, 坐顺车回来的? 啊, 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徐志工一看是福堂的女儿, 满脸的不高兴, 只好暂时收藏起来, 笑着说, 忍烟啊, 你咋知道你爸在公社呢? 我不是找我爸, 我来找你和白叔叔的。 什么事啊? 甜福堂也不知道他女儿, 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 站在旁边一脸的迷惑。 温烟接着就把他二爸的信, 递给了白明川。 白明川拆开信, 看见上面写着, 明川, 志工二同志, 你们好。 据反映, 你设贯子村社员王满营, 因为犯了几包老鼠药, 先被押到双水村, 公社农田基建工地老教。 若此人再无其他问题, 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 让其回对去。 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 也希望你们能慎重处理, 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 且不可以随意行事。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请你们二位着处, 此之敬礼, 田福君。 白明川看完信之后, 把信交给了徐志工, 徐志工也很快地把信看完了, 两个人一时间都不言传, 各自抽各自的烟。 另一边, 田福堂还不知道内情, 偷偷地问女儿, 润叶, 什么事儿啊? 润叶对父亲说, 我二爸写信, 让把兰花的女婿放了。 你二爸真知道这事儿了?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冠子村的什么人反应的吧? 那你, 专门为这事儿跑回来? 不是, 我们学校让我到师哥街小学取一份教材, 二爸就让我顺路把这封信捎来了。 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着的白明川问徐志工, 志工啊, 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那还有什么说的, 让婉婉营回队就不就行了? 那, 你看其他的人呢? 牛九勾那个妇女病治好了, 也让她回去, 至于其他人, 那总不能都放了吧? 我徐志工没什么, 你是一把手, 你看着办。 徐志工又把球一脚踢给了白明川, 白明川想了一下, 也只好说, 那, 就先按你说的办吧, 你负责农田基建会站, 有些问题, 罢了咱们再研究吧。 白明川说着, 便拿起了电话, 让华务员给她接公社医院。 喂, 牛家沟的那个妇女, 现在怎么样了? 啊? 血止住了? 好, 我和徐主任一会儿就过来。 他放下电话, 对徐志工说, 血止住了。 徐志工看来也松了一口气, 那咱过去看看, 润一尔马上对他们说, 我一会儿还要回县城去, 你们能不能给我挡个顺车? 米家镇到咱们县城的班车, 已经过去了。 田夫堂对女儿说, 你不回家了, 干脆回家住上一夜, 明日早上再走嘛, 你妈常念的你不回来, 我明天早上有课, 今天必须回去, 哦, 那这样, 你还是回城里去吧, 不能误了工作。 徐志工说, 哎呀, 这过路司机, 我和白主任认得不多, 看来只能让街上食堂的人去挡了。 白明川说, 是啊, 司机过路吃饭都在食堂里, 跟厨师大部分都认识。 这样吧, 志工, 你干脆到食堂找个人给润叶打车去, 让我给咱到医院去一趟。 那好, 徐志工很乐意去给润叶打车, 因为他不愿意去医院看那个母老虎, 他知道, 那个妇女恨他。 十个街食堂的胖炉头, 拦住了头一辆路过的货车, 润叶坐在了驾驶楼的空位上。 送走了润叶之后, 田福堂推着自行车问徐志工。 徐志工, 你今天不去我们村了? 公社有些事, 我今天不去上市村了, 你回去给高虎和玉亭商量个话, 叫他们把王满英给放了。 啊? 就这事啊, 那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的话给传到了。 田福堂告别了徐主任, 就骑上他那辆缠着黑回容的永久牌自行车, 起身回双水村了。 田福堂一路骑着车子, 脑子里乱糟糟的, 想着许多事。 他穿着一身旧制服衣裳, 高大的身板有些担保, 一张瘦条脸上, 栽着一些不很稠密的胡须, 由于脸色显出一种病容式的苍白, 那胡须看起来倒是黑森森的。 实际上, 他除过气管有些毛病外, 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病, 这是因为多年来, 体力劳动很少, 身板才显得单薄了些。 可是他每天并不闲着, 开会, 私梦, 筹划, 指挥, 给大队办各种交涉, 争各种利益, 也是一个大忙人。 在十个节几个大队领导中, 他无疑是最有名望的。 公社不管换上多少茬领导, 他都能和这些领导人保持一种很热乎的关系, 这的确也是一种本事。 双水村的人, 尽管都或多或少的对他有些意见, 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 书记还只能由这家伙来当。 田福堂对自个儿的利益, 当然是一点也不放弃, 但要是村子和村子之间争利益, 他就会拼着老命, 为双水村争个你死我活。 一般的说来, 其他队的领导人都不过田福堂, 就是十个节公社的领导人, 只要田福堂出面, 给双水村办事, 一般也都要让他满意, 因此多少年来, 不管世事怎样变化, 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 并没有多少变化。 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也承认他的权威。 田福堂现在骑着自行车, 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跑着, 因为是下坡路, 他也不要太多的费力, 可以分出心, 盘算其他事。 他现在明显地意识到, 这几年, 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 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队长金俊武, 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教湾那边的领袖。 副书记金俊山, 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 虽然从来没有和他一心过, 但这个人没有魄力, 年轻的时候都没翻起几个大浪, 现在一大把子年纪, 更没有力量和他田福堂, 争高论低了。 但是金俊武比他和俊山都年轻, 又是党支部委员, 还时不时趋里拐弯地和他过不去。 当然了, 眼下金俊武还不敢和他正面交火, 但对他的主要帮手孙玉婷, 却使了一个绊脚又是一个绊脚, 这实际上是想把他的一条胳膊 往蛇里打了。 想起孙玉婷, 田福堂马上又想到了玉婷的侄子孙绍安。 他没有想到没有本事的孙玉后, 竟养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儿子。 这后生现在虽然年轻, 也不是党员, 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 他可比金俊武更残活。 就是的, 连金俊武这个强人都对这后生尊三分的。 这绊安和他润叶一块长大, 小的时候, 他倒没看出孙玉后这个掉鼻涕的小子, 长大会有多出息, 想不到现在成了他在村里头最头疼的人。 他常想, 这后生要是把书念成了, 肯定是个当官的料子。 他对绍安最头疼的是, 他的许多套路满哄不了这后生。 他有很多精明的小把戏, 甚至可以哄得了金俊武, 但哄不了孙绍安。 而更厉害的是, 这后生又不跟你争争吵吵, 他尝试把事情做得让你下不了台。 使他受刺激的是, 这几年一队选队长, 绍安年年都是全票, 这就是微信了。 他自己也是一队的人, 众人选绍安, 他也得选, 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 当然, 说公道话, 田几哥闹这面的人, 也只能让绍安来振台子。 往年一队是烂包的从来不如二队, 可自从绍安当了队长, 梁氏和弘历竟然年年超过了金家湾那边, 不让他当队长, 让谁当了? 他当然也能跟上沾点光, 这些年量钱都明显比前几年分得多了。 但是不论怎样说, 这后生总是叫他心里有点不舒服。 前几天他在公社开会的时候, 听说志工派人把绍安那个二溜子姐夫拉到双水村里劳教了, 他听了心里倒有点高兴, 他知道这件事会让孙玉后一家人都乱成一团, 他在心里想, 让孙玉上安发愁去吧。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半路里又杀出个他弟弟, 把这件事给平息了。 哎, 这个夫君管的事也太多了。 田夫堂一路走, 一路想, 既然现在这件事已经平息下去了, 徐主任又让他烧画放人, 他就应该表现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处理的高姿态了。 他甚至有点感谢徐主任让他回来传达这个让孙玉后一家人高兴的指示, 他甚至想, 说不定这家人还会认为是他田夫堂在公社给做了工作, 所以才让放王满银的了。 现在, 缠绕着黑回荣的自行车, 驮着田夫堂, 已经快到罐子村了。 他突然灵机一动, 干脆让我上去先给绍安他姐说上一声, 也让他高兴一下啊。 他把自行车撑在冠子村的公路边, 就上兰花家去了。 冠子村谁家住在什么地方, 他都很熟悉, 可他走到兰花家门口的时候, 才发现门上吊着把锁。 于是田夫堂很扫兴地转回身, 被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 他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他本来就应该想到, 满银一出事, 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他娘家的门上去。 另外, 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 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在向绍安一家人邀功。 真是, 我田夫堂什么时候, 谁得这么下去? 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地又骑上自行车, 很快地向双水村赶去。 等他到了双水村村头, 他跳下自行车, 隔着东拉河对着农田基建工地喊, 高虎啊, 杨高虎, 你过来一下,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他没听见杨高虎音声, 但看见孙玉婷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 趟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 孙玉婷过了河, 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 一边问他, 田兄弟, 公社的会完了? 他给玉婷嗡了一声, 他看见玉婷还是那副样子, 破棉袄金子的两颗扭扣之间, 别着一卷子学习材料, 两只烂鞋补丁落补丁, 想往快走吧, 但为了将就那双鞋, 两条腿搅在一起, 急忙走不前来。 田夫堂被这位忠实助手的西红样子都快逗笑了, 一时间他想起来, 自己还有几双旧鞋, 干脆送给玉婷去穿吧。 孙玉婷上了公路, 走到他跟前说, 田兄弟, 高虎不在, 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击去了。 什么事儿啊? 公社决定, 就把冠子村, 你那个侄女就放了。 徐主任有事儿, 今天不回来, 让我把这话儿烧给高虎和你。 孙玉婷听了十分高兴, 这事情如此处理, 对他也是只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 他很崇拜地看着田夫堂说, 这肯定是您在公社给说了话儿吧。 不敢怎样, 让满淫回贯子村去吧, 高虎不在, 这事儿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 孙玉婷犹豫了一会儿。 田兄姐, 还是明晚上给高虎说这件事儿吧, 让他宣布。 我和满淫眼尽散个亲切, 我宣布这事儿怕政治影响不好。 田夫堂很满意 玉婷同志政治上的精明。 嗯, 那也好, 罢了, 我给高虎说, 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 让满淫再受一回子罪吧。 田夫堂说完, 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 孙玉婷又按着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 第二天早晨, 王满淫在老丈人家里吃完了饭, 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贯子村了。 王满淫已经累得像散了骨头架子, 一缕头发搭了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 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袋, 松松垮垮地走着。 不过终于是被释放回家了, 她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 一路走, 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地迎着信天游的小曲儿。 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带抱在自己热红红的胸脯里, 跟着她的二溜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 半路上, 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 她爸家里头还有六颗鸡蛋, 我回去就煮, 你和猫带狗带一个人两个。 王满淫高兴地把嘴一脸, 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你和猫带狗带一个人的小曲儿子信天游的小曲儿子信天游的小曲儿子信天游。 他胀胀胀得是满脸通红, 跑过去用他那劳简手在王满淫的后脑勺上猛拍了一巴掌。 王满淫脖子一缩, 眼睛一瞪, 嬉皮笑脸地把舌头往外一吐。 他这副鬼样子, 把两个孩子都给逗笑了。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 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 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 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 少平的情况也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除过每天劳动半天之外, 也就是政治学习。 在大部分的日子里, 他还是要啃黑高榴面膜, 而且还是连一个饼菜也吃不起。 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 他对自己是否能够上完两年的高中, 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 他曾经想过, 读上半年高中, 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 也就凑合了。 何必硬撑着上这个学, 受这份罪呢? 孙少平和郝红梅, 在过去的半年里, 已经相当熟悉。 两个人交交往往, 也不肯拘束了。 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 也瞅空子拉了话。 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 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 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 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 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 并且想交上一个相好。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 站不到人面前去, 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 在一块儿交交往往, 倒也给她的生活, 带来了一些活力。 她渐渐地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 在宿舍里给同学们讲故事, 学习讨论的时候, 她也敢大胆发言, 而且口齿伶俐, 说得头头是道了。 要是肚子不很饿的话, 她还喜欢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上两手。 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她竟然夺得了冠军, 学校给她讲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 高兴得她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她的这些表现, 慢慢地在班里也成了个人物。 在上学期选班干部的时候, 她被选成了劳动干事。 起初, 她对这个职务感到很气恼, 甚至觉得这是对她有点亲密。 可后来她又想, 现在是开门办学, 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了, 也就很乐意地负起了这个责任。 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 但权力的确很大。 班上每天半天劳动, 在这半天里, 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 她要给大家布置任务, 给每个人分工, 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的工具, 给大家分发。 每次她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好红梅。 起先大家谁也没有发现, 劳动干事耍私情。 但是有一天, 这个秘密被博女子侯宇英给发现了。 那天是上山休梯田, 发完了铁线之后, 侯宇英撅着个嘴, 把发在她手里的铁线, 一下子扔在孙少平的面前。 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的面前伤自己的脸, 也就很不客气地说, 铁线都是这个样子, 你嫌不好, 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 谁说都是这个样子, 你跟谁好, 就把好铁线给谁。 我, 我把好铁线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 全班学生轰的一声, 都笑了。 有些同学很快地扭过头去看好鸿梅。 好鸿梅把铁线一丢, 捂着脸哭了, 她随即转过身, 跑回了自己的宿舍, 干脆不去劳动了。 侯宇英一搏一搏地走到人群里, 大获全盛地扬着头, 讽言讽语地说, 哼, 贼不打自招。 这侮辱和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 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 他一把拐下自己手中的工具, 怒气冲冲地向侯宇英扑过去, 但是被他们村的润身和金波给拉住了。 班里许多的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 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 直到班主任老师来, 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 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 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 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 他们都感到孩扫, 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 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 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 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 伯女子侯宇英达到了目的, 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 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 哈哈哈哈的笑声里边, 叫人感到那是故意笑给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 她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 如果她原来没有和郝红梅有这种关系, 她或许只有肠胃的危机, 可是现在她在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 而且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 她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 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 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 现在即使是面对面地走过来, 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地看上她一眼了。 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 她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 等着放假。 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 孙少平才想起, 几个月前郝红梅跟她借过一本创业史, 到现在还没有还给她呢。 这本书是少平借县文化馆的, 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 如果郝红梅不还回来, 她就没办法给县文化馆还了。 可她又不愿意找郝红梅去要书, 她心里对郝红梅有一种说不出的恼火。 郝红梅现在可以不理她, 但连借走的书也不还了吗? 到了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少平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在一起蒸的干粮, 她没有挂包, 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 夹在自行车后面, 赶摸呵儿的时候回到了学校。 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之中, 人来人往, 斑斑运运, 闹闹哄哄, 一切都没了个章法。 少平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 金波说她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 就接过少平手里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 少平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 往自己的宿舍走去, 她突然发现郝红梅在她前面走着, 郝红梅大概没有看见她在后面。 少平真想喊她一声, 问问那本书的事。 她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 突然弯下腰, 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 然后仍然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她的身影立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 等她走过郝红梅刚才弯腰的地方, 她眼睛猛得一亮, 这不正是她那本创业史吗? 好, 你还记着这件事, 那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 何必用这种法子来? 少平拿起那本书, 却在摸黑中感觉到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里掉在了地上。 她吃了一惊, 连忙低头到地上去摸, 她摸到了一块软软的东西, 捡起来凑到眼前一看, 见了, 原来是块白面饼。 她什么也没顾上想, 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了起来, 饼上粘了些土, 她把它们吹干净。 少平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 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她觉得她拾起的不仅仅是几块白面饼, 而是很多, 很多。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孙少平才重新对这所学校充满了热爱, 于是这个学习报名的日子一到, 她就一天也没耽误, 赶忙返回了学校,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可是开学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 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好红梅单独说上句话。 她看见好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 好像另外变了一个人似的。 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 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 好红梅原来很消瘦的脸颊, 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 已经过上了半年的城市生活, 好红梅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 像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片, 再加上自己做的手工精细的翻口鞋, 和一条看起来好像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 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好红梅了。 孙少平看见她, 心里就会样起一种热辣辣的激流, 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 当然, 少平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 一身夹肢的老粗布, 尽管金波妈给她剪裁成制服的饰样, 但仍然不能掩饰她本质上的土气。 再加上暑假里给家里砍柴, 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 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都给用光了, 还是没有能够洗净。 她看着自己这身叫她伤心的衣服, 真想一把脱了扔掉。 但是不管怎么说, 她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甜蜜的安慰。 就她这副穷酸呀, 可班里也许是醉俊的女子, 还想和她相好呢? 让侯玉英见鬼去吧? 她就是想和自己好, 自己也许还不愿意呢? 这倒不是嫌侯玉英的腿, 假如好红梅的腿是薄的, 她孙少平照样会和她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 少平还是没有能够和好红梅拉上几句话, 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了, 但不知好红梅为什么又像上学期那样躲开了, 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地在回避孙少平。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 想来想去, 她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有一天下午, 少平看见好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玩球, 她自己也就悬梅着进了场。 这并不是比赛, 两边的篮板下面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 谁逮住球, 谁就投篮, 不管是谁, 在投了一次篮, 紧接着又拿到球之后, 就传给另外一个人, 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 已经懂得一些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好红梅投了一次篮之后, 球又一次地回到了好红梅手里。 当她正准备给别人传的时候, 少平就在她后面喊, 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她的话, 但好红梅没有理她, 甚至连投也没有回, 而是把球传给了站在另外一边的班长顾仰明。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 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 煞时间她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 连眼睛也好像蒙上了一层灰雾, 远远近近地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她正要转身走开, 金波把球给她传过来, 她勉勉强强地把球逮住, 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 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的操场。 她出了操场, 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 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 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面的河滩里。 她立在黄昏中的河边, 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河水, 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 就像她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地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 她先在心里说, 我这才知道, 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 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 可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呢? 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 红梅还在还给她的创业时里, 加了几块白面饼, 使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可假期里, 红梅回了农村, 顾养民的家在城里, 不可能在这期间呢。 那, 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这几个星期里, 她就和她好了吗? 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 她的判断是对的, 好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 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 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 她小的时候, 她爷还活着, 戴着个地主帽子, 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 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高中。 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 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 在村里尊大尊小, 叔叔婶婶不离口, 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 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 村里的人没有谁考的。 好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所富有的使命。 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的成熟起来, 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 但很有一些心计。 起先, 她和孙少平一样, 因为自己家庭贫困, 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而最使她窘迫的是, 她吃不起好一点的饭, 顿顿都是黑高的面膜。 女孩子爱面子, 她不愿意在大厅广众面前, 领取自己那份不光彩的甘脸。 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了之后, 她才去。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她完全一样。 她于是很自然地对这个叫做孙少平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 好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 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 包括爱情和婚姻。 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 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她自己早有盘算, 她家成分不好, 光景也不好, 她自己要行下个好人家, 找个有钱的男人, 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她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但她自己明白, 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 上学只能上到高中就到头了, 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 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 她家的成分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她只有行下个好婆家, 好对象, 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 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如此说来, 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贫穷的男人呢? 因此, 她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 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但他们毕竟命运相似, 这使她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 在这个她得不到有爱的世界里, 孙少平对她来说是宝贵的。 只是那次侯宇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她是孙少平的婆姨的时候, 她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 她到这个县城的高中里来, 是另有所图的。 说不定在这两年之中, 她能高攀上一个条件好的男人。 可侯宇英这么一闹, 舆论就把她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 这使她非常的被动。 她恨厚欲婴, 也对少平有点怨气。 谁让你那么多情, 每次劳动都放我一把好工具来。 因此她便渐渐地开始和少平疏远了, 她要让众人看见她好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 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 临近放假的那几天, 她才突然发现, 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子底下, 还放着她从孙少平那儿借来的一本创业史。 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 她这么长时间没有理少平, 还把她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 而没有还给她。 她知道这书少平也是从文化馆借的, 现在马上就要放假, 少平肯定很着急地要给人家还。 这个孙少平, 你咋不开口向我要呢? 可她又一想, 这要怪她自己, 她应该主动地给人家还吗? 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她匆匆忙忙地跑到男生宿舍 给孙少平还书, 可少平没在。 金波告诉她, 孙少平回家去了, 她只好要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之后, 她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 还有几块白面饼。 下收开市以后, 她每星期天回去, 常出山去捡麦碎。 她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 给她烙上了几张饼。 她吃了几块, 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 一直放着。 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 想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 送给孙少平, 以弥补她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 于是她把这几块白面饼 夹在那本创业史里, 在黄昏的时候, 转到校园里头, 等少平回来。 她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 又实在没有勇气 当面把这书交给她, 于是就采取了 只有在他们这个年龄 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的方法。 这个学期开学以后, 好红梅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到了夏天, 她还有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可以穿, 因此不像冬天那样, 看起来过分的寒酸。 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 她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 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 以前由于自残行贿, 她常常不愿意到公共场所去露面, 可现在, 她身上的这身衣服 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 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 她也敢去了。 不过, 她还不愿意进场, 只是站在场外边, 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 有一天下午, 好红梅还像往常一样, 又站在篮球场边上, 看着别人打球。 他们班的班长顾仰明, 突然给她扔过来一个球, 并且很亲切地说, 你来玩吧, 为什么老站在外面呢? 她笨拙地接过顾仰明抛过来的球, 满脸通红, 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 这些女同学就来拉她, 她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 从这以后, 她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 没过多少时间, 她就成了全班女生中试着最硬的一个。 也就是在这期间, 班长顾仰明渐渐地对她热情起来。 班长顾仰明渐渐地对她热情起来。 玩球的时候, 常常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 对她微微的一笑, 而且得到球之后, 往往都抛给了她。 在班上的一些集体活动中, 顾仰明也有意把她和自己分在一块, 瞅个空子和她说着说那。 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 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仰明这样的人。 顾仰明的父亲是他们黄园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 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 顾仰明的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 仰明从小跟祖父长大, 一直在元西县上学。 她成绩好又是班长, 年岁虽然比好红梅才大上了一岁, 但就像一个教师一样的有风度。 而现在, 这个常常被全班女学生羡慕地谈论的人, 竟然对她好红梅如此青睐, 真叫她有点受宠若惊。 在好红梅的眼里, 和顾仰明一比较, 孙少平一下子就变得黯然无光了。 好红梅于是想方设法地和顾仰明接近, 和她攀谈, 和她一块打篮球, 让顾仰明喜欢她。 相反的, 她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 千方百计总是躲避着和她说话, 交往。 好红梅看得出来, 这个学期开学以后, 孙少平一直在寻找机会, 总想跟她说话, 但她都有意地回避了。 叫人生气的是, 今天下午她正在兴致勃勃地和仰明他们打篮球, 这个不时高低的人竟然叫她给她传球。 好红梅故意没有传给她, 而是把球扔给了顾仰明。 她是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 我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 黄昏中, 孙少平站在县城外的河岸边, 思绪万全。 她明白, 从今往后, 好红梅再不可能和她相好呢。 她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 这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 她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巒, 真想狂喊一声。 她并不知道, 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 少平站在河边, 尽管已经误了吃饭的时间, 但她一点也感觉不到饿。 她幻想着, 未来的某一天, 她已经成了一个人物, 或者是教授, 或者是作家, 要么是工程师, 穿着体面的衣服和黑皮鞋, 戴着眼镜, 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个城市。 人们都在尊敬, 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她打招呼, 那个时候她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好红梅。 幻觉消失了, 她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朝这边走来, 她认出这是她的好朋友金波。 金波走到她跟鞋, 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她面前。 看你没回来, 你的下午饭我吃了, 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 邵平没有言传, 结果金波手里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 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到了她的身边,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咬牙切齿地说, 我真想把顾养民吹一顿。 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她好朋友的女孩。 她是女朋友, 这时她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 她想为邵平打抱不平。 打了她, 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 你不要动手, 我出面了。 可不敢这样? 万一咱们出个事, 能把家里的大人给挤死? 咱自己就是大人了, 自己做下的事情, 自己承担。 你不要管, 我知道这事该咋办了。 你可千万不敢动手。 咱们没剩理由打人家顾养民, 要是平白无故地打了, 到时候, 咱没个说上的。 我给他行是个理由吗? 不敢闯着乱子。 邵平虽然和金波同碎, 此刻心里又是火烧火燎, 但是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 金波也没有再说话, 等着邵平把那四个两面烧饼吃完了, 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 邵平没有想到, 他的朋友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在私下里开始积极地筹划, 准备打顾养民了。 金波平时爱讲的哥们一起, 班里许多调皮的学生都听他的。 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 商量着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上一顿, 而又让学校抓不住把柄。 为了不牵连孙少平, 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邵平保密, 而且将来打人的时候, 他也绝对不会让邵平在场。 这是一个晚上, 西登林还没有打, 金波和他串联的那一把子人, 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 他打发一个学生, 去叫住在另外宿舍里的顾养民。 顾养民刚一进这个宿舍, 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 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 他看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 很不友好的看着他, 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里的。 他就问大家, 你们叫我有什么事了? 金波走到他跟前, 在这旁边的一个男生问他, 顾养民, 高莱顺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给这几个人说, 他偷吃你的饼干了? 金波又指了指另外的几个人。 顾养民很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 高莱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那几个小子立眉树眼七嘴八舌的证明, 他就是说了, 而且说过还不止一次呢。 这下顾养民立刻意识到, 这些人是故意和他过不去, 但他又想不出来, 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 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 和谁也没有吵过一次。 他现在已经顾不得想这些了, 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间, 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 他看着这群人呲牙咧嘴地已经逼近他的身边, 就赶忙说, 同学们, 咱们有什么事慢慢说? 我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金拨的拳头就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 他立刻看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 直到出血了。 紧接着, 这伙人一起上来, 七手八脚地把他踩在了脚地上, 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的疼, 倒在地上, 爬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 坐在抗篮石上的金拨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 于是金拨和这一伙子人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 另外的人把他胡斜的脸顷刻之间洗得干干净净, 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 金拨甚至拿了一把梳子, 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这一伙子人便放开他, 站在旁边瞅着他笑。 有一个人还说, 哎, 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 那就更风流了。 顾养民立在脚地上, 眼里泪水汪汪, 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 这些人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罢了又精心地给他打扮了一份, 使他看起来什么事也没。 有一个学生还对他说, 你给学相告知吧, 到时候我们就说, 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 我们和你讲理, 和你先动手打人, 那我们只好嘛。 这群人又一起笑了, 顾养民开掉自己脸上的泪水, 我不告你们。 他的这句话, 倒是这些人吃了一惊, 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 也不再笑了。 顾养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这个宿舍, 他也没有回他自己的宿舍, 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一片小树林中, 抱住一根杨树杆, 无声地哭起来。 孙少平在第二天, 才知道金波串联了一些人, 把顾养民给打了一顿, 他又急又慌, 忙忙找到金波, 埋怨他不该这样。 金波让少平别管, 说他这件事儿干得滴水不漏。 他对少平说, 让顾养民告去吧, 他小子挨了打, 官司也打不赢, 他一张嘴, 我们七八张嘴, 他说不过我们。 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会那么简单的了结的。 可是过了好多天, 一切仍然风平浪静。 金波曾给他说过, 顾养民自己说不去告他们, 少平当时并不相信这话, 可现在看起来, 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 班长现在看起来, 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他表现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而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 态度也很正常, 既不特意的好, 也不让人家看出来他怀恨在心。 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 顾养民给老师请假, 说他感冒了, 要上一趟医院。 据金波说, 顾养民上医院的那天, 好红梅竟然也偷偷地跑到医院看他去了。 金波他们把顾养民给打了一顿, 这反而使好红梅更接近了顾养民。 也许他们两个在一起分析过顾养民挨打的原因。 金波心再惨, 不会平白无故地打人, 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好红梅。 他先后与少平和顾养民的关系变化,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孙少平不出面, 让他的好朋友来替他报复。 除此之外, 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孙少平看得出来, 好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他了, 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顾养民不知道心里头怎样, 可面子上还和少平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 当然, 不论是在少平面前, 还是在众人面前, 他现在已经不回避 他和好红梅的相好关系。 至于好红梅, 他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他和顾养民好。 他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 回来的时候呢, 还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给顾养民还车子, 而且羞羞答答地看上顾养民一眼, 说, 谢谢。 少平现在平心静气地想, 顾养民是一个好人, 他挨了打, 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 顾养民不会怯和这些人, 这些人再残, 残不过学校的王法。 只要顾养民去告, 这些人都轻松不了, 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被学校开除的。 但是顾养民对这件事采取了稀释宁人的态度, 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都给震住了。 少平又进一步地想, 好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 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 男女相好, 这是两厢情愿的事, 而怎能像乡俗话里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 青春激流打起来的第一个浪头, 在内心渐渐地平复了。 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 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 他现在认识到,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地生活, 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 当然, 普通并不懂于庸俗, 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 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 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 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 挨了别人的打, 但不去报复打他的人, 尽管按常情来说, 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 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这件事就值得他好好地思量思量。 在这期间, 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 在最平常的事情中,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格的伟大来。 这是孙少平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 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很深远的影响。 过了几天, 在少平的生活中, 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 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 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 寻回到各公社去宣传演出。 他们班的金波, 顾仰明, 好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 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 还另外出一个节目讲故事, 智取微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 顾仰明也参加小戏演出, 同时还担任宣传队的副队长。 好红梅是舞蹈队的, 金波呢在乐队里吹笛子, 而且他还有一个独唱节目, 因为他的嗓子很不错。 邵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做《夺编》, 是学校宇文祖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 剧本的内容是, 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之后, 为了从富农子弟手里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利, 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以及一个丧失了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最后, 兄妹俩得到了公社书记的支持, 终于胜利了。 学校里教音乐课的女老师, 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 他竟然让孙少平担任这出戏的男主角张红苗。 少平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他还没有想到, 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小霞演他的妹妹。 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 顾颖铭扮演公社书记。 经过了一段的排练, 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 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 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 另外, 宣传队下了公社, 吃的都是白磨大肉, 演戏的时候, 他还能够穿上体面的戏装, 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似乎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 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全县几个出众的干部子弟, 一块登台演戏, 使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的日子。 戏完了之后, 他和田小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 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 当然, 他的好朋友金波的独唱, 也长波的热烈的掌声。 在这期间, 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 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 加上伙食又好, 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 他, 顾养明, 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 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 邵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寻回到石鸽节公社去。 那里有他们许多的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 在本公社录一下脸, 那可有多大的意义啊。 到时候, 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 可是在巡回演出的中途, 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来的电话, 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讲, 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小霞去参加, 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 这个消息对孙少平来说, 就像一颗炸弹在眼前爆炸了。 天哪, 他要到黄园去, 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 而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 宣传队所有的人都很羡慕他和田小霞, 少平激动无比, 这自然不消说。 小霞尽管为这件事高兴, 但他从小就在黄园城里长大, 不像少平那样, 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 连晚上睡觉都失眠了。 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 金波顶他演张红苗, 红梅从舞蹈队里抽出来顶小霞演张红苗的妹妹。 孙少平给老师请下假, 说他要先回一次家, 因为他立刻想到, 不能背着一口袋高粱面去黄园城, 得要有粮票。 另外, 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那大地方去亮相呢? 讲故事不是演戏, 人家不给做服装。 一想到这一切, 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上泼了一盆子凉水, 寒透心了。 如果这样出去丢人, 还不如不去。 但他又知道家里的情况, 这么大的破费, 能把大人给挤死。 当孙少平满腹惆怅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他要去黄园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 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 他也根本不知道, 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好几天, 似乎他孙少平已经成了个人物。 这倒也是, 村里头像他这么大的人, 倒有几个去过黄园城。 最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 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 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夏洋裕刨得卖了两麻袋, 给他扯好了一身蓝卡级布, 放在金大婶家, 等他回来凉身子裁缝了。 他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来二生, 在石阁街凉战给他换好了十斤粮票。 他看到这些他原来很担心的问题, 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 而且一家人都乐得满脸光彩, 这使他忍不住鼻子发酸。 他在家住了两天, 母亲给他单令做的吃了两顿好饭, 还一再嘱咐他出去多操心, 说那是大地方, 不是石阁街。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级布制服, 把十斤粮票和哥哥专义卖了几袋西红柿给他的十块钱, 用领汁别在那衣口袋里, 就怀着对亲人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到了县上。 他和小霞在县上的文化馆集中排练了三天, 文化馆长就带着他们去了黄园地区。 当他从黄园汽车站里出来的时候, 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 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 小霞熟悉着城市, 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 他兴奋的头脑都有些混乱了。 他们在黄园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招待所待了七天, 他们讲完了之后, 小霞便带着他到这个城市的几个著名的地方转了转。 同时, 邵平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 其中有一个叫贾兵的诗人, 还是袁熙县人。 贾老师很热情地约请本县来的三个人到他家里去吃了饭, 还声音很大的给他们朗诵了他自己写的诗。 这次故事调讲, 他和小霞都得了二灯奖, 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得是没开眼笑。 邵平也大开了一回眼界, 在这之后, 他带着无数的新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他又带着从黄园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 在地区的时候, 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的了, 因此他就把哥哥给他的十块钱除过王满银之外, 给全家人都买上了一点礼物。 给奶奶买了一包蛋糕, 给母亲和姐姐一人买了一双袜子, 父亲和哥哥是一个人买了一块白毛巾, 妹妹是一块红方格头巾, 还给猫大和狗大买了半斤水果糖。 可是在这几个月里, 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 他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地挣扎。 李向贤一家三口和他二妈组成的说和队伍轮番向他进攻, 可他自己爱着的孙少安却又对他退避三舍。 他整天是急得六神无主, 不知如何是好。 像他这样一个寄人门下的二十二岁的姑娘, 目前的处境可想而知。 他没有什么资本和勇气, 斩钉截铁地抗拒线上两户赫赫有名的人家, 而其中的一家又是他的亲戚和恩人, 更何况他们也是诚心诚意地为他好。 这一切可以先都抛开不说, 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他, 他完全能不顾这一切的, 但是真正使他痛苦的是, 他的少安哥对他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 自从那次他在石隔节的公路上把装在信封里的那张小小的纸条塞给少安之后, 不久他就在某个星期六回到了双水村, 他想尽快地见到少安和他把事情谈清楚。 那天他在家里头吃完午饭, 就对他父亲说他要出去到村里的一些人家串串门, 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少安家。 可是他到了少安家之后, 才听少安妈说, 少安中午不回家吃饭, 现在正是除庄家的大忙季节, 为了省下时间, 这一段时间里, 庄家人中午都不回来, 而是把饭送到地里头吃。 润月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失望, 和少安妈亲热地拉了一阵子话, 然后把他给少安奶奶带了一包点心放下, 就只好信信地告辞了。 不过, 在他临走的时候, 一再给少安他妈安抚, 等少安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少安, 让他明天中午一定回家来吃饭。 他有事儿要给少安说, 千万不敢耽误, 因为他明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去了。 就这样, 第二天中午, 润月又兴致勃勃地去了少安家, 在上少安他们家那个小土坡的时候, 他甚至觉得心狂跳, 气喘吁吁的, 只好站住等平静了一些, 才进了院子。 可是少安还是没有回来。 润月寻思, 少安是队长, 要安排生产, 可能会挽回了一点, 再耐心等等吧。 少安妈也很着急, 对润月说, 昨晚上, 我给少安说过好几遍了, 说你让他无论如何, 今儿中午回来一趟, 又要紧事儿。 那他当时答应了没? 他 嗯了一声。 这嗯了一声, 是答应回来呢? 还是说, 只表示他知道了这件事, 而回不回来, 还不能肯定呢? 润月儿坐在他大婶家的前抗边上, 一边厚着少安, 一边胡思乱想。 只等到庄解人吃了午饭的时光, 少安还是没有回来。 润月儿已经在抗边上坐不住了, 溜下来在少安家的脚地上走来走去, 洋庄看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 但耳朵却流心地捕捉着门外的响动。 少安他妈这时候也急得过一会儿, 就到院子里张望一回, 嘴里唠叨着一些瞒眼儿子的话, 这倒真是的, 让人家这个体面人家的女娃娃跑了两回还不算, 还又让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少安妈看午饭过了好长时间, 儿子还不回来, 就只好对润月儿说, 看来他不回来了, 谁知道这死小子 又让什么事儿给耽搁住了? 你有什么事儿, 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让我给他转个话? 润夜的脸红了, 啊, 大婶, 他没回来就算了, 他没回来就算了, 也没什么大事儿, 还是等我再回村子里的时候, 再给他说吧。 润夜只好又离开少安家, 泱泱不快地回到自己家里, 他得起身回县城了。 下午, 父母把他送上过路的公共汽车, 当汽车经过少安家院子下边的时候, 他的眼泪 禁不住在他的眼睛里开始旋转, 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 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 铺回村子里来, 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 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能见上, 他想不通少安哥为什么中午不回来见见他, 他应该知道润夜回来找他是为了什么, 可少安又为什么不采他呢? 当回到学校, 慢慢地静下了细盘算的时候, 润夜又猜想, 是不是那天中午少安哥的确山里头有事不能回来? 这完全有可能, 他是队长, 管的事又多, 说不定有什么事就缠着身了。 他随后马上就想, 让我再给少平捎个话, 让少安到城里来一下。 谁说现在农活忙, 他耽搁上一两天又误不了多少事, 再说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他于是又跑到县高中给少平安顿, 让他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叫他哥到城里来一下, 说他还有个要紧的事要给他哥说。 星期天下午, 他焦急地等待着少平回来了, 他想这次要是少安哥来, 他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害羞了, 他什么话也敢对他说。 少平回来了, 可给他带来的是个冷冰冰的消息, 少安说他忙, 来不了。 润叶尔呆了, 他一个人关住门, 在宿舍里偷偷地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 他没有课, 也没有吃早饭, 就一个人红肿着眼睛, 来到学校后面的小山湾里, 以前他消闲的时候, 常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溜达。 他现在坐在一片草丛中发愣, 今天他不愿意待在宿舍, 万一有哪个老师来找他, 看他这副样子,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不能给人家解释。 另外, 他学校又有什么工作要找他去做, 他心乱成这个样子, 还能做个啥呢? 在这一刻里, 他已经厌倦了这城市中的一切。 剩下灿烂的阳光, 照耀着万物繁荣的大地, 但田润也感到自己心里头空荡荡的。 坐了一会儿, 他觉得很疲倦, 一夜没睡的眼睛, 也火啦啦的酸疼, 随即, 他便像一个懒散的庄家汉一般, 躺倒在草丛里, 不一会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直到他听见有人说话, 才惊醒过来, 他慌乱地坐起身来, 看见他面前竟然立着徐大夫和向前妈, 他赶忙一闪身站起来。 显然, 两位长辈看见他在这野地里如此不雅观地睡觉, 感到无比的差异, 而他对他们两个人的不期而来, 也有点莫名其妙。 还没等润业问他们来这地方有什么事, 向前他妈就立刻凑前来, 瞅着他的眼睛说, 呀, 这娃娃的眼睛咋总成这个样子啊? 润业立刻不好意思地说, 昨儿晚上看了一页书。 他二妈对自己的领导说, 这娃娃就是爱看书。 他又扭头问侄女, 你咋不在宿舍里睡, 跑到这儿, 啊, 宿舍里常有人来找, 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想不到就, 两位长辈都笑了。 空气也随即轻松下来。 他二妈说, 快走吧, 你刘阿姨让你到她家里去吃饭, 她没来过你们学校, 我陪着她来找你。 结果宿舍没人, 旁边一位女老师说, 看着你往这边来了。 向前他妈习惯地用领导人那种不容质疑的口气, 对润业说, 快走, 查查阿姨的手艺怎么样, 你没到过我们家, 怕你认生, 我让你二妈也陪你去。 这叫润业太为难了, 他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 去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呢? 但是, 这样两个人到这个地方来请他, 他又怎能一口回绝了呢? 他要是拒绝了, 叫这两个有身份的长辈怎么下台, 他以后在他二妈家的门上还呆不呆了? 润业没有办法, 心里反对着这件事, 可两条腿已经跟着他们起身了, 归根结底, 他不敢伤这两个人的脸, 他要是给他们难堪, 带来的后果, 他田润业现在都无法全部想象出来。 他一路像只小羊羔似的跟着他们走, 心里想, 我去他们家吃上一顿饭, 难道就是他们家的人了吗? 再说, 刘阿姨和二妈, 李叔叔和二爸又都是老同事, 谁家的人到另外一家去吃个饭, 那都是件挺普通的事儿。 他走着, 心里极力找一些正常的理由, 来冲淡这次明显不正常的附会。 三个人进了向前家, 李登云父子俩立刻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向前慌忙解掉腰里的围裙, 显然他刚在厨房里忙完了, 接着便给他和他二妈倒茶, 两只手抖地把茶水倒了一桌子。 向前他妈眼机手快, 抓起了一块麻布就擦桌子, 向前红着脸退回了厨房。 李登云乐呵呵地坐在他们对面, 对他二妈说, 嘿嘿, 我不如你们夫君, 文武双全, 或是只会吃, 不会做, 家里头要是来个客人, 都是我向前炒菜, 他比他妈的手艺还高一节呢, 啊? 李主任似乎无意, 但实际上是有意地把儿子夸赞了一番。 灵力的刘阿姨接上丈夫的话茬说, 人各有所长嘛, 向前干活心灵, 可人家润夜这娃娃爱学习, 你看晚上熬夜, 把眼睛都看肿了, 爱学习好啊。 爱因你大概知道, 你爸爸常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 书念到肚子里边, 哦不烂。 徐大夫笑着说, 可是他自己连一本书也不看, 那也不能这么说嘛, 啊? 徐老把社会这本书算是念精通了, 这可是一本大书啊。 管正宫宣传的李主任不管怎样说, 都让人感觉到他说得很有道理。 李登云接着又对他爱人说, 呃, 志英啊, 上菜吧。 刘阿姨就到厨房里去了, 不一会儿, 向前母子俩就一进一出地摆满了一桌子的菜。 五个人都坐齐了以后, 李登云夫妇两个人给润叶加菜, 李向前忙着招呼润叶他二妈, 润叶推说自己熬了夜不想吃东西, 只吃了一点点菜, 喝了半小碗汤。 好不容易才把这顿饭吃完, 润叶他二妈对他说, 润叶啊, 呃, 我回去还有点事, 你这在刘阿姨这儿多待一会儿, 你不常来, 和刘阿姨他们拉了话。 润叶立刻感到鸡背上像针刺着一样, 他着急, 而且甚至有点恐慌地说, 啊, 啊不, 我下午还要上课, 叫案还没备好呢, 我得赶快回去。 李登云一家看没有办法留住他, 也就只好把他和他二妈一同送出门去。 润叶没有想到, 他在李向贤家吃完这顿饭之后, 他们学校和城里头的一些人, 就不知道怎样的知道了这件事, 开始传播他和李向贤已经订婚, 而且添油加醋, 说不久他就要和线上李主任的儿子结婚呀。 更让润叶生气的是, 李向贤似乎是为了证实这种说法, 竟然到学校的宿舍找他来了。 李向贤坐在他的宿舍里, 给他说长道短, 并且建议他暑假, 坐着李向贤的车, 到省城和北京去开开眼界。 润叶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出去, 他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 让这位汽车司机一个人待在他的房子里。 等他妖魔着李向贤讨了个没趣, 走了以后, 才又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他看见李向贤仍是走了, 可他的房子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炉坑里的灰渣掏得一点不剩, 倒垃圾土的铁箍子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 天哪, 世上还有这样的人? 每次他回他二妈家的时候, 又会时不时地碰上向前他妈, 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 需要什么帮助, 就尽管给他们说。 润叶他二妈又找他谈过几次话, 说向前给他父母表示, 他就看上个润叶, 如果润叶不能和他结婚, 就去自杀呀。 说向前的父母急得一再让他给润叶做工作, 让润叶做向前的媳妇。 说心里话, 对于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 润叶是反感透顶, 但也并不怀恨在心。 润叶是个明白人, 他也知道, 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 如果是其他什么事, 他就是做出牺牲, 也可以迁就他们, 但这是要他把自己整个的交给一个他并不愿意交给的人了。 生活, 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 如果没有个理向前, 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 安安稳稳, 而又忙忙碌碌的操心着工作, 内心平静的像一红湖水, 这是他最乐意的。 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了一块石头, 搅乱了他平静的内心世界呢? 而更为不幸的是, 由于理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 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 可是, 当他也给别人的心理投进一块石头去的时候, 却没有溅起任何一家水花。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 润叶儿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的煎熬了。 他多么想给自己的二爸说说他的苦恼, 可他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 他隐隐地感到他二爸在工作中现在也不太顺心, 经常有许多他自己的烦恼, 他怎么能再让他二爸为他分心呢? 至于父亲, 虽说是个大队书记, 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 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心情呢? 在这种事情上, 他不可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帮助。 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 润叶儿想来想去, 觉得足以还是得他自己拿。 润叶儿想来想去, 觉得足以还是得他自己拿。 当然, 他一个女孩子家, 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 并没有多少喜心。 但他想到, 他要自己尽可能地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李向贤对他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不知在什么时候, 这人已经殷勤地把他门外冬天烧的煤块, 重新剁得整整齐齐, 像精心设计的一座小小的建筑物。 而且还把原来粗糙的匹菜块加工得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 在煤块旁边又给他建造起另一座更艺术的建筑物。 这使得全校的老师都在夸赞他的女婿, 指画着向前在他门口留下来的杰作, 惊叹地议论着。 这让润叶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他突然决定很快地再回一次双水村, 这次他无论如何要见到绍安, 哪怕绍安再躲着不回家, 他也要破开脸皮到山里找他。 其实绍安内心的苦恼并不比田润叶少。 当他在石鸽节的公路上, 看完他那张让人一目了然的纸条之后, 先是惊呆了。 尽管他和润叶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但他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 不管从哪方面看, 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不可能, 也就不去想。 可是突然服从偏见, 一张白纸条如同一道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 照得他一下子投音目眩。 当他反映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曾经站在公路上幸福地哭了起来。 那时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 感到天旋地转, 整个世界似乎都眉开眼笑, 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 他当时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从石鸽节走回双水村的, 一直到进了他自家院子的时候, 手里还僵硬地握着润页那封信。 然而, 幸福而温暖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 少安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里来, 一切都简单而又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呀。 是的,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靶子, 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 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 提倡新生事务, 也听见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给了农民的, 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的现象, 他孙少安没有福气, 也没有勇气去创造这个新生事务。 再说, 他家里这光景让润叶过门来怎么办呢? 旁的不说, 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啊。 土窑洞他倒是有力气去打上一孔, 可这家已经穷得像一个破筛子, 到处都是窟窿眼儿, 就是家里能过得去又怎么样呢? 女的在城里当干部, 男的在农村劳动, 这哪听说过呀? 如果男的在门外工作, 女的在农村, 这还算正常, 这种现象倒并不少见, 比如金俊海在黄园地区开车, 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子里住着。 另外, 一想到润叶的家庭, 他就更伤心了。 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 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的家业, 吃穿用度, 以和脱产的干部没有什么两样。 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 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呢? 难道贫穷农民孙玉后的小子, 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连亲吗? 这简直是笑话。 但是, 他一想到润叶本人, 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 润叶并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 润叶和他一块长大, 互相熟悉和亲切地就像兄妹一样。 他要是真的能和润叶一块生活一辈子, 那对他自己的一生会是多么满足啊。 他想, 他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 和他一块去城里上完中学, 参加了工作, 他说不定真的能和润叶结合在一起。 但是, 他能抱怨命运吗? 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 不, 他不抱怨, 也不后悔, 也不为此而悲伤。 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 而且要对少平和兰乡的前途负起责任来。 从那时到现在, 尽管过得艰难, 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 这就是他的骄傲。 当然, 他还并不满足于这些。 一旦有了转机, 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物得更好。 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 希望将来能和田夫堂、 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 至于他个人的婚姻, 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 他终究已经二十三岁了, 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 大都已经结了婚, 没结婚的也基本上都有了对象。 他想, 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 和他一起创立家业, 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 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 而是现在还娶不起。 他想等少平高中毕业, 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的工作, 或者回来劳动, 他都能多少一个帮手, 到那个时候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 最时他熬间的是, 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彩礼钱。 这两年也有人给他提亲说媳妇, 可是没有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 现在倒好, 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要跟他, 他可又不敢娶了。 孙少安想来想去, 他真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抱住头痛哭一场。 他多么幸福啊, 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可他又多么的不幸啊, 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 而且他也爱的人一块生活。 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 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 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痛苦极了。 但是他连哭鼻子的功夫也没有, 家里、队里头和村里的事儿交织在一起, 乱得像三国一样。 他每天天不明就得爬起来, 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 父亲年纪大了, 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 担完水之后, 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 兰湘要赶着到十哥节上第一节课。 等妹妹吃完了饭, 金秀来叫兰湘的时候, 他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冠子村那边送上一程。 因为天还没有亮, 两个孩子都害怕, 金秀家里头也没个男人在家, 这种护卫的工作只能由他来承担。 送完了兰湘和金秀, 他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室院子, 安排全队的生产。 实际上, 在他到饲养室之前, 就得把当天四五十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了,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 不能推迟了出山时间。 秋天的收成和这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 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钟。 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常抱怨绍安, 把他们扣得太紧了。 山里休息, 往往连烟瘾都顾不上过, 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 有的人甚至背后叫他孙岩王, 但绍安不管这些, 他想, 哼, 要是不这样下苦, 秋后一分凉, 你们就要骂我是龟孙子了。 他自己先不偷懒, 都是抢重头子活干。 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 他更是样样拔尖, 连一些自认为是老行家的人, 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在队里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 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 他回家吃罢饭, 把碗一料, 就得到自己家的自留地儿去。 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 来迎误自己的庄稼。 这一点点自留地, 他宝贵的不知该种些什么好。 从庄稼到蔬菜, 互相套作, 边边探盘, 见缝插针, 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 有些要补充口粮, 有些要换成零用钱。 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 费多少心思, 撒多少汗水。 不管他每天怎样劳累, 一旦他进了这个小小的天地, 浑身的劲儿就来了。 有的时候简直不是在劳动, 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 是的, 这里的每一点收获, 都将全部属于自己。 只要能切实地收获, 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 就这样, 孙绍安每天近乎疯狂而贪婪地干一天活, 一到晚上, 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 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 睡得像死过去一般。 但这一段时间来, 虽然这样劳累了一天之后, 他却急忙睡不着了。 润叶总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 使他无法入睡。 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 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地倒一下。 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 绍安原来想, 只要他不给润叶回话, 润叶就会知道他不同意。 不是不同意, 而是不敢同意。 润叶也就不会再提这件事了。 可是没想到, 润叶三一回五一回地 托绍平烧话回来, 让他再到城里去。 他是的确没有功夫去城里, 但主要的是,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何必再花功夫跑那么多的路去谈论呢? 而且他不愿意当着润叶的面, 说出那个不字来, 以免目睹润叶伤心, 而自己也心碎。 他想, 他不去城里, 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 不再提这件事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润叶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他。 润叶回村找他的那天中午, 他尽管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矛盾, 但是硬着头皮没有回去。 他想, 他可能有点残忍, 但是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 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的解脱了, 有机会他会慢慢的给润叶说明这一切的。 在孙少安的心里头越来越清楚, 他要是答应了润叶, 这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他给害了。 像润叶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 完全应该找一个在城里工作的人。 润叶现在年轻, 一时头脑热了, 要和他少安好, 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在一起生活, 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 润叶将会感到苦恼, 他也会感到苦恼, 而那时的苦恼要比现在的苦恼, 不知道苦恼多少倍了。 那天, 他像受戒一样的熬过了一个中午, 中午一过, 他又和大家一块开始除地, 可除了一会儿之后, 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尽人情。 是, 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 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润叶呢? 他难道就不能回去, 哪怕三言两语地给润叶说明他的意思吗? 润叶给他烧画, 让他到城里去, 他可以用忙来推脱, 但现在润叶为了他亲自跑回来, 找到他门上, 他就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 不见人。 想到这儿, 他立刻对除地的人说, 你们先除着, 我回去有个事, 说吧, 掂起锄头就大撒腿地往回跑, 可等他跑回家里, 母亲却告诉他, 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 他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 一个人出了门, 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 心如火焚地走了一段路, 一边走, 一边嘴里喃喃地说, 对不起, 润叶, 从这儿以后, 他想, 他不仅拒绝了润叶对他的爱情, 也隔断了他和润叶过去的友情, 他太伤润叶的心了, 润叶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 他于是就闷着头干活, 一天也没有多少话, 不论是队里还是家里, 他把该说的说完, 便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了, 山里干活, 有人和他开个玩笑, 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 弄得人家很尴尬, 大家都觉得他似乎变成了个怪人, 谁也猜不透, 这位年轻的队长究竟碰到了什么事, 这天中午, 他吃罢饭, 就一声不吭地挑了一单水桶, 又去了自留地, 浇那几期菜, 从入府以来, 天一直没有下雨, 其实福前的几个月里, 也没有下过一次饱伤雨, 绍安挑着空水桶向村外走去, 天热得要命, 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给点着, 远远近近的山头上, 庄稼的绿色已经不再鲜艳, 而是一片灰塌塌塌的, 绍安来到自留地下面的东拉河里, 拦起一点水, 马勺刚刚能咬起, 他咬了一袋泥湖水, 往公路上面的地里担, 从河道上了公路, 再从公路上到地里, 几乎得爬沿半架山, 家里头没什么印证吃的, 他只喝了几碗稀饭, 每往上淡一回水, 他几乎都是在拼命地挣扎, 天太热了, 他干脆把那件粗布挂子拖了, 撂在河边, 光着上身淡水, 淡了几回水, 他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就用搭在肩膀上开汗的毛巾, 在河里洗了洗脸和上身, 然后穿起那件破挂子, 来到河边一棵柳树下面, 卷着抽汗烟, 他刚把卷起的汗烟点上, 吸了一口, 就听见身后似乎有脚布声, 他扭头一看, 是润叶, 我的天哪,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了这儿呢, 少安又惊又喜又慌又怕, 他一闪声站起来, 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润叶, 嘴张了几张, 不知该说什么, 他终于那那地说, 你咋, 今天是星期天, 我昨天下午就回来了, 你交地了, 嗯, 少安用湿毛巾开了一下脸上的热汗珠子, 嗯, 光家快晒干了, 那光靠人丹水交地, 咋醒来, 润叶说着在旁边一块圆石头上坐了下来, 少安也只好局促地在他原来坐的地方坐下, 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 他搭上着回答润叶说, 嗯, 我只是光浇这几期菜, 接下来, 两个人就进入到了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 他们还都不由地向村子那头张望, 看看有没有人看他们, 好在现在是中午, 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都睡着了, 没有其他的什么声音, 只有河道里叫骂着单调的合唱和村庄那边传来的一两声懒洋洋的公鸡提名, 这个时候对面很远的山梁上飘来了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 少安和润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村的红火人田万有在唱, 万有大叔正从远山的一条小路上向村里走去, 听着他的歌声,少安和润叶不由地相视一笑, 然后便脸声摒弃地听着万有书又酸又甜的信天游, 说下个日子你不来, 达 97.5.9.7.131.131.131.142.153。 洁写 Mikasa,说下amiaskara, 跑来,我得食言海, 枪图上起嘛海 region的海, 面对面坐着, 我还想你 这歌好像正是给他们两个人唱的 这使他们的脸像火一样的烫热 万有叔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 山的大花被我离开 心里头有声诗 你慢慢讲来 停了好一会儿 任夜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不好意思地望着少安 万有叔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 山的大花被我离开 心里头有声诗 你慢慢讲来 停了好一会儿 任夜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不好意思地望着少安 少安哥 你 哎 少安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低下了头 喝任夜 喝任夜 村头的公路上猛然传来田夫堂 拖长了音调的呼唤声 少安和任夜都一惊 扭头看见田夫堂 正站在村头的公路边上 他显然是看见了他们 但却知趣地没有走过来 只是又叫着说 任夜 快回去吃饭吧 你妈都等你好一阵了 任夜气得牙咬住嘴唇 没给父亲应声 少安慌忙站起来 把两只桶提到河边 摇提一袋水 给任夜也没招呼一声 就低着头 担上了土坡 任夜也只好站起来 心烦意乱地顺着河边向村里走去 田夫堂看女儿回来了 也就折转身子 在前面先走了 这一下 任夜和少安等于什么也没说 就被田夫堂的一声喊叫 给冲散了 任夜气恼地回到家里 两只很秀柳的心血 在河滩里糊满了泥巴 一副叫人看了怪不好意思的狼狈相 田夫堂并没有提起刚才的任何一点事 但心虚的女儿立刻给父亲解释说 我想出去 在村子里转转 在前面公路上碰见少安丹水 我就和他拉了几句话 碧汉的真厉害 装剑眼看就要干死了 哼 接着这几斤羊肉 是我在罐子村买的 刚傻的新羊肉 任夜啊 来来 快吃饭吧 田夫堂帮助老婆 把一盘羊肉饺子端上炕来 招呼让女儿吃 好像她根本没有听见女儿说什么 她只是在女儿不留意的时候 用复杂的眼光 瞥了一眼 女儿刚刚拖在脚地上的 那两只令人难堪的泥鞋 实际上 田夫堂在看见润叶和少安 亮红赏舞 坐在河滩里的那一刹那间 心里就什么都清除了 她又不是没年轻过吗 那时候虽然是旧社会 但这好事旧社会和新社会 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她那个时候 可不敢和润叶她妈 大白天地坐在河滩里罢了 真正使她大吃一惊的是 她的润叶 怎么能看上了孙少安 是啊 这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 虽说两个娃娃小时候 一块耍大 但以后一个在农村受了苦 一个到城里上了学 又参加了工作 现在等于说是天上地下一半 两个人 怎么能往这件事上想呢 再说 撇过孙少安不论 他们那家庭又是个什么样的烂贪城 他有文化有工作的女儿 怎么可能嫁给他们家呢 这不是全中国的一件怪事吗 想到这儿 田福堂都由不得出声笑了 但是 一认真地想这件事 她便感到又震惊 又慌乱 哎呀 没想到润叶 看起来绵绵天天的 心胆倒挺大呀 他凭什么能看上个孙少安 而且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坐在村子外头谈恋爱 田福堂现在才知道 润叶这几次回家来 慌慌乱乱 心神不定 动不动就跑出去 原来都是为了孙玉后的那个大小子 这可不行 他就是行死上吊 也不会同意让他的女儿 进了孙玉后的家门 虽说现在心男女婚姻自由 但不能自由的没矿没边 没灵没眼吧 别说是真的进了孙家的门 就是他的工作女儿 和一个泥腿爸子谈恋爱这件事 让乡里乡亲的知道了 他田福堂的脸都没触歌 他要很快地制止这件丑事继续发展 当然了 田福堂是个精明人 他不愿意伤自己娃娃的脸 因此自这件事情以后 他一直装得跟不知道一样 可是女儿回县城已经三天了 可田福堂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 这几天他已经没有心思去管村里的工作 日夜盘算着润业和绍安的事 他有的时候也豁达地想 如果绍安当年不要回了劳动 和润业一块去上学 在行上的工作 那这娃娃做他的女婿 说不定还可以 因为绍安本人他看上来 要是文化再高一点 又有工作 说不定将来还能熬上个大官 反过来再说 要是他女儿没有文化 没有工作 也在双水村劳动 农民对农民 那不要他孙绍安扫情 他田福堂就会直接托梅人 把润业许配给他的 当然 如果是这样 他也就不会嫌孙玉后家里穷了 到时候他会把绍安的光景扶起来的 没地方住吗 他给孤梁孔新窑洞 没吃的吗 到他家里来吃 可是现在明摆着 这两个人的条件差得太远了 他心里想 孙绍安你这小子 也不知道个天高地厚啊 你不在东拉河里照着你那影子 看你能不能配上我润业 你胡扫紧我女儿 最后就是落了空 你亏不了啥呀 那还能提高你身价来 可那 这不是往我田福堂的祖坟上撒尿吗 活活地往死欺负人吗 啊 你小子甭能 我田福堂啊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田福堂搁就在自家的炕头上 一边想 一边气得鼻子口里喷着热气 他老婆以为他病了 给他拌了一碗鸡蛋糊汤 端在面前 他一口也不吃 也不给他老婆说 他究竟是怎么了 只是手里拿着一根纸烟 不断地凑到鼻子上去闻 他突然想到 他应该去一趟城里 他要找夫君和爱云 让他两个赶快给润叶 在城里瞅下个人家 田福堂以前 只是一般地给他俩安抚过这件事 这次他要把这当个事 好好地给夫君和爱云说上一说 想到这儿 他兴急地立马跳下了炕 准备先去找一下孙玉婷 让他这几天 先替自己照看一下队里的工作 要是他自己不在村里 通常都是把工作 委托给孙玉婷来管 因为他觉得孙玉婷 对他忠实可靠 做什么事又很认真 他放心 再说 金甲湾那边要是有什么响动 玉婷的耳朵都能逮得住 回来马上就给他汇报了 他也没给老婆招呼一声 就匆忙地出了门 可走到院子里的时候 他才想起来 他有几双旧鞋 原来准备送给这位西黄的助手穿 常记不起给他 现在可以顺手给玉婷拿去 于是他又折转身回了家 对老婆说 先把后摇里 我那几双旧鞋 拿张报纸包起来 他老婆不解地问 那自身呢 我给玉婷让他穿去 你没看见他到咱家来 些烂的用烂麻绳子捆在脚上 那连炕都上不去 对丈夫要求的任何事 潤叶他妈都会言听计从 他行下一张报纸 把那几双旧鞋包起来 交给了丈夫 田夫堂把这几双旧鞋夹在胳膊窝里 就去玉婷家了 玉婷家离他家不远 下一个小坡就到了 一孔不知孙家祖宗上 哪代人孤下的窑洞 由于多年不休整 山水从破窑岩石中间流下来 把窑面子上的泥皮 全都给冲光了 烂石头渣子漏在外面 里面住了许多窝麻雀 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 他也自有一番热闹景致 院子原来还有个横石片围墙 自打孙余后搬走以后 就逐渐地塌成了一圈烂石头 墙角里用着塌墙石头乱雷起来的厕所 似乎连个羞丑也遮不住 田夫堂进了玉婷家的窑洞 天还没有黑 窑里就黑乎乎的 看不太清楚了 在暗处的这家人 显然都看见他来了 玉婷和凤英两口子 都从后炕火格拉里转出来 热情地让他赶紧坐 田夫堂知道 没个好做出 地上连个凳子也没有 炕上的席片 又烂得到处是窟窿眼 他就站在脚地上说 玉婷啊 我明天向到城里看一下我的气管炎 那个这几天队里的事 你就给咱照看着点 罢了见到俊山 你给他说上一顺就行了 对了 这几双旧鞋放下你穿去吧 他说着就把胳膊窝里的鞋放在炕边上 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上的 从报纸里把鞋拉出来 一人脱了一双 在烂锡片炕上 淡淡苛苛地跑着 高兴地呜呜直喊叫 玉婷和凤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凤英说 田书记 被我们真是关心到家了 孙玉婷对田副堂说 田书记 你放心走你的 队里的事有我了 你好好着把你的气管炎看一下 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田夫堂不想多呆 他说完事以后 马上就告辞走了 田夫堂在发现了润叶和绍安的事之后 第二天中午就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县城 他要让扶军和艾云赶快给润叶在城里 行下个人家 当他推着车子进了田夫君家的院子的时候 看见艾云他爸正戴着个草帽 在那个花坛里把豆角曼子往玉米干子上缠 老汉还没看见他进来 田夫堂把车子撑在厨房檐下的阴凉地方 叫道 徐大叔 哎呀 长忙着嘞 你老营雾奇快好装着嘞 徐国强老汉一听是田夫堂的声音 停下手里的活 笑呵呵的迎了过来 福堂啊 刚到啊 刚到 田夫堂一边回答老汉 一边从车子后架上取下了一个大塑料袋 徐国强已经看见那是一袋子金黄的汗烟 高兴地说 哎呀 福堂 你又给我带来好干粮了 老汉很欢迎这位客人 一来是因为两个人能说到一块 二来是福堂常常给他带来一包好汗烟 这是他最喜欢的礼物 徐国强领着田夫堂进了自己住的窑洞 忙着给他倒茶水 洗纸烟 那只黑猫半手半脚的紧碾着老汉 田夫堂只喝茶不抽烟 但是徐国强还是硬把一支纸烟塞到他手里 田夫堂没点这烟 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 您知道 这东西我已经早已经没服气享受了 不过我还爱营物个汗烟什么的 早年间我烟饮大 纸烟也抽不起 一年就精心营物一块汗烟 到了对营物这东西它有了兴趣 您老不知道 我在村里头营物汗烟这玩意儿 是头一把手来 现在烟我是不能抽了 可我年年还是在子流地里头 种上一点 徐国强从塑料袋里抓起一把汗烟 连连夸赞 好 好 田夫堂问老汉 大叔啊 夫君他最近又忙着啥呢 哦 当定期开会去了 昨天刚走 哎呀 他不在啊 田夫堂感到十分遗憾 不过他又想 哎 爱云在嘞 罢了 和爱云说嘛 其实潤烟这事儿 他夫君也没工夫管 主要还得看潤烟他二妈来 他接着问徐老 大叔 爱云上班去了 他最近也忙 说是要值班 中午也不回来 都是润印 给我和小霞做饭 田夫堂想 等中午吃过饭 他就直接去医院找爱云 午饭 午饭过后 田夫堂就一个人来到了县医院 他在值班室里找到了弟媳妇 徐爱云忙着招呼他喝水 还要出去给大哥买一颗西瓜 可让田夫堂给拦住了 这时候 田夫堂早就把他的气管炎给忘了 转转弯弯的 就和爱云拉担起润印的婚事了 当然了 他并没有给弟媳妇提说润印和绍安的事 他知道这是女儿的秘密 不能给外人说 包括爱云一家人和润印他妈 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他不能伤害他的女儿 他只是给爱云说 润印的年纪不小了 又在城里工作 他自己呢 是个农民 也没办法帮女儿行下个人家 让爱云无论如何 赶快帮助他解决这问题 最后田夫堂是一脸忧愁的 对弟媳妇感叹说 我为这事啊 熬紧的整晚整晚都睡不着啊 爱云听他说完话 就开始给他讲献上李主任的儿子 怎样追求润印的事 田夫堂像听惊险故事一样 紧张地听爱云说完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他一时感到另外一种震惊 他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献上赫赫有名的李主任的儿子 爱上了他的女儿 可他现在倒也没感到受宠若惊 反而在心里有点莫名的恐惧 他归根结底是个农民 考虑问题往往从实际出发 他想 我任意儿 随说成了公家人 可他到底还是个农民的女儿 要和一个大干部的儿子结了婚 那将来会不会受气啊 万一人家办到不要了 甩在半路上 那不要了这一家人的命吗 徐爱云对田夫堂说 大哥 我觉得这门亲事 可以考虑考虑 关键倒不是李登林的家庭如何 主要是向前这孩子 很喜欢润叶 哦 那润叶的意思呢 嗨 润叶到现在啊 也没表示个肯定态度 我挺上祸 因为李登云一家子 对这件事都特热心 爱云一边说 一边把一杯清凉饮料 端到了田夫堂的跟前 田夫堂在心里划算着 我任意儿 找邵安那样的人价 是太低了 可找李登云这样的人价 或许又太高了点 最好能行个中等人价 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就行了 最好不要高出 县上的布局长家庭 太高了不好 任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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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农民的孩子 虽说福君和李主任的职位差不多 可任意儿 是我女儿啊 于是 他慢慢地抽出一支烟 闻了闻 对弟媳妇说 阿云啊 你最好 给春夜行个一般干部家庭 人家李主任那么高的位置 我是个农民 怕高喷不起人家 大哥 你考虑事情太复杂了 他李登云是多大个官啊 还不是和福君一样 哎 话不能这么说 那我和人家不一样了 其实 这主要是两个娃娃的事 再说 人家李登云两口子 也都很喜欢润叶 接着 徐爱云又给田夫堂说了许多 李登云两口子 怎么喜欢润叶的情形 听了这些事 田夫堂才开始动心了 那 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 那这件事 那你就看着办吧 我信得过你们 润叶 谁说是我的娃娃 可你和福君 也没少操过心 现在 他又在你们身边 你们就妥妥当当的 给他找个人家 不过 这事可要抓紧点 那女娃娃年纪一大 她就 咬人家 咬嗩 哈 咬嗩 嘩 嘩 爽 河云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您听了以后 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 欢迎来信告诉我们 来信请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 邮政编码100866 请明天继续收听 节目编辑叶永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长天体验古今社会 听长天品味金谷人声 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 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 长天联播的新天地 听众朋友 请继续欣赏 荣获矛盾文学奖的 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 陆瑶的长天小说 平凡的世界 由李衍墨演播 徐爱云又给田夫堂 说了许多李登云两口子 怎么喜欢润叶的情形 听了这些事 田夫堂才开始动心了 那既然人家这么诚心实意 那这件事你就看着办吧 我信得过你们 我信得过你们 人叶 虽说是我的娃娃 可你和夫君 也没少操过心 现在他又在你们身边 你们就妥妥当当的 给他找个人家 不过这事可要抓紧点 那女娃娃年纪一大 她 田夫堂不知该怎么说 就赶忙低头闻了闻烟 接着便剧烈的咳嗽起来 他这才想起 他给许多人说过 他到城里来 是来看他的气管颜的 等咳嗽平息了之后 他对艾云说 我这气管颜哪 越来越严重了 艾云马上说 那大哥 我现在就引你去顾老先生那 开几副中药 你这是慢性病 最好吃中药 田夫堂久闻顾老先生的大名 也就高兴地跟着艾云去了中医科 顾老和大部分明中医一样 白发红颜 带一副老花镜 认真的给田夫堂好迈 艾云对站在一边看书的顾老先生的孙子说 呃 田润生 是不是和你一个班呢 顾养民 很有礼貌地说 是一个班的 阿姨 艾云指着田夫堂说 这就是润生他爸 然后他又告诉田夫堂 大哥 这是顾老先生的孙子 和你润生一个班 顾养民亲热地过来 叫了一声田叔叔 田夫堂问顾养民 我润生在学校里咋样了 顾养民当然不好说其他的 就说 都好着嘞 你可要好好帮着他 那娃娃晃晃晃晃的 你下午去不去学校了 去嘞 那你叫润生 晚上回到二妈家了 你给他说 我来了 顾养民满口答应说 他一定把画给润生烧到 田夫堂随后提了几包 顾老先生开的中药 就先回艾云家去了 他在艾云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吃完早饭 就骑着车子往回走了 快到中午时分 田夫堂就骑着车子 回到了十个节 他忽然看见 他们村的田夫高 各就在十个节的小桥上 就跳下车子来 走过去问他 福高啊 今儿又不逢急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一队副队长田夫高 一见是大队书记来了 赶忙站起来说 哎 大庄和我姨父 让公社叫来 正盘问着来 盘问了啥来 就是扩大猪丝料地的事吗 哎 他当个生产队长 开车画猪丝料地的时候 给每一户扩大了几份 这不 让人家告到了公社 我一急的 昨晚上就跑到我家来了 我接着来打问看看 究竟打紧不打紧 听人家说 公社现在正盘问着来 我在这儿等着看 有什么结果 哎 那猪丝料地 不是拿绳子 往过丈量吗 那咱能扩大了呢 嗨 也有不丈量的 随便妖摸着画下就行了 咱们生产队画猪丝料地 你当时不在 因此不知情 还不是绍安和我 引着社员打药估摸了一下吗 这事只要没人告就没事 现在这人都没良心 给了便宜不占 还跑到公社来告状 哦 是这样 田夫堂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 然后说 他要去买个东西 就和田夫高打个招呼 吊转车子过了桥 朝着十哥节的街上走去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 公社突然派人来 丈量他们对的猪丝料地 前几天 他就听福高说 大庄和福高他姨父 因为给社员多化了猪丝料地 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以后 他心里就一直担心着这件事 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 公社刚来人的时候 他以为准是他们队里谁告了状 可又听说公社在其他队 也普查猪丝料地的情况 也就只好硬着头皮 等着挨戳了 这些年来 一提起猪就能把人仇死 先前公社 每年根据国家的要求 给每个大队 硬行分配生猪交授任务 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 到年底平均两户 按标准交授一口肥猪 可未肥一口猪得多少粮食 这年头人都没粮食 哪有猪吃的粮食 可没办法呀 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 每年的任务是非完成不行 谁家完不成任务 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 对里头没办法 有田福堂出面 给公社做工作 看能不能用生产 对集体的羊来顶替 公社通了人情 说可以 但必须要用绵羊来顶 一年下来 村里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 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的干部 没鸣没鸣的开会 可连一户也落实不下来 后来金俊山提出 是不是对干部先带个头 一人应成喂一口猪 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 可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 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来 我们可没能力啊 再说 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 就已经够瘦了 还带这个头 你要带你带吧 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 办个养猪场 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的 退到大队部的灶火阁道里 再也不吭声了 最后还是孙玉婷有办法 提出用抓纸袋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想来想去 再也没有好办法了 也就只好采纳了孙玉婷的建议 抓纸袋的时候 全村人向进行一次 集体占卜活动 一个个提心吊胆 用颤抖的手 在大队办公摇炕桌上 那只不祥的黑牢碗里 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 一个人抓回一个 揉成一团的小纸袋 有的人展开纸团 笑得鼻涕咸水都顾不得开 有的人一下子脸像黑霜打了一般 甚至还有抱住头 当场就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 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婷 几乎是年年都能抓到一口猪 回去常常让贺凤英 骂得个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 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 邀赏到十歌节去教授 为了达到标准精诚 教授的那天 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上一顿 说不定几斤粮食 就能决定一口猪是否够精诚 但是由公社粮站 和十歌节食堂的几个厨师 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完全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计量 所以猪腰了以后 他们先不过秤 把猪集中圈着一起 等拉完了屎尿再说 于是教猪的人除过多陪贴了几斤粮食 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 那些日子 十歌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家人 他们实在没办法 又开始千方百计的贿赂收购猪的人 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 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的外快 直到后来 生猪教授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 线上没有办法决定 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粮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 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粮可不是个小数 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 如果按往年的喂法 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 于是人们又都抢着要喂猪 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 还是没有办法分配名额 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婷方式 人们又像占卜命运似的 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牢碗里 抓这些纸弹子 抓到猪的眉开眼笑 抓不到的满脸的丧气 可遗憾的是 玉婷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 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奉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补贴了粮食 国家的收购标准又提高了 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 一个也交受不了 只好邀回来 把所有剩下的高粮一颗不剩的 全给猪补贴了 这才勉强的送到了十个节 从那以后 人们是谈猪色变 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 一年下来 生猪教授任务 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 黄园地区也没有办法 只好制定了一个土政策 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 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色料地的时候 孙少安心里想 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 还有不少的荒地 干脆把这些荒地划给社员 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献羹面积了 而这些咸荒地也没有整块的 沟破格闹零零碎碎 也没有办法准确的丈量 也只好大约母用眼睛 估量一下就行了 他的这个意见 全对没有一个人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用眼睛量过的地 只能多 不会少 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 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 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 这年头 个人的地多出一分 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 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 往往一个小土窝 就可能等于对立好多好地的收入 人们已经饿荒了 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 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要瞒着书记田夫棠 和孙少安他二霸 因为这两个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 外出开会的时候 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 田夫棠和孙玉婷 也都沾了瓜 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 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 但也只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他们虽说整天的喊叫批判资本主义 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 的确是这样 田夫棠实际上早就察觉了 他们对的蛛丝料地有问题 但他一直装着不知道这一点 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他知道这事众人拥护 他要是出面纠正 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 他何必做这种笨蛋的事了 再说了 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 和众人过不去 也等于和他自己过不去 退一步说 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 他田夫棠划分地的时候又不在家 到时候他手里仍然还有批判权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里回来 在时隔节碰上田夫高 听了福高姨父的事之后 田夫棠突然心里一动 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这后生下不了台的好查口 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 给徐志工露了话 让徐志工去查一下他们村的诸死了地 田夫棠并且提醒徐主任说 不要光查他们对的 其他的村子也查一查 以免让人怀疑这是他田夫棠反应的 田夫棠走了这一招妙棋之后 心里倒很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对孙安有气 觉得让小伙子瘦点整 挥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扫清他的润叶了 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 因为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的事 等于给自己的心里放了一条虫子 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可他又想 好汉做事不后悔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就没必要想那么多 这也好啊 让你孙少安乱上几天吧 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 也把周思了地扩大了 让公社查出来 把这两个骂征 拴在一根绳子上整这一通 叫你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 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蛛丝料地 可是让田福堂遗憾的是 二队并没有扩大 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龄大一些 比邵安的城府深 没有让人抓住尾巴 石鸽节公社竟然有扩大 自留地的现象 这件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 县格委会主任冯世宽 亲自给白明川和徐志工打电话 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 还要在全公社 组织群众大会 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 把多化的地收回集体 让这几个生产队长 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 但是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 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是不行了 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 不开全公社的群众大会 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太费周折 徐志工也就同意了 可是徐志工又提出来 批判会要通过有限喇叭 向全公社现场转播 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 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石鸽节公社 召开批判孙少安 和另外四个生产队长 扩大自留地的三干会这天 正好逢急 全公社的托产干部和各大队 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 都被调到了公社的院子里 尽管这不是群众大会 但阵势也不小 公社院子里黑压压的 做了一大片人 批判会由徐志工主持 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 站在台子前面 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着一块 红筹子的话筒轮流上台 照稿子念一遍 那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筹子 已经被人试音的时候 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 这个时候 在十歌节的街上 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上 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 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 倾客之间就成了全公社 家喻户晓的人物 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 从议论他们本人 一直到家里的其他人 直到祖宗三代 在批判会场里 田夫堂找了一个 不狠奇眼的角落坐着 一直低着头 闻手里的烟卷 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 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 但是今天 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 他更不愿意用自己的目光 碰见孙少安的目光 孙玉婷同志坐在另一个角落里 他今天被公社安排做批判发言 以前全公社开大会 孙玉婷照例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 可是今天他很为难 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面 接受批判 但是没有办法 他大会发言的水平早已经名声在外 公社领导气动他 他也无法推脱 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 选择了前者 但是他绝不会在批判稿中 写上他侄子的名字 他紧张地等待徐志工 宣布让他上台发言 往常在这样的场合 他总是非常的兴奋 可是今天 他就觉得比自己站在台前 接受批判还不自在 他不时地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 擦擦脸上的汗珠子 公社文术刘根明 是少安小学的同学 又是好朋友 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 一脸的尴尬很难堪 因为他自己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也是在这个时候 孙玉后正蹲在十歌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 低头抽着汗烟 他的小女儿兰湘也站在他的旁边 贴着一根电线杆 悄悄地哭着 孙玉后顾不得安慰女儿 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 每一回他听见少安的名字 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 他判断不来 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 会不会把我少安像上次处置兰花女婿那样 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啊 哎 说不定啊 比劳教还重呢 可不是了 他的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 可是孙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这罪要更重些来 孙玉后蹲在那 手颤抖着举着汗烟锅 对命运的打击 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 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 他真想跑到罐子村兰花家里头 把王满银贩卖剩下的老鼠药全都吃了 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 但想来想去 他还得活着 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有成家立业 大女儿兰花虽然行下了人家 但光景烂包的也活不下去 他自己活着 总还能给娃娃们帮一把 孙绍安并不知道 他父亲现在就隔揪在石鸽街的街道上 他连离开家的时候 一再安抚父亲 不要到公社里来 孙绍安并不知道 他父亲现在就隔揪在石鸽街的街道上 他连离开家的时候 一再安抚父亲 不要到公社里来 他怕老人太受刺激 因为他姐夫的事情才刚刚平息半年 现在就轮上了他自己 孙绍安站在台子前面 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是怎样批判他 他只是反复地想着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 开始的时候 他就想到可能村子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件事情 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的人 但后来又想 这件事已经半年多了 都悄无声息的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有人去公社告状了 如果金角湾的人要去告的话 怕早就告了 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 那么本队的人呢 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沾了光 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给告了 他孙绍安可以受批判 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 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后来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诸丝料地 才觉得这不是队里的人告 而是因为其他村类似的问题暴露以后 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 可是在昨天 当公社通知他来接受批判的时候 他们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 把他当时在十个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 给绍安说了一遍 这才使他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 绍安现在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 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 是的 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 也很清楚这个强人的歧路 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他自己和润叶 坐在河湾里以后 孙绍安就知道了 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 田福堂下这类棋 通常都是走马而不用鞠 因此别人很难防他 他没有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 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招棋 绍安站在台子前面 尽管头低着 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 绍安看见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 心里就更明白了 是的 田福堂心亏 他不敢正视绍安 绍安得到了一些安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和田福堂都正在接受批判 他接受思想的批判 而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 在确认了犹大以后 孙绍安索性不再想这件事情了 不管怎么样 田福堂就是田福堂 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 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 就连田福堂他自己也改变不了他自己 话说回来 绍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的那次会面 心里有气 他平心静气的想 这种抱负也情有可原 是啊 田福堂那样体面的人家 人家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 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 绍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 他对润叶的求爱 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 田福堂现在又用铁一样的逻辑 进一步的给他证明了这件事情的不可能性 他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 这个批判会将会把他在全公社给扬臭了 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下一个媳妇 哪怕是加倍的掏财礼钱 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 更使他感到难受的是 他担心由于他的这件事情 会影响少平和南乡将来的前途 他自己终归已经是农民了 他不怕什么 难道连老绝伴也握不成了 但少平和南乡跟他不一样 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 会不会受这件事情的政治影响呢 如果真影响到了少平和南乡两个人 他会痛苦一辈子的 就这样 少安南乡的前前后后的思量着这件事 在一片轰闹声中 总算是熬完了批判会 好在批判完了 也就完了 公社主任白明川 还在结束的时候 对他们五个人说了一点鼓励的话 让他们不要被包袱 回去好好地抓生产 将功补过 等中人散尽了之后 少安才无精打采的 出了公社的院子 来到十个节的街上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 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 不时地感觉到有人在指画着议论他 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 从一个拐角的地方朝他迎面走过来 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 你们来干什么了 我没什么 孙玉后说 我在家里心交得甚不定 跑来看看人家到底怎样处置你啊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 哎 已经完了 再不会咋样了 你们不要担心 先回去吧 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呀 孙玉后只好和兰湘先走了 临走的时候 他阴郁地对儿子说 少安啊 你早点回来 嗯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 就转过身 一个人向十个节的后街上走去了 其实孙少安并没有任何可办的事 他只是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难受和痛苦 不愿意和父亲妹妹一块相跟着回家 他想一个人度过一段时间 让鸡鸭在胸中的闷气慢慢地消散出去 他在人际稀稀拉拉的十个节街上 毫无目的地溜达着 尽管一天只吃了一顿饭 也不觉得饿 好在街上再也没有碰见熟人 他可以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内心 只等到太阳落山以后 他才一个人慢慢地通过十个节那座小桥 踏上了通往双水村的公路 走不多远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 不过快要满圆的月亮 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 静悄悄地露出脸来 把清淡的光辉撒在山川大地上 万物顿时又重新显出了面目 但都像盖了一层青沙似的朦朦胧胧 暑气消散了 大地顿时凉爽下来 公路两边装在地里的无名小虫 和东拉河里的蛤蟆叫声交织在一起 使这盛夏的夜晚充满了纷扰和骚乱 孙少安穿一件破烂的粗布小罐 外衣搭在肩头 吸着字卷的汗颜卷 独个在公路上往回走 有的时候他低轻着头 有的时候又把头仰起来 猛地站住 茫然地望着迷乱的星空 和模糊的山巒 一声长叹之后 又迈开两条壮实的长腿 向前走去 痛苦 烦恼 迷茫 他的内心像洪水一样泛滥 一切都太苦了 太沉重了 他简直不能再承受生活如此的重压 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 他今年才23岁 但他感觉到他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没吃过几顿好饭 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没度过一天快活的日子 更不能像别人一样 甜蜜地接受女人的福爱 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呢 人呢 有时候都比不上飞行走兽 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 在地上走 一种委屈的情绪 是他忍不住泪水盈眶 他停在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 把烫热的脸颊贴在冰冷的树干上 两只粗糙的手 扶摸着光滑的杨树皮 透过朦胧的泪眼 惆怅地望着黑乎乎的远山 公路下面 东拉河的细流发出耳语式的声响 夏夜凉爽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 摇曳着树梢和庄稼 月亮升高了 在清朗的夜空冷淡地微笑着 星星越来越繁密 像在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上 坠满了银色的冰顶 孙少安在白杨树下站了一会儿 又开始往回走 走不多远 他就看见了霜水村 星星点点的灯火 一股温暖的激流 刹那间漫过了他的心境 那灯光下 有他亲爱的家 亲人们的面庞都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了 于是 头脑中迷茫的云雾 顷刻间消散 滚烫的额头重新又凉了下来 他顿时感到他刚才的情绪充满了危险 是啊 一家老老小小都依靠和指望着他 他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 他应该像往常一样 精神抖擞的 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 坐在驾员的位置上 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 吆喝着 呐喊着 继续向前走去 如果他垮了 说不定人仰马翻 一切都完了 他弯下腰 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 抡起胳膊 狠狠地甩向了东拉河对面的山洼上 好像要把他的一切烦恼都随着这块石头掏出去 他匆匆地把外衣穿上 也没扣扭扭 就向村子里走去 临近村子的时候 他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就想找个什么地方坐一坐 公路边不合适 万一村里有人看见他黑天半夜地坐在野地里 会乱猜测的 他于是就顺路走进一片高粱地 找了一块空地方坐下来 两只手开始麻利地卷起一只汗烟卷 他刚抽了两口烟 就听见前面的高粱地里 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 接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向他走过来 少安仔细一瞧 竟然是他父亲 他父亲走过来 在他面前争了一下 也没言传 就在他身边坐下来 掏出自己的汗烟锅 在烟口袋里挖来挖去 少安迷惑地望着父亲 爸 你怎到这儿来了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 我 我就在你后头走 我让兰湘先回去了 我怕你 万一想不开 少安鼻子一酸 竟然冲动地趴在高粱地上 出声地哭了 在这一刻里 在父亲的面前 他才又一次感觉到 自己是个孩子 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 他也得到了这一切 让他哭一阵吧 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 这样也许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的 直到少安听见他父亲的哭泣声 才慌忙地从地上爬起来 父亲也哭了 他就不能再哭了 爸爸很少这样在孩子的面前 抛洒泪水 现在却在他的面前 如此不掩饰地痛哭流涕 这是他感到无比的震惊 他立刻又把自己从孩子的状态 变成大人的状态 对父亲说 爸 你不要难受 我甚事也没 我只是 一时心里闷得不行 想一个人消散一会儿 你放心 我不会做什么出边的事 我才二十三 还没活人来 咋能往绝路上走呢 你想想 我从十三岁 开始和你一块儿 称呼这个家 我咋能丢下这一群人呢 爸 你不要哭了 你放心 我的心一点也没有松 我还会像往常一样 打起精神来的 我年轻 苦一点也没什么 咱是受苦的人 光景日元 就这么个过法 一辈子三灾六难 总是免不了的 也许世事总会有个转变 要是天年再好一点 咱们的光景 也会翻起来的 再说 少平和蓝香也快大了 咱两个一定要把他们的书 攻到头 咱家七老八小 就看咱两个 称呼这光景 爸 你不要灰心 门里门外的大事 总有我承担 孙宇后 听了儿子这一番话 难为情地 用手掌 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开掉 在斜帮子上擦了擦手 然后说 安 爸 对不起 爸这一辈子没本事 没把你的书攻成了 还叫你回来 误了农 受苦不说 你这么大 爸 连个媳妇 也给你娶不回来 爸心里 像 猫爪子 抓一样 死不能死 活不能 还 绍安 重新点上了一根纸烟 对父亲说 爸 我的婚事 你不要熬间 我岁数还不算太大 就是年龄大了 我不相信我就打关棍 到时候 我自个儿找一个 只要财礼少 我也不挑戒人 只要人家不嫌咱家穷 能和咱一块儿 过光景就行了 哎 你也不小了 得看着 跟你找个媳妇 安 只要你有核心的 彩礼多少也不怕 咱打那的戒 慢慢再还 我现在 还能出山来 少平高中 也快念完了 咱父子三个 熬上几年 也就把债 还上了 我不想套这些彩礼 彩礼中的人家 我也不取 咱不能再欠账债 这样一辈子 也翻不起来啊 可是 天下没有不要钱的人家啊 慢慢碰吧 爸 天不早了 咱回去啊 家里人 一定心交得 不知咱俩个出了甚事了 于是 于是孙少安 父子俩 就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出了高粱地 在月光下 顺着公路 回家去了 晚上 当孙少安 在自己的那个小土窑里 睡着之后 孙玉后老汉 还大睁着眼睛 望着黑暗的窑顶 老汉睡不着 爬起来 点着一锅汗烟 坐在炕上 巴达巴达地抽着 少安他妈 嵌起身子 问丈夫 他爹 你这是咋呢 不咋 你是你的 孙玉后 继续抽着汗烟 后炕头上 老母亲 在睡梦中 发出一阵阵的声音 老人浑身都是病 睡梦中 都是疼痛的 孙玉后 仍然想着 给少安娶媳妇的事 他现在越来越感到 太对不起儿子了 人家的儿子 到这番年龄 都已经有了娃娃 可少安 至今还单身一人 二十三岁 对公家人来说 还不算大 可一个农民 岁数 就已经到了山梁上了 再不抓紧着 眼看着就要误了娃娃一辈子的大事 不行 得赶快办这件事 出彩礼 就出彩礼 六零年那么困难 不也给玉婷娶上媳妇了吗 而今怎么就不能给少安娶上个媳妇了 想到这儿 孙玉后发现他自己的年龄 的确是大了 已经丧失尽了魄力 他现在应该重新鼓起劲来 打闹着也要给儿子娶上媳妇 他盘腿坐在炕上 一边抽烟 一边想 他得赶紧办这件事 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 他一夜 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 他先没有忙着出山 一个人心急火燎的 去了他弟弟 玉婷家 他昨天晚上盘算 玉婷去东金春 在公社的农田基建工地上负责 各村基建队都来了不少的女娃娃 玉婷大概都认识 说不定里边有比较合适的 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上个线索 他孙玉后好在要求别人去说媒 孙玉后 在玉婷和贺凤英出山之前 走进了他从前居住过的这个院落 自从他搬出这里以后 没事他很少再来这 现在他看见玉婷两口子 把这院地方住得像庙平那座破庙一般败落 连墙都倒塌了 在心里头忍不住咒骂这两个败家子 盛赖东西 把好好的地方弄得像驴圈一样 他走进了玉婷家的门 窑里黑骨隆冬 弥漫着湿柴烧出的死烟 嗆得他咳嗽起来 当年他住在这个窑洞里的时候 尽管穷的没有什么摆设 但是少安妈总收拾的汤青水粒 亮亮堂堂的 这现在完全成了个黑山水洞 玉婷和凤英 见大哥一清早上门 不知他有什么事 都瞪大眼睛看着玉后 玉后刚坐在康边上 玉婷的三个孩子一扑围上来 在他身上连摸带掏 看能不能搜寻出一点吃的东西来 孙玉后除了汗烟 身上什么也没有 几个孩子失望地离开了他 跑到炕崖下的一堆破烂被褥中间撕打去了 玉婷问他哥 哥 有甚事了 甚事有没 孙玉后开始用烟锅 在烟口袋里挖汗烟 孙玉婷也乘机掏出自己的烟锅 在他哥的烟口袋里挖了一锅 孙玉后干脆把烟口袋递给他 让玉婷给自己的烟口袋倒上了一大半 玉后问玉婷 东根 在咱村会战的时候 各村来的那些民工 你差不多都能认识来 玉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哥 不知他哥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部分都认识 那些女娃娃你认不认识 玉婷更奇怪了 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是好 正在锅台上切南瓜的贺凤英 一听见这话就放下切菜刀 只能切耳朵听他们俩说话 你看那些女娃娃中间 有没有合适给少安说上个媳妇的 啊 玉婷几乎要笑出来了 他原来以为他哥听见外面 有传他和外村的女娃娃 不正经关系的话 才这样盘问他了 他在那一刹那很紧张 他生怕他哥当着贺凤英的面 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 让他下不了台 可闹了半天 原来是个这 孙玉婷轻松地抽了一口烟说 呵 合适得多着来 恐怕就是 才理你出不起啊 才理先撂过别说 你先说说 就哪个村谁家的女娃娃 合适些 咱这光景也不调高 可以一些的就行了呗 哥 彩礼咋能撂过不说呢 只要掏得起彩礼 像咱绍安这样的厚生 那些女子要挑谁就是谁 玉婷这话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孙玉后在心里说 哼 当年我为你娶媳妇 借下一盒贪的仗着 我也没心松 现在我给我儿子娶媳妇 哪怕我这把老骨头都卖了 都心甘情愿 你现在有家了 看把你长光的 不过孙玉后压住满肚子的不高兴 还是慢慢的对弟弟说 不管怎么样 少安 年纪也不小了 人到了岁数 这件事就得伤心 至于彩礼钱 大叔在向村里人赚着借呗 当年你们过事情 还不是借别人的吗 受几年熬间 也就把账债还上了 孙玉后忍不住的提了点往事 孙玉婷可一下子满脸通红 她不再用那种轻松的口气说话了 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说 叫我想想 看哪个女娃娃和咱少安班配来 这时候 贺凤英止住了手中的活 从锅台后面转出来说 大哥 我娘家族里有个远门侄女 她妈死得早 一直是她爸拉着大的 劳动和家务活都好 去年我回家的时候 她爸给我安顿说 看能不能在咱们这边 给炒上个人家 只要女婿本人好 她连一个彩礼钱也不要 我呀 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 我看这女娃娃正是少安的媳妇 那女娃娃肯定看上咱少安了 人家又不要彩礼 要是少安情愿的话 那就请上几天假 到柳林那儿去看一趟 看一下这女娃娃 又耽误不上几天功夫 大哥您看 那这没问题呀 孙玉后一听有不要彩礼的女娃娃 一下子从抗拦石上溜下来 她先不考虑其他 立刻就对弟媳妇说 你先给人家去个信 我回去让少安预备下 就让她赶紧的走一回柳林 不得成也没事了 这又花巴上几个路去 人常说扣个麻雀 还得几颗骨子来 玉婷马上接着说 那这事好办 我和凤英今儿就给柳林那边发信 玉后也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 即刻就出了玉婷的院子 往家里走去 这一路上她心情很好 她觉得她运气不错 竟行下个不要彩礼的女娃娃 嗯 得赶快回去和少安商量一下这事 让她过几天就动身走山西 孙玉后赶回家里的时候 少安已经出山劳动去了 老汉压抑不住自己的高兴 就把事情先原原本本的给老婆说了一遍 可是少安妈听了老汉压抑不住 意识到没有显出什么激动来 她停了一会儿 才忧郁的对丈夫说 不要彩礼 那当然好 可是这女娃娃是贺凤英一个户足的 要是像贺凤英那样的性情 少安这一辈子可就要受罪啊 这话就像往孙玉后热轰轰的头上 顿时浇了一盆子凉水 她由于心急 没顾上往这方面想 少安他妈说的对啊 要是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样 那可不敢给少安娶回来 这个家可禁不住折腾了 要是来上个糊涂女子 把少安和咱一家人折磨得不能安生 那还不如先不娶来 孙玉后蹲在脚地上抽了一会儿烟 撕两了大半天 然后又对少安他妈说 这话你说的对 可也不对 任常说 一娘生九种 更不要说那女娃娃 谁说和贺凤英是同个户足 可不知道搁了多少倍 那咋就能一个样呢 我看还是让少安跑一趟 叫他亲自见见面 看到就这样 行了那感情好 不行了拉倒又贴配不了啥 你看来 少安妈又觉得老汉的话有道理了 也是啊 咋能凭空就说那女娃娃和贺凤英一个样呢 话再说回来 咱家这光景 咱家这光景 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个不要财礼的人家 可不敢就错过这机会啊 少安妈想到这儿也就依了老汉的话 同意让少安到山西相亲去 当天中午吃完饭 孙玉后老汉就把这件事给少安摊开说了 少安听父亲说了这件事后 脑子急忙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要正式的相亲去 那就是说要娶个媳妇回来 而且从此就要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 生孩子 我也要有孩子了 可不久以前 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啊 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 他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 他的年龄的确不小了 村里头和他同龄的人 已经媳妇娃娃都一大堆了 看见人家小两口子一块清清热热 他自己心里头就忍不住要毛乱上半天 可是他很快就想到了润叶 尽管他对润叶早已经死了心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他和润叶结合的可能性 但一旦他自己要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就又以无比痛苦的心情 想到了润叶 他伤心地认识到 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 是的 他和润叶的感情 本来是像苹果树上完整的一枝 在那面可以接出同样美丽的 红脸蛋式的苹果来 现在却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 从上面剪下来 架接到另一棵不相同的树上 天知道那会接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呢 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 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 一切都毫无办法了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 这不是宿命 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孙少安最后一次审视了他自己和润叶的关系 得出的结论和开始时的认识是完全一样的 这几天以来 孙少安心神不宁 目光恍惚 说话常常前言不大后语 他已经答应父母亲去山西相亲 却迟迟的没有动身 这天下午 父亲又一次催促他上路 母亲已经用半生白面给他烙好了几张饼 让他在路上当干粮吃 看来不动身不行了 他只好对父亲说 他明天就起身去柳林 给父亲说完这话之后 他就去找了副队长田福高 说他要出几天门 让福高把队里的事料理好 不敢耽误了厨地 虽然天汉的快把庄稼晒死了 但该做的活路一点也不能少 俗话说 锄头下面有雨 多厨一遍地就大不一样了 安顿完队里的事之后 天已接近黄昏 绍安感到自己心潮澎湃 无法平静 就一个人蹚过东拉河 穿过庙平一片绿盈盈的枣树林 然后沿着梯田中间的小路 爬上了庙平山 他站在山顶上 久久地望着县城的方向 他面对黄昏中连绵不断的群山 热泪在脸颊上无声地流淌着 原谈我 我将要远去他乡 去寻找一个陌生的姑娘 别了 我亲爱的人 孙绍安将要寻到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咱们暂且先放一下 让我们还是先说说 邵安的弟弟 邵平吧 自从春天 进入县高中以来 孙绍平已经在这里 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经历了贫困 饥饿和孤独的折磨 还经历了初恋的煎熬 和失恋后的更大煎熬 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之后 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 反而趋向于平静 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 却增多了 从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 到他和田小霞去黄园地区 参加了革命故事调讲会以后 尽管他的物质生活 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但他的精神世界 却开始丰富起来 另外 他现在已经有了一身 像样的兰卡吉布制服 站在集体的行列中 看起来和别人也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他个马高大 更显得漂亮和潇洒 他用省下的一点零钱 买了一副最廉价的牙具 把一口整齐的牙齿刷得雪白 梳子和镜子他买不起 也不好意思买 就常常背转人 对着教室的玻璃窗户 用手指头把头发梳理得 大约像那么一回事 如果他再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 那就会更神奇些 他现在已经克服了 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 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 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 加上他演过戏 又去黄远讲过故事 见了世面 这半年不光担任劳动干事 还被选成班上管宣传的团支部委员 因而显得比一般同学都要活跃一些 班上的同学都开始对他尊重起来 尤其是一些女同学 也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他 就好像他是刚刚出现的一个新人 但是好红梅对他的态度 仍然是平淡的 这段时间以来 好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真正的好起来了 有人看见好红梅已经去过一回顾养民的家 并且说好红梅现在用的那个大红皮的笔记本 就是顾养民送给他的 孙少平现在对此感到很平静 心理上不再产生任何异常的反应 生活已经在他面前展现出更宽阔的内容 他的眼光开始像四面八方迸射 他已经不像刚入学那样 老是等别人打完饭 才去取那两个黑魔 他渐渐地抛弃了这种虚荣 或者说自卑 他大大方方地站在队列中取他的饭 班里头有几个家里光景好的同学 甚至成了喜欢他的朋友 有的时候他们还背着他 给他订上一份乙菜 孙少平已经隐约地意识到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 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 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 他现在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 当然一想起家庭的贫困和自己生活的寒酸 他心里头依然感到发慌 但这一切和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 也许他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和田小霞的结识 通过和小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 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 强烈地吸引了 这种心理决然不同于他和好红梅那种状态 他当初对好红梅是一种感情上的要求 而现在对于田小霞则是一种从内心产生的佩服 小霞读的书很多 看问题往往和社会上一般的看法不一样 甚至完全相反 少平很愿意和小霞拉话 主要是听小霞说 他在心里想 小霞要是个男同学就好了 那就可以随便地和他海阔天空地聊 少安觉得每次和田小霞交谈 都好像是自己的头脑多开了一扇窗户 可是田小霞很大发 他有的时候主动来找少平东拉西扯地说上半天 由于他们在一块演过戏 讲过故事 论起来又是同村的人 别的同学对他们的交往 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看法 每当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 少平正和同学们打篮球或者玩别的什么 总能看见田小霞披着件衫子 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 就像个男孩子似的躲到操场上的爆栏前 脸凑上去专心地看报纸 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在那个爆栏前面待上半天 看了前面再看后面 只要看完了才离开 在这种时候 孙少平往往也找上个借口离开运动场 悬默着来到爆栏前和小霞一块看报 拉画 小霞告诉他 他父亲说过 一个人从中学时代就要开始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 这样才能开阔眼界 一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国家和世界目前发生了些什么事 那是很可悲的 这些话给少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从此以后 每天下午 不管小霞来不来 他也常主动地来着爆栏前看报纸了 而这个良好的习惯 以后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他都一直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 他和小霞一块看报纸的时候 小霞指着一篇文章的署名说 哼 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 少平一看 田小霞手指的名字叫出兰 这是他大吃一惊 你怎敢这样说呢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 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 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 你咋知道呢 你难道看不见吗 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 你自己就是农村来的 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 你看咱们学校 整天都不上课 一天就是搞运动 可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 说形势大好 形势年年大好 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 那好像越来越多了 整天就是搞这运动 那运动 熊折腾个没完 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给折腾完了 好